张楚兰他们在赶往王城的途中 只因路灵的乌鸦嘴说了句 咱们这一路还挺安全点 结果就被突然出现的五位人给拦了下来 一番交谈过后 发现张楚兰他们是铁了心的要去王城 名叫门德斯的壮汉也不再废话 于是他便率先出手 其实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出脚 他先是将脚高高的抬起 然后就是轰的一声一脚踏在了地上 就见他的脚丫子都插进了地 紧接着 就见他腰部发力竟甩出了个回旋踢 随着脚丫子从地里的拔出 却搞出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效果 就见无数的泥土碎石朝张楚兰他们砸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张楚兰他们各显神通 鹿玲龙横冲直撞 鹿玲开启了逆声三重 张楚兰施展了金光咒 宝解则是灵活走位 只见他们不退反进 各自选了一个目标直接扑了过去 眼见双方的战斗已经打响 可却有个拿剑的呆瓜 手忙脚乱的连剑都还没拔出来 此时正极的满头大汗的像 已经打到一起的众人大喊道 你们等等我呀 先别打呀 我还没亮相登场 可是已经打到一起的众人 哪有时间力打 只见鹿玲龙与光头男 此时已经对上了一拳 随着东的一声闷响 鹿玲龙硬是被光头男 这一拳给打飞了回去 不过光头男也不好受 倒退了几步闷哼了一声暗倒 这人好大的力气 可哪曾想鹿玲龙 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又瞬间冲到了他的身前 另外一边 一个斗篷男此时正张开双臂 释放出了树道光刃 他的目标正是鹿玲 可鹿玲却得益于 逆生三重的强大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一边躲避着光刃 一边接近斗篷男 与此同时 金光覆盖全身的张楚兰 也对上了门德斯 可还不等他的攻势展开 门德斯就已经先一步屈膝收腿 然后就是一击披挂 踢向了张楚兰 幸好张楚兰有金光咒护体 能帮他吸收这一脚的 绝大部分力量 要不然的话不死 也得丢半条命了 而门德斯虽然踹飞了张楚兰 内心却是疑惑得很 这家伙身上的金光究竟是什么样 怎么感觉像是踢在了水球上呢 其实这是张楚兰 最近才开发出来的 另外一种风格的金光 以往金光都是强调 要达到正的状态 强调实体化 因为这样才更利于操控 但张楚兰却另辟蹊径 他让自己的金光 变成类似于 非牛顿流体的状态 从而达到以游克刚的目的 刚才他之所以 要硬扛门德斯的一角 就是想试试这种新用法的强度 结果还是让他颇为满意的 这时在张楚兰身后的不远处 宝姐和头套男的战斗 也已正式拉开序幕 只见双方快速接近后 宝姐照着头套男的脑袋抬腿 就是一角 看样子势必是要把对方的头套踹下来 可哪能想到头套男的速度 竟比宝姐还快 眼见宝姐的大脚 就要踹上头套男的脑门 头套男竟然猛的一个加速 瞬间摆脱攻击的同时 还顺带着绕到了冯宝宝的身后 如此之快的速度 着实让宝姐有些惊讶 可对于头套男来说 刚才宝姐那一角 就让他了解了眼前这小姑娘的实力 他按道 想要驱逐这个小姑娘 不动刀子恐怕是不可能了 虽然王交代了不能伤害这些人 但只要他小心一些应该是可以 打定主意后 头套男瞬间就拔刀横斩 撕拉一下就给冯宝宝来了个回马枪 但冯宝宝也不是吃素的 向后轻轻一挟 就轻松地躲过了头套男的偷袭 剑撞头套男按道 这小丫头速度也蛮快的嘛 可是光速度快可是赢不了我们呀 随后 他就展现出了比宝儿姐更快的速度 反手又是一刀 但这次宝儿姐却没能躲过 直接被头套男划伤了大刀 这时宝儿姐见头套男玩刀 他也从屁兜里掏出了他的那把小刀 立马就给头套男来了一套小连招 但头套男的速度快到令人发指 冯宝宝根本就没办法锁定目标 而头套男之所以能这么快 是因为他并不只靠自己的身体机能提升速度 原来他头上的头套才是关键 这种特殊的头套 可以起到封闭锯和精神力的作用 靠着这份凝聚起来的精神力 头套男可以在瞬间催动身体 完成一次短距离的急速移动 最恐怖的是 他的这个能力冷却时间只有短短的一秒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当他发动这项能力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有人碰得到他 而此时才拔出武器的呆卦 剑头套男古达这边似乎占据了上风 就想帮他从后面来的偷袭 快速解决掉宝姐 于是就飞身一跃一刀劈下 可我们机智一劈的宝姐 岂能被他偷袭成功 只见他头也没回的就跃起 凌空甩出了一记蝎子白尾 直接就把呆卦登飞出去好几十分 直到撞到树上才停了下来 古达剑撞大骂道 你是白痴吗 你要都没磕就来给我添乱吗 而此时 正揉着后脑的呆卦却闻言回答 掉在了地上 此时 正在我们有着收集强迫症的宝姐手中把玩着 见到呆卦的剑都丢了 古达立即催促呆瓜赶紧嗑药 这些人很难缠了 说吧 他就一边冲向了宝姐 一边还对呆卦说道 放心吧 你的剑我会替你拿回来的 宝姐见古达再次重来 连忙挥剑迎击 由于速度太快 眼见着古达就要挨上宝姐的劈砍 古达就在一次施展了急速移动的能力 人瞬间就消失在了宝姐的身前 转眼间就来到了宝姐的侧身 可是我们的宝姐像是早有预料一样 反手就是一记本蕾打 瞬间古达就被抽飞了出去 当古达艰难地爬起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震惊 他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这怎么可能啊 他竟然打到我了 而与此同时 在王宫内 王正一脸疑问地看着李慕玄 因为李慕玄刚才跟他说 门德斯他们是没有办法驱逐冯宝宝与张楚兰他们的 这时李慕玄向王解释道 我虽说不了解门德斯他们的具体实力 以利亚解释道 王你不擅长战斗 对这些事不了解也实属正常 其他人我不做评价 如果是在岛外的话 单就是那个冯宝宝 我也没有信心能独自面对 一旁的阿芳索听到这话 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不敢相信地问向以利亚 那个奇怪的女人真的有这么强吗 可以利亚却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随之王宫内便陷入了一阵安静 片刻后 王才自言自语道 是这样啊 随后他便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贝斯迪亚 话音刚落 就见角落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影 就听着人影用冰冷的声音回应了一声 剑王想派贝斯迪亚去驱逐冯宝宝他们 阿芳索立马上前大喊了一声 王 想以此阻止王的这个决定 可王就像是没听见一般 直接问向了贝斯迪亚 你能办到吗 可贝斯迪亚却不打反问 不能杀了他们 同时还要保证不给他们带来无法痊愈的伤害是吗 可还不等王回答 贝斯迪亚就起身说道 明白了我的王 我一定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阿芳索见状立即阻止道 王 您真的要让贝斯迪亚去吗 我到今天都不想承认他是王位啊 甚至我都严重怀疑 他是否会忠诚地完成您的指示 王打断了阿芳索的话 说道 确实贝斯迪亚的身份特殊 他跟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 即便是纵观整个我所继承的神国历史 也依然找不出一个跟他相同的王位 甚至他都不是出生于那次 可这又能如何呢 神术既然选择了他 那么他就是王位 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 可阿芳索却说 他并非是怀疑神术和王的选择 而是他很不明白也很不理解 为什么神术会选择这么一个人来当王位 这座岛上有无数的候选者 为什么神术会在上一任的王位部去后 选中乐园的前首领呢 像贝斯迪亚这种来自地狱的魔鬼 当时就应该让道调把他直接送回地狱去 李牧玄听说 路加兄妹要来王宫找他 于是就请求王的准许 亲自出马去将他们给打发走 但王却并没有同意 而是叫来了的扭曲的丑八怪 去将路加兄妹他们驱离 可阿芳索却是严重的怀疑 这个名叫贝斯迪亚的丑八怪 能严格地执行王下达的指示吗 原来贝斯迪亚在成为耐森卫之前 曾是耐森岛集市的首领 也就是说 他曾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说到这里 阿芳索竟激动地喊道 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早点去下地狱 王建阿芳索越说越激动 就问道 你坚持怀疑贝斯迪亚不能完美地执行我的指示吗 阿芳索思索了片刻后回道 如果您是让贝斯迪亚去屠杀的话 我就丝毫不会怀疑了呀 王文言叹了口气 说了句好吧 随后就喊出了一个名字 埃莉卡 然后就见王公的迷雾中 走出了一个人影 他答道 我在 阿芳索见状激动地说道 王 您这是要埃莉卡去吗 旁边的伊利亚这时也说道 埃莉卡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人选 王恩了一声回道 如果贝斯迪亚真如你所担心的那样失控的话 就让埃莉卡用他的地狱去镇压吧 话说另一边 王城外的不远处 路加兄妹已经将自己的对手彻底制服 可我们的宝姐呢 却举着手中的剑已经占了一分多钟了 原来是古达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并没有贸然出手 而是围着宝姐不停地转圈 看能不能找到破绽在一击制敌 但无论他如何转 冯宝宝都只是把剑举在头顶 根本没有要砍下来的意思 这让古达十分恼火 于是他就在心里暗暗吐槽道 怎么会有人举着武器 一分多钟了都不砍下来 你倒是挥舞啊 你倒是劈砍啊 你就做个人吧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 古达只好决定先下手为强 可他当有所动作 宝姐就将一直举着的剑给砸了下来 就听当的一声 精准地命中了他的脑袋 就在宝姐一击成功 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突然一阵气浪传来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来是一旁的呆瓜嗑药后所产生的效果 此时已经喝了一瓶的他 竟然又接着嗑了一瓶狂兽之血 就见他药剂入侯的瞬间 呆瓜的身上就燃起了一股红色的气流 可此时嗑下了两瓶药的呆瓜 心里却觉得仍然不够 他按道 挺古达的实力都被那个女人给秒了 看样我得把咒术也叠加上了 打定主意后 呆瓜的双手就迅速地放在胸前 凝聚出了一道金光 随后就听一声脆响 呆瓜的周身就涌现出了一层金色光芒 看到这一幕的陆玲珑 就小声地对陆玲说道 怎么突然感觉这小子有点危险呢 而此时的另一边 张楚兰正在与门德斯比拼着谁的脚更硬 由于张楚兰有金光的加持 门德斯竟被张楚兰给一脚踹飞了出去 这让门德斯很是郁闷 因为亡给他们的任务 是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将其驱逐 可是现在看来 怎么都像是对方一直在手下留情呢 可就在张楚兰 准备对门德斯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 突然一只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贝斯迪亚仅仅是轻轻的一掌 就将张楚兰给拍飞了出去 这一掌看似平常 实则力道惊人 张楚兰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在地上翻滚了树 最后光的一声撞在树上才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大身躯 陆家兄妹和宝姐也都是一愣 贝斯迪亚环顾了一下四周后 才悠悠地问向了他们 如果我不打算使用暴力的话 你们会乖乖地听话离开这里吗 还没等陆玲珑他们答话 张楚兰已经把自己从树上给抠了下来 就在张楚兰准备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门德斯却突然地大喊 外来人 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了 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贝斯迪亚竟然先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就把他提到了半空 问道 为什么要对我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我也是那森位啊 王对我的指示和对你们的都是一样的呀 身为神明 我们都是一样忠于王座上的那个女人的呀 所以他们很幸运 我不会干掉他们 当然我也不会干掉你 随后贝斯迪亚就转身看向了张楚兰他们 然后又对身后的门德斯他们淡淡地说道 你们几个现在就站在我的身后看好我的后方吧 如果他们有人想绕过我 你们帮我拦下来就可以了 通过贝斯迪亚的话 张楚兰也算是听明白 原来眼前的这个丑八怪也是那森位啊 而且王还特意交代了那森位 不让他们下重手了呀 怪不得之前这几位做起来那么顺手了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对上眼前的这个家伙 我们的压力好像也不小了 这家伙可不一般啊 我听说资深的屠夫 身上散发的气味会让恶犬都感觉到恐惧 看样眼前的这个货大概就是这一类吧 我踏进这个圈子也算是有段时间了 各类的圈里人也算是都见过 可是让我感到同样这么别扭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经常以微笑示人的老肖啊 想到这里 张楚兰竟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心脏也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贝斯迪亚这时开口说道 很有意思啊 你们是想让我先揍你们一顿后再离开吗 张楚兰心想 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 岂能让你这个丑八怪给吓到 于是他就率先出手 只见他一个剑步就冲到了贝斯迪亚的身前 随后就对准他的脑袋轰出了一拳 可是拳头还没碰到贝斯迪亚 就被贝斯迪亚的一技炮拳给轰飞了出去 但是还没等贝斯迪亚将拳头收回 陆加兄妹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左右 贝斯迪亚见状也是一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几个小家伙竟然配合得如此完美 下一秒 陆加兄妹就攀上了他的身体 两人同时各自抱住了他的一条手臂 当牢牢抓住贝斯迪亚的手臂后 兄妹俩就同时使出了反关节技 想将贝斯迪亚给锁住 可是身高马大的贝斯迪亚像一头狗熊一样 胳膊都比陆林的腿都粗啊 三人僵持了还不到一秒 兄妹俩就被贝斯迪亚抬手给甩飞了出去 看着被自己甩出去数十米的陆加兄妹 贝斯迪亚冷哼了一声 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 很快就能完成王交代的任务是 后脑勺就帮的一声 挨了我们宝姐的一记闷鬼 不对 应该说是挨了宝姐的一记刀背 这一下子可着实敲得不轻啊 打得贝斯迪亚半天都没直起来腰 一旁吃瓜的半吊子 三人组见状皆是一脸大惊 呆瓜惊讶地说道 卧槽 那女人居然偷袭到了贝斯迪亚 头套男文言则是吐槽道 那女人就是个反常识的变态 随后呆瓜就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颤抖地说道 我很不想承认 但不得不说 贝斯迪亚那头野兽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替她操心 可门德斯的话音刚落 挨了宝姐一记闷鬼的贝斯迪亚 就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她眼睛中的光彩也瞬间恢复 随后她就转过了身 看向了此时正一脸机智的宝姐 盯着我们的宝姐看了片刻后 才悠悠地说道 不能杀这个女人吗 可真能给我出难题啊 在内森岛上 壮如狗熊的王位贝斯迪亚 脑袋竟然冒起了青烟 原来 她是被我们的宝姐给偷袭 敲了一记闷鬼 所以贝斯迪亚就对我们的宝姐起了杀心 可我们的宝姐却对此毫无察觉 甚至脸上还是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 不过贝斯迪亚马上就放弃了 要下杀手的打算 因为在出发前 王的指示是 在不伤害张楚兰他们的前提下 将他们驱逐 这也让贝斯迪亚感到了一丝棘手 而就在贝斯迪亚 跟宝姐对峙的这段时间 张楚兰和陆家兄妹也没敢贸然上前 而门德斯他们 见贝斯迪亚这么久都未出手 他们已经想到了后面可能要发生的事 想到这里 门德斯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而就在此时 贝斯迪亚原本还算平静的脸 竟突然变得猙獰 两颗眼珠子瞬间布满了血丝 变得甚是恐怖吓人 下一秒 滔天的杀气就从贝斯迪亚的身上涌出 直接就向我们的宝姐吞噬而去 但让贝斯迪亚感到惊讶的是 被他杀气笼罩的这个女孩竟然毫无巨色 仍在用那机智一批的眼神看着自己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个女孩居然还率先出手 竟然用手中的破刀朝自己抽来 匆忙中 贝斯迪亚之豪以弓为首 一脚踹出 随后两人就都倒飞了出去 相比较之下 体壮如狗熊的贝斯迪亚只是原地打了个裂解 身体很快就恢复了稳定 而我们的宝姐却飞出去了好几十米 但就在她要去追击我们的宝姐时 张楚兰却不知何时摸到了她的身后 贝斯迪亚反应也是够快 瞬间就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 只见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停下脚步转身一拳抡触 可她刚把手臂张开 陆琳就冲上来控制住了她的胳膊 此时陆琳心中暗道 虽然不想跟这座岛上的人结仇 但是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位 就不能考虑出手重不重 事实也却是如此 贝斯迪亚发现手臂被控制后 急忙回头看了一眼 见是那个白毛小子 又来跟自己玩反关节技 于是她呵呵一笑 立马就抬起了另一条手臂 使出十足的力气挥拳打出 结果陆琳瞬间就被轰飞了出去 但在逆升三重状态下的陆琳 贝斯迪亚的这一拳 也就仅仅只是将她打飞了 甚至在落地的时候 陆琳都是稳稳站在地上的 贝斯迪亚看到这一幕不由的暗谈 居然把我打过去的冲击力都吸收了 这两个家伙的防御手段都很神奇 然而还不等她多想 陆琳琳就已经冲上来给了她一技飞脚 可贝斯迪亚反应却是极快 左手接下陆琳琳攻击的同时 右手就瞬间轰出了一拳 但陆琳琳这次的攻击 其实只是一次降攻而已 当贝斯迪亚拳头到来的瞬间 她就借力向后闪身 当陆琳琳全身而退后 就见贝斯迪亚的脸上不知何时 竟多出了一滴血液 转眼间 这滴血液就动了起来朝她的耳中钻去 感觉到耳中有东西在爬 贝斯迪亚立即朝耳朵就是一顿猛拍 不到片刻 她就将耳朵里的东西给拍了出来 她看着手掌中的血液问向陆琳琳 这个东西是你操纵的吗 说吧她左臂的肌肉就是一阵蠕动 眨眼的功夫 几滴血液就被解了出来 接着她又狠狠地朝地面甩了几下 就完全化解了陆琳琳的手段 看到这一幕 陆琳琳并没有多说什么 本来也不是什么高深的手段 被识破了也实属正常 既然小把戏不起作用 那么就只能从正面发起攻击了 随后三人就同时冲向了贝斯迪亚 可是在接近贝斯迪亚之后 他们却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围着贝斯迪亚赚起了拳 随着三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道旋风 将贝斯迪亚给包裹在了其中 原来他们是想扰乱贝斯迪亚的视线 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再寻找他的破绽四季出手 见此情形 贝斯迪亚心中生起了些许的烦躁 他按道 真是烦人啊 真是一群让人厌恶的小混蛋 另外还有一个去哪儿啊 那个对我杀气没有任何回应的 才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那是只有在乐园和王城 才能遇到的怪物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连忙回头 向门德斯他们大喊道 刚才那个拿刀的女孩呢 她在哪儿啊 可是说两不相当的门德斯 却没有回答 而她身后的呆瓜剑撞 连忙战战兢兢的回答 就在你的身后啊 小心啊 贝斯迪亚听到这话 立即毫不犹豫地朝身后抓去 可不料 宝姐不但反应快速度更快 躲过贝斯迪亚攻击的同时 竟调转方向来到了她的面前 趁着她攻击的间隙 抬手就是一剑劈上了她的胸口 随着贝斯迪亚的一声闷哼 就见她那如狗熊般的身体 接连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可是还没等她稳住身形 宝姐竟又瞬间来到了她的身体 朝着她的胸口一剑劈下 这次的力道比上次大不说 更要命的是 贝斯迪亚这次完全没来得及防御 在上一被砍烂的同时 她的胸口也受了不轻的伤 但这还不算完 因为张楚兰已经趁此机会绕到了她的身后 只见张楚兰将金光凝聚的左手 再只见凝结出了力爪的模样 然后就是一爪抓向了贝斯迪亚的后背 随即就是扑的一声 金光尖刺静直扎进了她后背的肉中 原来 这一招是张楚兰前一段时间 跟师叔张灵御泡在一起是印证出的结果 其一是相比于金光形状上的变化 张楚兰在形态的变化上天分更高 现在的张楚兰 已经可以凝聚出一点点坚硬形态的金光了 其二是 张楚兰真的不适合从杨武雷入手修系雷法 因为杨武雷清澈灵动又端庄光明 而她张楚兰有时候 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她这个人特别阴索 就拿新创的这招来说吧 先用金光凝成尖刺扎进肉里 再服以雷法进入对手体内肆意破坏 这要不是个极其阴索的人 你说能想出来这用法吗 可张楚兰还是一再地提醒自己 千万要控制力道 把雷电直接灌进人的体内 即便对方是内森位 稍不留神估计也得当场暴毙 在这座岛上杀王位 她张楚兰还真没这个胆子 可她再怎么控制力道 雷电毕竟是雷电了 破坏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贝斯迪亚虽然强大 却也顶不住雷电在体内肆虐游走所带来的痛苦 甚至她的脸都在不停地抽搐 终于忍无可忍地 贝斯迪亚怒吼了一声 她身上红色的气也随之轰然炸开 在宛如炸弹爆炸般的强大冲击下 张楚兰他们不得不先行撤退 至于目睹了这一切的门德斯等人 都早已被惊掉了下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随着烟雾的逐渐消散 一股令人恶心的野兽气息 开始在空气中弥漫 而这股气息的主人 正是还在身上 劈啪冒着雷光的贝斯迪亚 就听她兴奋地说道 真是托你们几个混蛋的福啊 让我找回了久违的食欲 啪啪的欲望啊 哈哈 你们可一定要满足我 不要避连的张楚兰 将金光凝聚成了尖刺毁于手掌 然后就是一把扎入了贝斯迪亚的后背 接着又浮一雷法 灌入了她的体内肆意破坏 一顿噼里啪啦的雷响过后 张楚兰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贝斯迪亚竟然扛住了她的雷法 他按道 这是在开玩笑吗 往自己体内注入雷法的滋味 我可是知道的呀 仅仅就是为了刺激经脉的分量 我也是用了很久才忍受住的呀 就算是我控制了力度 我也是以攻击为目的而释放的呀 她居然硬是靠着身体给扛下来了吗 而此时 贝斯迪亚却突然开口说话 只见她狠狠地咬着后槽牙 对张楚兰他们说道 我真想咬碎你们的骨头啊 说完此话 她就黑黑地怪笑了起来 笑过后 她又对张楚兰他们说道 等我将你们的骨头都咬碎了 我一定要在你们的尸体上发泄一番了 此话一出 贝斯迪亚竟然变得像是饿了许久的饿狗一样 居然激动的口水直往下流 随后她又开始双手抱头 自言自语着说道 我要将你们全都给撕烂 然后再嚼烂你们的肉 喝光你们的血啊 可是她说着说着 突然话风一转 静又开始提醒着自己说道 不对啊 我要听那个女人的话啊 我不能杀身啊 随后她便深深地吸了口气 强忍着内心的杀虐欲望 对身后的三人说道 那边发光的那个小子 你过来帮帮我吧 可是呆瓜听到贝斯迪亚喊自己 却先是一愣 然后便呆愣在了当场 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贝斯迪亚见呆瓜没有反应 便不耐烦地说道 这些外来人很棘手啊 亡给的只是是不能杀了他们 可要是没有宰了他们的决心的话 我很难让他们离开这里 门德斯文言 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道 贝斯迪亚这个怪物 竟然会找我们帮忙吗 犹豫了再三之后 三人才朝贝斯迪亚那边走去 可不料他们刚踏出一步 就听贝斯迪亚说道 你跟那个戴头套的不够资格 让身上发光的那个家伙过来就行了 呆瓜听到此话 只好无奈地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随后就见他搜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 眨眼的功夫人就出现在了贝斯迪亚的身前 这时就听他酷酷地说道 我一直想亲手拿回我的剑脸 看到这一幕的张楚兰 心里却突然打起了 他按道 这家伙的速度好快啊 也不知道我的讯为能不能跟上 然而此时的呆瓜却是信心空前的爆棚 他身上的气炎也格外地耀眼 但哪曾想这耀眼的气炎竟是回光反照 因为下一秒 他身上的光芒就呼得一声消失 随着光芒的消失现场 也陷入了一片寂静 只见呆瓜歪着脑袋思考了片刻 才转过了头对贝斯迪亚说道 贝斯迪亚大人 我的药效好像过了 请你再坚持一会儿吧 我现在需要重新嗑药啊 可是他说完这句话后就发现 贝斯迪亚的脸黑的已经成了煤炭 杀气也是瞬间涌现 随后就见贝斯迪亚走到了呆瓜的身前 一把揪住了他衣领 嗖的一声 像是丢垃圾一样 将呆瓜给甩回了 门德斯和古达的身旁 经此一事 贝斯迪亚决定毫无保留出手 他先是一边释放出了 比之前压迫宝解释还要恐怖的杀气 一边对着张楚兰他们咆哮道 外边来的混蛋们 你们替自己祈祷吧 可张楚兰却从贝斯迪亚释放的杀气中 察觉到了一样 随后便对陆家兄妹大喊道 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随即三人便默契地同时向后退去 但可惜的是 他们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就见贝斯迪亚拍了拍胸口 对天空大喊道 展现吧 葬神之死狐 炎霸 强大到极点的杀气 瞬间就让周围的空气都冷了下来 接着就是肉眼可见的 地上的花花草草被五颜六色的能量所吞没 突然出现的这一幕 让张楚兰他们皆是一惊 看着脚下五彩斑斓的能量场 张楚兰心里一沉 他按道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怎么就直接就出现了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这东西跟师叔的北京一样能限制人行动的话 那么我们这次进攻去找李沐璇这事 估计是要泡汤了 可就在此时 能量场正中央的贝斯迪亚身上 突的一声 窜出了个像是水柱般的五彩斑斓的能量体 接着 这些五彩斑斓的能量 就开始不断地从他身上涌出 继而汇聚在了他的头顶 随着涌出的能量越来越多 贝斯迪亚的身体也开始由胖变瘦 整个过程 就像是做了抽脂手术一样甚是诡异 其实从贝斯迪亚身上涌出后所凝聚在一起的东西 正是他这招葬神之死湖的核心 也就是葬于湖中的怨恨和愤怒之神 转眼间贝斯迪亚就与葬神彻底剥离 随之而来的 他也恢复原貌 虽然谈不上有多俊俏 但至少也要比之前强上一些 与此同时 怨恨之神的能量也开始凝聚 先是牙齿 再是眼睛 不到片刻 就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脑袋 悬浮在了贝斯迪亚的头 可就在葬神刚凝聚成形的瞬间 贝斯迪亚就突然从原地消失 路灵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 就让贝斯迪亚给掐住了脖子 推了出去 得手之后 贝斯迪亚完全不给路灵反抗的机会 直接就抓着他疼的一下跳到了半空 就听贝斯迪亚凌空对着路灵怒骂了一句滚后 他就狠狠地把路灵从高空给摔向了地面 然后又在路灵砸到地面的同时 他竟又瞬间从空中落下 准备追上去再给路灵来一套组合拳 反应过来的张楚兰 岂能让贝斯迪亚再继续对路灵连招 立马就手握金光朝贝斯迪亚冲去 可是还没等张楚兰追上贝斯迪亚 贝斯迪亚头顶的葬神就率先发现了张楚兰的意图 随后就见他张开了大嘴 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朝张楚兰扑了过去 张楚兰见状 连忙用金光护在身前 挡住了葬神大脑袋的撞击 可就在葬神去攻击张楚兰的时候 路灵龙却趁机绕到了贝斯迪亚的身侧 只见路灵竟然没有贸然上前攻击 而是弯腰低头 下一秒 无数的血液丝线就从他肌脚尖端涌出 直奔贝斯迪亚而去 可是无奈贝斯迪亚在死胡的加持下速度实在太快 路灵龙的血液丝线始终无法锁定目标 然而就在张楚兰与路灵龙束手无策的时候 骑兵宝姐却不知道突然从何处出现 此时的他已经瞅准了时机 准备从贝斯迪亚身后发动袭击 然而让张楚兰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葬神竟然能跟贝斯迪亚共享信息 就在我们的宝姐将要靠近贝斯迪亚的时候 贝斯迪亚竟突然抬起了左手 随后就是一股能量猛地从死胡中涌出 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壁 直接挡在了宝姐的身体 我们的宝姐见状 立即就机智地直接翻身高高跃起 想从能量墙的上方强行跃过去 可是哪曾想 能量墙壁竟又瞬间化成了三条手臂 静直地朝宝姐抓了过去 见到张楚兰他们没完没了的攻击 贝斯迪亚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王座上的那个女人不让我伤害你 你们以为我真的弄不死你们吗 滚啊 别让我起杀心啊 为什么非要为难我呢 我已经决定要忠于那个女人了 忠于那棵树 我会贯彻她们的意志 所以你们赶快滚啊 不要再在这里为难我 继续这么纠缠下去的话 我真的会杀死你们的 张楚兰看到这一幕 有些摸不清头脑的自言自语道 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情况 而在一旁 一直围观的门德斯 心里却更多的是恐惧和质疑 此时她心里正安安的想着 这就是贝斯迪亚的战斗方式吗 这种实力绝对无愧于王位二子 但是为什么 她又要对无比尊崇的王初言不逊呢 由此可见 她根本就没有愿意为了王奉献一切的心呢 她这样也配成为王位吗 为什么我从出生到现在 都没得到过神术的感召呢 连成为王位候补的资格都没有 我之前还一直认为 是我的能力与天分不足 但是说为了王与神术而献身的心 我可绝不输给任何人了 从小至今我一直憧憬着位 羡慕着那些成为了位候选的孩子们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神术会选择了这个像恶魔一样的人呢 像他这种人会为了别人而奉献自己吗 想到这里 门德斯的眼睛就突然开始往外涌出白色的粘稠物 接着就是他的嘴和鼻子还有耳朵 然而 可并不是门德斯一个人这样 旁边的古达和呆瓜也未能幸免 他们也都一样往外冒着拍架 就在门德斯既惊恐又极度地 看着贝斯迪亚大展神威的时候 他脸上的所有窟窿眼儿竟突然开始往外冒出不明的液体 然而 这样的可不光是他自己 他们呆瓜三人组皆是如此 随后他们三人便惊恐地在原地喊叫了起来 听到他们的叫喊声 张楚兰他们就连忙向呆瓜他们望了过去 可是还没等他们搞清楚状况 白色的粘稠物 竟然也开始从他们的口鼻中流出 露灵龙毕竟是女孩子 瞬间就慌了神 连忙惊恐地去喊露灵 可是露灵却也一样 逆生三重的状态也并没有让他成为例外 不远处的贝斯迪亚看到这一幕 观察了一下周身越来越浓的雾气 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随即他便向四周大喊道 是你爸 埃利卡华金娜 这是王交给我的任务 你可别在这里多管闲事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眼睛中就也流出了粘稠的液体 下一秒 葬神也随之土崩瓦解回归了本体 察觉到葬神回归体内的贝斯迪亚 立马破口大骂道 埃利卡 你这个混蛋赶紧给老子收手啊 而此时的张楚兰他们 早已经被身体流出的粘稠物给压趴在了地上 门德斯他们这时更是已经无法移动分毫 当在场的众人都不能再出声时 就听到迷雾中传出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 没过多时 门德斯他们三人周围的迷雾就向四周散去 随后他们身上的粘稠物也消失不见 这时埃利卡才终于现身 他对门德斯他们说道 你们不要乱动 不然的话你们还会坠入我的地园 可埃利卡的话音刚落 迷雾里就传来了贝斯迪亚的愤怒的声音 埃利卡你是来监视我的吗 你们是不相信我会贯彻王的意志吗 听到此话 埃利卡坦言道 我确实是不相信的 不过你也的确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了 你这个曾经只忠于自己欲望而活的野兽 居然为了王 竟然能克制自己到这个地步 贝斯迪亚我对你有些改观了呀 贝斯迪亚文言立即怒吼道 那你就不要来妨碍我了 可是 埃利卡却突然对贝斯迪亚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随后她就对藏在迷雾里的宝姐说道 这里可是我的领域啊 你以为你能悄悄地接近我还不被我知道吗 可是我们的宝姐却没有搭话 更没有从迷雾中走出 贸然地去接近埃利卡 只是听到了迷雾中她蹭蹭的脚步声 原来是她选择了绕过埃利卡 跑到了张楚兰他们跟前 看着趴在地上的几人 她好奇地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样 张楚兰听到是宝姐的声音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说道 是宝姐吗 这些东西压得我快喘不过来气了 快想想办法帮帮我们 陆琳这时突然开口说道 楚兰玲珑咱们先别慌 这东西除了粘稠 雨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之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负面作用啊 我现在除了不能维持 逆生三重的状态 也没别的什么事 可是此话刚一出口 陆琳就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 就听她又接着说道 我好像知道点什么了呀 然而她的话音刚落 埃利卡就出现在了宝儿姐的身前 这时陆琳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我知道了 这些粘稠物是我们的念头 陆琳的推断确实没错 可我们的机智一批宝儿姐 因为天性纯粮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可能唯一的念头就是她的绅士吧 所以即便是中了埃利卡的地狱 她的念头也只有清澈的两行而已 根本不足以把她压在地上 对此埃利卡也表示 宝姐是除了被她授权的人之外 第一个完全不受她地狱影响的人 但仔细看了一眼之后 埃利卡才发现 其实宝儿姐也不是丝毫没受到影响 只是从她流出的那两行类就能看出 宝儿姐的念头是那么的清澈和专注 而此时的张楚兰她们在陆琳的提醒下 都开始了原地打坐静心 随着她们的心境逐渐安稳 念头的逐渐减少 眼瞅雾眼看着也随之流出的也越来越少 可是埃利卡看到这一幕后 却没有一点的意外 就听她淡淡的对宝姐说道 我知道有一类的能力者 十分擅长对自我身心的操作 据说你们东方的这一类修饰特别多呀 今天我算是见到了呀 但即使是这样 她们想摆脱我的地狱 那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吧 我想我在制服你之后 足够我去处理她们了吧 说完此话 埃利卡又瞥了眼身后 迷雾中的贝斯迪亚说道 贝斯迪亚你最好老实待在那里 在我的地狱里 你是没办法使用能力的 说完此话后 埃利卡就准备要对宝儿姐动手 可就在此时 贝斯迪亚却突然愤怒地喊道 不能使用能力又怎样 这可是王交给我的任务 除非她亲自取消 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执行下去 听到这话 埃利卡不耐烦地回道 你要是想碍事的话 那就一起来吧 可是还没等她的话说完 宝姐和贝斯迪亚 就已经冲到了她的面前 但就在两人即将要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突然她俩的面前 就张开了一道黑色的门 猝不及防的两人 根本来不及刹车 就这样直接钻了进去 而这也正是 埃利卡的另一个名为天国的能力 宝姐和贝斯迪亚进入天国以后 黑色的大门就迅速地关闭 从外面来看 这两个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在天国内 呈现给宝姐和贝斯迪亚的景象 除了五彩斑斓 就是一眼看不到镜头的虚空 除此之外 还有的就是一条脚下的弯弯曲曲的小路 以及端坐在路的镜头 宛如神明般的埃利卡 然而怪异的却是 宝姐和贝斯迪亚看到的景象 虽然是完全的相同 可他们俩却互相看不见对方 就像他们是在两个世界一样 而此时 我们的宝姐 正用她那机智一批的大眼睛打量着四周 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 她发现出口 似乎就在离她不远处的埃利卡身后 所以她决定先跑到埃利卡跟前再说 看能不能强行闯出去 但是在跑了一阵子之后 宝姐抬头一看 发现埃利卡离她好像还是那么远 并没有丝毫的接近 既然跑没用 我们的宝姐改用跳跃式前进 这次她吸取了上次的经验 硬是跳了好一阵子才停下 可当她抬头的时候发现 埃利卡依旧离她还是那么远 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于是 我们机智的宝姐就改变了方针 朝前不行那就往后 这回她卯足了劲 疯狂地往返方向奔跑 双腿犹如风火轮一般绝尘而去 可跑了许久之后 当她停下脚步回头看时 发现埃利卡离她的距离还是那么远 就像她刚才一直在原地踏步一样 这回我们机智的宝姐彻底傻眼了 满脑袋问号地呆愣在了当场 看到这一幕埃利卡却呵呵地笑了 她在心里按道 是不是很费解 可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们的宝姐在前后看了两眼之后 就极其坚定地选择了往回跑 埃利卡见证暗道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快就去探索另一个方向的家伙面 可这一切都是没用的呀 如果你找不到这天国的其中关键所在 最终也只能乖乖地被困在这里 可即便是找到了又能怎样呢 我身为天国的造物主 你怎么可能在我的天国里战胜我呢 而在另外一边 贝斯迪亚很快也发现了天国的古怪 她愤怒地向埃利卡质问道 为什么我接近不了你 你究竟做了什么 这里是什么地方 埃利卡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和你同为王位 你不能对同样忠于王的我出手 你这个混蛋赶紧把我放出去 可是埃利卡却不急不慢地回到 现在解除天国的话 会连那个女孩也给一起放出来 如果她有了防备 下次再把她关进来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呀 另外谁让你给我捣乱的呀 所以制服她之前 你就老实在这里待着吧 贝斯迪亚一听这话 立马就来了火气 她怒骂道 我叉叉你叉叉的呀 你真应该感谢神术 把你选成了王位 如果你不是位的话 老子出去就立马把你碾碎 埃利卡听到此话 沉默着盯了贝斯迪亚扮上 随后才悠悠地说道 是啊 我也很好奇啊 正好也是机会难得 那就让我也了解一下吧 像你这种人 为什么会执着于效忠王呢 甚至于都达到了 强迫自己的地步了吗 而此时 已经准备释放葬神之死胡的贝斯迪亚 却一脸严肃地回到 我原本就是作为 侍奉神的战士而降生的呀 可是我选择了一个新的神去侍奉 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我们的机智一批宝姐 在奈森岛上 竟被关进了个奇异的空间 宝姐一脸猛逼后 眨了眨她那机智的大眼睛 就选择了扛着手中的大刀 在这个空间里探险 而此时的另一边 贝斯迪亚正告诉埃利卡 说她原本就是作为 侍奉神的战士而降生的 至于效忠内森王 只是重新选择了一个新的神 去侍奉而已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听到这话埃利卡便告诉她 我是知道你的过往的呀 在你当上了元的手里 成为内森位之前 我们就已经对你有一定的关注 后来你又莫名其妙的 被神术选中成为位 我们其他的几个位 便利用手里的资源 对你的生平做了一次彻底的调查 原来你来自于 我祖先所在的相邻大陆 信仰多神的你们 曾在那个大陆上圣极一时 你们的族群有个习俗 那就是让被选中的人 与所信仰的神共胜 如果一旦成功 这个人就能施展 所信仰之神的力量 而这也就是 你们那个文明最高最神圣的力量 你们应该叫他神纪战士吧 而那个时候 你们的文明尚处于分裂状态 各个王国之间 都在以神纪战士为主力 频繁地发起战争 你们相互征伐 占领土地 因为你们都觉得自己 才是在神佑之下最强的存在 直到海外之人的到来 他们带着你们从未见过的力量 也就是尖船和力炮 登陆了你们的大陆 你们才知道 你们的文明在这些东西面前 居然毫无抵抗 之后没过多久 你们的文明就被彻底摧毁 仅剩下的一小部分族人 也只能躲进茂密的 雨林中苟延残喘 而你贝斯迪亚 就是在那些幸存者的后代里 被判定为身体和灵魂 皆为最优者 作为被选中之人 你从可以行走那天 其所接受的所有训练 都是在为一件事而做准备 那就是 在祭祀选定的接受之日 迎接将与你一生相伴的共生体 一个葬于死胡的怨恨之神 也就是说 你贝斯迪亚 是如今仅存的神迹战士了呀 当贝斯迪亚听完埃利卡 讲完这番话后 整个人却显得特别的平静 他也并没有想表示些什么 埃利卡见状又接着说道 后来大量海外之人 来到了你们的大陆 成为了那里新的主人 这些人对当年的神迹战士的力量 特别感兴趣 所以很快 他们就从雨林里找到了你们 而你的控制权 也就从此刻起 由你们族中的祭祀的手中 转交到了他们手上 贝斯迪亚听到这里 冷哼了一声说道 是啊 在他们手里的那些日子 可比跟着那些祭祀时要好得多呀 至少他们让我见识到了 我从未了解过的世界 而我要做的 也就是配合他们做做所谓的研究 再不就是替他们杀杀人之类的而已 或许在他们眼里 我不过是一只愚昧野蛮的禽兽罢 可是这又能如何呢 我只需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就能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我何乐而不为呢 可埃利卡却对贝斯迪亚的话提出了质疑 你最终还是逃出来了呀 你是趁着那些海外人的组织 互相攻击吞并的时候逃跑的吧 贝斯迪亚文言解释道 因为在优质的饲料 也不可能一直满足我的呀 我也不想一直被人控制这样 听到此话埃利卡说道 是啊 你的这个举动我们都能理解 但同时这也是我们困惑的地方 因为你在逃走之后 虽然也经历了新世界文明的洗礼 可是你却完全没有要融入这个文明的意思 你的逃亡之路 完全可以用尸山血海四亿望围来形容 以至于你几乎上了 所有关于能力者的通缉名单 听到此话 贝斯迪亚解释道 从我离开的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了我今后的路 那就是我只为一件事而活 我必须确认自己是自由的 再也不会受任何组织 或是某个人的约束 埃利卡盯着贝斯迪亚说道 是啊 从你的过往 我们就能大约地感受到你的想法 你不可能忠于任何的组织 或是任何人俩 之后你被追得走投无路后 你来到内森岛 然后你又通过自己的力量 成为了乐园的首领 也确实 在这座岛上 只要你不主动去挑心王或者位 就不会有人来约束你 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 可能是你从出生以来 最为自由的时光了吧 但我们都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 你会在败给道调的将死之计 被神术选中成为了位呢 如果你不想成为位的话 神术是不可能选择你的呀 难道你的转变是与道调有关吗 贝斯迪亚听到此话 却选择了沉默并没有回答 埃利卡见状又接着说道 我们后来也对你与道调的这次决斗 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 据说道调刚登上那森岛 加入乐园的时候 好像你们的关系还挺不错的 贝斯迪亚听到这话笑了笑说道 是啊 何止不错呀 当时那个混蛋甚至让我产生了 我拥有了朋友的错觉呢 埃利卡文言吃笑道 哈哈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天真的一面脸 半年之后倒掉他就突然翻脸 向你发出了挑战似的 据说将你彻底的打败了之后 他又用酷刑折磨了你七天之久 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 却要折磨你这么久呢 贝斯迪亚文言平淡的回答 很简单啊 直接消灭一个混蛋的肉体多无趣 而让我这样一个强硬的家伙 身心彻底崩溃才够刺激啊 埃利卡文言又继续问道 我还听说 他在折磨你期间 对你使用了能作用于精神的能力 你觉得这会是你产生转变的原因吗 听到这话 贝斯迪亚冷哼了一声回答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传的吗 随后他便哈哈大笑着说道 众食之蛇 这就是道调对我使用的能力 也没有外人想得那么夸张啊 可能是我对过的能力者太多了 当时那个能力我一接触 我就大概地判断出它的性质量 听了后印象会特别的深刻而已 埃利卡则是问道 那就是说 你不认为自己是受了 众食之蛇的蛊惑才转变的吗 那你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什么导致极度渴望自由的你 在最后一刻 竟像条狗一样爬在地上求活呢 那时的你就好像能为了多活一刻 可以背弃一切之前所坚持的呀 难道最后为了狗活而选择了 向神术效忠吗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 那样的话 术是不可能选择你的呀 贝斯迪亚这世给出了解释 道掉那个混蛋 其实只是用众食之蛇 给我做了一次权衡 当然 就算他不使用这个能力 我也依然认可那个权衡 所以我不能死 最起码在我确认 我拥有自由的可能前 我是不能死的 埃利卡听到此话疑惑地问道 权衡吗 道掉他给你权衡了什么呀 贝斯迪亚则是沉没了片刻后 才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道掉他只是替我算了一笔账而已 这笔账的结果就是 如果我当时死亡的话 我就会彻底丧失 拥有自由的可能性 看着听到他的答案后 正陷入沉思的埃利卡 贝斯迪亚便大声地问道 怎么样啊 你觉得我是受到了 道掉能力的蛊惑 才效忠王的吗 那你就是这 从我的角度来推翻我呀 埃利卡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咧嘴一笑说道 为了自由而效忠内森吗 这个理由的确不错呀 听到此话 贝斯迪亚激动地说道 你是认同我的忠诚了吗 认同我也是为了吗 既然认同的话 那就赶紧把我放出去吧 可埃利卡却淡淡地回道 我说过了 我没办法单独放你出去 而且在了解了你的信念之后 我更有把你关进来的必要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向我展现你对内森的忠诚吧 让我看看你能贯彻到什么地步吧 此话一出 顿时把贝斯迪亚给气得轻金爆起 他大骂道 叉的 埃利卡你不想活了是吗 这可是你逼我出手的呀 随后就听他冷喝了一声 此乎 瞬间他脚下就布满了 五彩斑斓的能量场 但任凭他如何努力地扩张 似乎始终都无法接近 埃利卡所在的位置 察觉到这点的贝斯迪亚 开始在心中暗自盘算 我似乎永远都无法接近埃利卡 以及他身后的那道门 难道眼前的这个埃利卡的出口 是用来迷惑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真正的出口 就应该就在相反的方向吧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直接掉头 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狂奔 画面一转 来到海楚在埃利卡地狱中的 张楚兰他们这边 此时张楚兰他们三个还在打坐 而门德斯他们几个此时 却都有些猛逼 上一秒还在攻击埃利卡的两个大活人 下一秒就直接消失了 难怪埃利卡说让他们别乱动 看来这还真不是在开玩笑了 而在天国内 贝斯迪亚此时已经往返方向狂奔了许久 因为四周都是一个景色 也没有什么太阳和月亮 这种可以推断时间的参照 所以他只能用感官估计 大概应该是已经狂奔了一个多小时了 可真要过去这么久的话 埃利卡或许都已经把那些外来人都解决了吧 就算他不能出手 王和其他位也应该赶过来了吧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另外一个可能 或许天国里的时间和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至于证据 那就是他已经跑了这么久 却依然感觉不到一丁点的体能上的消耗 而且也感受不到任何一丝其他的声音或者气味 另外这里的温度也难以形容 似乎是人最适应 最难以引起注意的体感温度 虽然说也一直在呼吸 但具体呼吸到的是什么 却一丁点都感受不到 最后贝斯迪亚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里什么都感受不到 不过很快 他就想到了另一种验证的方式 冷哼了一声后 贝斯迪亚直接伸手 猛地抓向了自己的右手小臂 可是他却没有感觉到疼痛 随后他又深深地扣了进去 可即使是这样的自残 他也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 而且他刚把手松开 伤口就瞬间愈合 这时贝斯迪亚才明白天国就是一个幻境 在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没有空间和感觉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由埃莉卡说的算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一空间 在这里既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不会有任何感官的存在 万物都像是永恒的一样 就连想要自我毁灭也都会瞬间地恢复 来到这里的人 只能被迫地享受 无尽的空虚与无休止的煎熬 此时的贝斯迪亚 已经往这个空间出口的反方向跑了许久 跑着跑着他心里就开始烦躁了起来 这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心里暗暗地想着 我应该已经跑了十多个小时了吧 还是说已经超过了一天了呀 他按骂了一句后 就突然猛地抬起了右手 随后就砰的一拳打在了脚下的地面上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拳下去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甚至地面上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见状被斯迪亚更加的抓狂 甚至他马上就要抱走了 他大骂的 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感受不到 这特门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但很快他就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 越是这种情况就越要保持理智 不然的话别说从这里出去了 估计活下去都是个问题啊 冷静下来之后 贝斯迪亚就开始分析了起来 目前基本可以确认 这个什么老十子的天国 和外面世界的时间流速是不一致的 虽说我成为位之后 其他的位都对我有所防备 但我确实没做过对王不利的事情 而目前王也需要我的占领 所以王不可能任由埃利卡 他把我封在这里一天的时间 而现在看来 这个老十子的天国 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真实空间层面 都是遵循埃利卡制定的法则构建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刚才的判断本身就是错的 这个天国的出口 就是在埃利卡的附近呢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就决定回到起点再探查一番 趁着现在离开起点还不算远 可他刚转身还没走出几步 就惊讶地发现 埃利卡和那道门竟然从他的视野里出现 这一下贝斯迪亚彻底猛逼了 他按道 我明明向反方向前进了至少十几个小时了呀 可这才往回跑了才几步啊 埃利卡他就马上从我的视野里出现 难道我刚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呢 于是 贝斯迪亚便向埃利卡沉申问他 埃利卡 这里的法则是由你指定的对吧 见到埃利卡没有接话 贝斯迪亚又说道 现在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指定了这里的法则 并且你本人也要服从这个法则 二是你可以任意制定操纵修改这里的法则 那到底是我上面说的哪一种呢 然而埃利卡却依旧沉默着没有答话 见埃利卡不说话 贝斯迪亚冷哼了一声又继续说道 那就让我猜一下吧 十一对吧 听到这话后 埃利卡嘴角竟露出了微笑 见状被斯迪亚又接着往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是二的话 在这个完全受你支配的领域中 你将会有的是办法 暗王的要求制服外来者 根本就不用拖这么长时间 然而这个领域却以你为起点 无论前进多远都只有一条路 从这点就能看出 它并不是为了让进入者迷失而建立的 而且在这个领域内 也不能破坏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事物 所以伤害进入者 也不是这个领域存在的目的 由此可以推测 那么埃利卡是不是你也不能伤害 像我这样的进入者呢 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进入者囚困起来 想来现在那个女孩也跟我一样 在这个领域中的某处游荡吧 听到这里 埃利卡冷哼了一声开口说道 贝斯迪亚没想到你想象力 还真是蛮丰富的吗 这里确实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 很难推断时间 而我平时都会依据呼吸的次数 来推断大致过去了多久 刚才 你只不过是向另一个方向 前进了大约五到六个小时左右吧 这么快就放弃折返回来了吗 你可真是一个没毅力的家伙呀 听到埃利卡话语中的嘲讽 贝斯迪亚却是一脸的震惊 才五六个小时吗 有这么短吗 这时埃利卡又继续说道 我这个天国可是有过很多来访者呀 曾经就有过一个家伙 可是向另外一个方向足足探索了十年呢 贝斯迪亚听到这话彻底傻眼了 他可真没有往返方向探索十年的耐心和本事啊 其次埃利卡只是说那个人探索了十年 可是他并没有说探索了十年就能找到出口 果不其然 但埃利卡又用颇为可惜的语气告诉他 当时那个人要是能再坚持个几十年的话 说不定就能抵达出口了 贝斯迪亚被整得有些崩溃 他生死力竭地吼道 埃利卡你这个骗子 你这一定是在骗我的吧 谁有那耐心竟然在你这里探索了十年啊 埃利卡却黑黑一笑回道 是啊 这谁又能知道呢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就是天国里确实是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的力量 甚至就连我这个缔造者也不行啊 听到此话后 贝斯迪亚便不再吱声 他四处打量了一番 便就转身头也不回地朝反方向跑去 看到这一幕埃利卡却是心中暗精 这家伙还真是够敏锐的呀 他当才说的其实差不多就是天国的本质 不过我确实是把你骗了 以前的确是有很多人被我带进过天国 但能向反方向前进十年的可却一个都没有过呀 而贝斯迪亚在朝反方向前进了大概一周之后 才察觉出埃利卡似乎是在骗他 大声吼了几声后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既然前后都走不通 那就只能另辟蹊径 所以他走到路边往下看了一眼 发现路下面是浩瀚的星空后 他连想都没想 就直接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 然而想象中的高空坠落感 却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在太空里面一样 下降了没多久 贝斯迪亚就发现 自己的脚下竟出现了一条蓝色的细线 随着不断的下落细线也在逐渐的放大 最后贝斯迪亚竟又稳稳地落到了 他刚才跳下去的地方 而他眼前的景象也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随后端坐在路的尽头的埃利卡 和他身后的那道发光的门 也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 埃利卡见状呵呵一笑嘲讽道 这次一周左右才放弃吗 很不错呀 要再接再利继续加油哦 但贝斯迪亚听到这话却并没有生气 他长出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番状态后 对埃利卡说道 我问你一件事你可以选择沉默 但是如果回答的话 那你就要以王位的身份 作为保证不能欺骗我 这里的时间与外面世界的时间 是怎么换算的呢 埃利卡文言沉默了片刻 想了想回答道 天国里的时间 和外面世界的时间换算比率是一笔无限的 贝斯迪亚得到答案后点了点头说道 那么也就是说 这条路的另外一边 其实根本就没有尽头是吧 无论是前进十年百年亦或者千万年都是徒劳的 只要你不解除这个领域 根本就没法出去是吧 埃利卡文言淡淡地回道 我可以答应你解除这个天国 大不了再费些力气 把那个女孩再关进来一次 但是前提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听到有出去的希望 贝斯迪亚当即就问向埃利卡 需要答应她什么条件 埃利卡说道 其实也很简单啊 那就是你要在这里发誓要向我效忠 贝斯迪亚听到这话一脸的惊讶 于是便立即问道 你是脑子有问题吗 你是在用这种白痴的方式考验我吗 我可以现在就向你宣誓效忠 但是你敢相信吗 可是埃利卡却回道 我并不在乎你骗不骗我 来吧 宣誓向我效忠吧 贝斯迪亚仔细想了想后 竟然直接盘膝坐了下来 然后她就对埃利卡说道 没有那个必要了 既然你已经把离开这里的方法告诉我 我干嘛还要答应你的条件呢 埃利卡听到这话却有些惊讶 这时贝斯迪亚又继续问道 埃利卡 被你关在这里的人最长的撑了多久啊 埃利卡想都没想就回道 70年左右吧 贝斯迪亚文言又继续问道 那如果撑不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呢 埃利卡回道 撑不下去的话就会直接崩溃 就算之后他们从天国出去了 他们也会完全放弃进来前所坚持的全部 甚至还会不惜代价地毁掉自己见到的一切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最迫切的就是想尽办法去刺激自己 以填补自己在天国这段时间的空虚 当然最终他们也都会走向毁灭 听到此话后 贝斯迪亚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埃利卡 不过很快她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她哈哈笑着说道 能坚持这么久的人可不会随便碰到吧 我想跟我一起关进来的那个女孩 也坚持不了多久 可埃利卡却一脸严肃地回道 不要在这里自我安慰了 那个女孩可是个就连地狱都无法让其沉沦的怪胎 而天国要想让她崩溃的话 我看至少要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 贝斯迪亚文言沉思了一会儿后 她便告诉埃利卡 我绝不会向你发誓效忠的 即使是谎言也不可能 如果那个女孩能跟你在这里耗上百年 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从现在开始我会跟你一起在这里等着 直到那个女孩崩溃为止 可是贝斯迪亚却突然话锋一转 她又问向了埃利卡你能让我在这睡一会儿吗 埃利卡文言没好气地回道 当然不可能了呀 你是白痴吗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宝姐在干什么呢 此时的她正在眨着她的那双机智的卡兹兰大眼睛 看着什么东西 原来她正在盯着脚下的无尽星空 随后她就慢慢地向下攀爬而去 直到单手挂在路边 然后手就突然松开 最后整个人就向无尽的星空坠了下去 这是一个名叫天国的一空间 在这里既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不会有任何感官的存在 可是我们机智一批的宝姐 却正在这个天国里遛弯 然而她遛着遛着 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 要是从这歪歪扭扭的道路上跳下去 会去到哪里呢 于是她就从路边开始慢慢地往下爬 当她仅剩下单只手挂在上面的时候 她就毫不犹豫地将手松了开来 然后她整个人就向下坠了下去 结果没有任何的意外 宝姐就回到了 一直稳坐在出口前的埃莉卡视线里 看到从空中落下的宝姐 埃莉卡心里却多了一丝疑惑 半个月都不到就忍不住第一次折返了吗 难道是我之前太高估她了吗 可此时的宝姐却是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采慢悠悠地坐起了身 当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七点后 竟然没有露出任何吃惊的表情 而是在看到埃莉卡的瞬间 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原来她是以极快的速度朝埃莉卡冲了过去 就看宝姐此时已经化成了一道残影 眨眼的功夫人就跑出去了老远 可是当她停下脚步后 却发现自己与埃莉卡的距离并没有缩动 竟然还是跟之前一模一样 可是宝姐这时却突然出手 居然将手里的剑朝埃莉卡给扔了过去 然而诡异的是 飞出去的长剑看似是在朝着埃莉卡靠近 可实际上却是离宝姐越来越远 居然那把剑还一直与埃莉卡保持着之前的距离 当剑落地后 宝姐才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与其说是宝姐将剑给丢了出去 还不如说是剑将宝姐给丢回来的一段距离 因为此时剑落地的位置 正是之前宝姐扔剑实战的地方 然而端坐在出口的埃莉卡看到这一幕 确实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随后埃莉卡看到宝姐又从路上跳了下去 当然这次也不可能例外 宝姐又重新回到了起点的位置 当宝姐落地后 她便看了一眼刚刚扔出去的剑 发现剑和她之间还是保持着跳崖前的距离 随后宝姐也不去将地上的剑捡起 而是直接朝着起点的反方向跑了出去 这时埃莉卡看着宝姐的背影 心中却是有些惊讶 虽说宝姐的所有反应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但宝姐这部托尼带水的行动力 却着实让她有些吃惊 不过这些也都无所谓了 因为她一旦开始折返 就意味着她的心里出现了犹豫 开始设想着离开天国的各种方式 可是当她一切的设想和希望都被天国给打破 到了那时候才是她崩溃的开始 真是让人期待呀 第一次折返是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第二次她能坚持多久呢 然而另一边 贝斯迪亚此时已经陷入了疯狂 她此刻正在咧着大嘴嚎啕大哭着 哭累了就抱头低声抽气了起来 可是没过多久 她竟又黑黑地笑出了声音 片刻后贝斯迪亚才从地上缓缓地起身 原来她发现天国这鬼地方无聊到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至少还可以哭 还可以表达自身的七情六欲 所以她便大哭了一场排解了一下心中的欲解 而不远处的埃利卡却是没有心思去管她 因为她的关注点现在都在宝姐身上 她此刻正在心里嘀咕着 那个女孩儿第一次不到半个月就放弃了折返了回来 可这第二次竟然已经探索了三年了竟然还没有回来 真是搞不明白她这脑瓜子里想着的都是些什么呀 可就在埃利卡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贝斯迪亚却摇身一变化身成了批波长荡的哥哥 拿出了她的成名曲野猪Disco 正当她在那唱着 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在胸前画一个彩虹的时候 实在听不下去的埃利卡突然出言提醒到 贝斯迪亚呀 不要再试图用刺激自己的同事 也刺激我的方式来消磨时间了好吗 你越是这样在这里你越是会难熬的呀 贝斯迪亚文言只好作罢 停止了她在天国里的表演计划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 对埃利卡吐槽到 疼痛疲劳困乏饥饿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埃利卡呀埃利卡 你他妈的创造的这还真是个天国呀 埃利卡听到这话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点了点头回道 是啊 这天国本就是我们一族的最高巫术 它本身就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创造的 可是当我的族人们真正完成它的时候才发现 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生活在这个天国里的人啊 最终这才导致这天国沦为了一个只能用来求尽人的工具 听到此话贝斯迪亚却反问道 那你们就不能创造一个精彩的天国吗 如果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 那他当初建立的基础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要是向往刺激的话 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那样的世界 那又何必寻求天国呢 贝斯迪亚听完埃利卡的这一番话后 便抬起了头望向了无尽的虚空 然后就直接朝后一蹈躺在了地上 算是接受了他百年之内无法出去的事实 埃利卡看到这一幕虽然不忍心 却也只能以王交代的任务为主 可无奈贝斯迪亚本身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想让他在天国里安静地待着根本就不可能 待得实在无聊时 他便又探索起了天国 可是当他这次折返回到埃利卡这里后 他便怒气冲冲地问向了埃利卡 我这一次逛了多长时间了 被突然打扰到的埃利卡有些生气 于是他就对贝斯迪亚骂道 才两天啊你这个笨蛋 贝斯迪亚听到此话也不生气 反而问向了埃利卡 我已经离开这里多少次了呀 埃利卡冷哼了一声淡淡回道 94次 贝斯迪亚听到这个次数却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都94次了吗 可这期间那个女孩一次都没回来吗 那她到底离开有多久了呢 埃利卡听到这话 竟将本来就没几颗的牙给咬的搁置作响 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总来来回回的打扰 害得我记错了呼吸 但最少那个女孩已经离开27年以上了呀 贝斯迪亚听到27年这个数字 当场就傻了眼 随即她便问向埃利卡 你在这里醉酒待过多长时间了 埃利卡则是冷冷地回了句700年 贝斯迪亚听到700年这个数字后 直接咽了一口口水 随后她就自顾自地说道 还好还好啊 那个女孩绝对不会超过你这个纪录的 埃利卡听到这话却更是生气 你竟然拿我跟那个女孩来对比吗 我可是独自在这里度过的700年了 听到这话贝斯迪亚还想再争辩两句 可是埃利卡却突然打断她说道 你赶紧闭嘴吧 那个女孩那边有情况了 说吧 埃利卡便闭上了双眼 心神也随之来到了宝姐那边 而此时埃利卡看到的画面 却是我们的宝姐正慢悠悠地朝她这边走来 埃利卡见状暗道 离开27年之久 竟还有这种悠闲的心态走回来吗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察觉到离开这里的方法 故意用这种态度向我示威吗 哈哈 但这可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尝试了呀 可惜啊这对我没用呀 而此时的宝姐正双手插着兜 已经来到了起点的位置 然而让埃利卡更为疑惑的是 宝姐竟然也没跟她说话 只见她走到了地上那把剑的旁边 弯腰伸手把剑给捡了起来 将剑扛在肩上后就潇洒地转身离开 期间完全没有鸟埃利卡一眼 埃利卡剑撞 立即叫住了宝姐 小姑娘你等等 你要干什么去啊 可宝姐的回答却是简单明了 我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出口啊 埃利卡文言却是一脸不屑的问道 你真的是要去找出口的话 还回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你早都已经意识到了 再怎么寻找出口都是徒劳的 是不会有结果的 然而还不等埃利卡把话说完 宝姐就举着手里的剑说道 我是回来取这把剑的 我发现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头 所以我决定先回来一趟 把这把刀戴上 免得找到出口后还得再回来取 埃利卡听完宝姐的这个解释顿时傻了眼 她怎么都无法相信 有人会因为要回来取某样东西 从而放弃走了整整27年的路长 甚至在再度折返的时候 连跑都不带跑了 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往回走 看着宝姐闲听信不回来取东西的样子 好像真的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埃利卡突然想到一点 难道这个姑娘不会是个傻子吧 想到这里 埃利卡对宝姐大声喊道 你给我站住 你可别再走了 那边根本没有出口 卧曹 你是在问我去没去过吗 我当然是去过的呀 那你去过你走到头了吗 那边根本就没有尽头 我怎么走到头啊 宝姐闻言反应了几秒 才挠着脑袋悠悠的问道 那就是说你没有走到头对吧 既然你没走到头 你就不能说没有尽头啊 埃利卡被宝姐的这番话说得有些着急 于是她便大吼道 我是这里的造物主 我说没有这里就没有 当初创造这里的时候 这条路根本就没有设置尽头 怎么可能会凭空产生尽头呢 这是一个名叫天国的一空间 在这里既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不会有任何感官的存在 可是我们机智一批的宝姐 居然一直在这个天国里又弯 然而就在她溜达了27年后 她才终于溜达回了起点的位置 可埃利卡见到宝姐后 却是十分的惊讶 她怎么都没想到 宝姐竟然只是慢悠悠地 走到了地上的那把剑的旁边 然后弯腰伸手将剑捡了起来 随即她就扛在肩上转身离去 期间竟然连鸟胎一眼都没有 埃利卡剑撞连忙大喊道 小姑娘你是这要干什么去啊 被叫住的宝姐淡淡地回道 我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出口啊 埃利卡文言一脸讥讽地回道 既然你还要往那边走 那么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你内心里早已经意识到 再怎么寻找出口都是徒劳的 是不会有结果的 可是还不等埃利卡把话说完 宝姐就举着手里的剑说道 我是回来取这把剑的 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头啊 我就心思着先回来把这把剑戴上 省着找到了出口还得回来再取啊 听到这个解释的埃利卡一脸的猛逼 她怎么都无法相信 居然真的有人因为回来拿个东西 而放弃了27年的路程 而且还是这种连跑都不跑的 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走路 难不成这个小姑娘是个傻子吧 想到这里 埃利卡便对宝姐大喊道 你赶紧给我站住啊 那边什么都没有啊 那边根本就没有出口的呀 那条路是无尽的 可是又被叫住的宝姐 却是一脸奇怪的回道 你怎么知道没有尽头的呀 你去过那边吗 卧槽 你竟然问我去没去过 我当然去过了呀 你走到头了吗 那边根本就没有尽头 我怎么可能走到头啊 宝姐听到埃利卡的回答后 却是呆乱了两秒 随后她才悠悠的回道 你都没走到尽头 你咋就说没有尽头呢 听到此话埃利卡抓狂的说道 我为啥不能说没有尽头 我是这里的造物主 我说没有当然就是没有啊 当初创建这里的时候 我就没有设置尽头啊 宝姐这时却是一脸的疑问 啊你是造物主吗 造物主说的就都是对的吗 可是曾有人告诉过我 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对 反正我还是先去那边走走看好了 听到这话埃利卡更是抓狂 随即她便指着身后对宝姐大喊道 出口可就在我的身后呀 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吗 宝姐一脸诚恳地摊开双手回道 我看到了呀 我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呀 可我这不是接近不了吗 埃利卡文言黑黑的坏笑道 那是不是说明你还不够坚持啊 如果一直继续坚持朝我这边走 没准就能接近我了呢 听到此话后 宝姐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 她就犹如醍醐灌顶般地说了句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呀 随后便转身迈开了步子 朝埃利卡所在的出口这边 晃晃悠悠地走来 埃利卡见状心中却是暗道 没想到这小姑娘还真是个傻子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 傻子确实是比其他人坠落的速度 要缓慢很多 但我既然知道她是个傻子 那我就得改变策略去引导她了呀 哈哈 真想看到 她发现我还是在骗她的时候 陷入绝望的样子 就这样 时间一晃又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另一边的贝斯迪亚 此时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这已经是她不知道多少次问 埃利卡宝姐还在坚持吗 她还在你的天国里溜弯吗 埃利卡文言却是咬牙切齿地回道 你不要再问了 我已经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真是受够了呀 随后她便一脸清津地解释道 已经整整15年了呀 也不知道她哼得到底是个什么 居然就这样节奏从来都没变过的 哼得那个奇怪的吊子 一步步地向我走来 朝着她端坐的出口位置迈着八字 不得已又看了一遍 宝姐嘴脸的埃利卡 忍无可忍地向贝斯迪亚历声说道 贝斯迪亚你他妈的赶紧向我效忠吧 只要你向我效忠 我马上就解除天国放你出去 然后我会再次展开天国和那个女孩单挑 可是贝斯迪亚听到了此话后 却是没有立即回答 两久后她才艰难地对埃利卡说道 埃利卡呀 我现在的确很痛苦啊 在这里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也更比不了那个像怪物一般的女孩 但是你和那个怪物女孩 也让我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我的选择是对的 忠于神术的确能让我接近自由 在这条路上我不能妥协 所以我不能说出任何不忠于神术的话 哪怕是一句谎言也不可以啊 听到此话后 埃利卡也不得不作罢 只是她的心里却在不停地按骂 你这个白痴呢就准备烂在这里 就这样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的宝姐依然还是在她的喜洋洋节奏里 不停地向前迈着小八字步 在宝姐的节奏里 度日如年的埃利卡这次终于爆发 她大吼道 你快给我闭嘴啊 可是被突如其来的喊骂 给打断了哼唱喜洋洋的宝姐 却是一脸的猛逼 埃利卡看到她这一脸无辜的表情 更是血压攀升 随即她便大吼道 你走路就老老实实地走路 不许再给我哼那个破掉掉了 被你弄得我这些年 我满脑子都是那些破痒啊 而且15年了呀 你难道都没有发现我是在骗你的吗 听到此话后的宝姐 却是呆愣了两秒才反应了过来 见状埃利卡怒道 还走 我都说了我是骗你的 你怎么还走 可是宝姐却开口回道 我走一走又怎么样 又死不了人的 听到此话后 埃利卡已经被气得浑身抽搐 她颤抖着说道 你在这里已经跟我耗了这么久了 难道你就不担心你外面的同伴吗 哈哈 他们可能已经被我的同伴们给杀了呀 可是我们的宝姐却是她那摊手反问道 他们怎么样了我也得出去才能知道了 是吧 埃利卡听到这话更是大怒 当即便怒吼道 你不知道什么是重点吗 重点是你这样不管过多久 你都是出不去的呀 文言依然向前迈着小八子布的宝姐 却是淡淡地问了句 那出去的重点又是什么那样 见到宝姐跟她说话的同时 竟然还不忘向前躲步 埃利卡连忙挥手大喊道 你赶紧给我停下 你可别走了呀 我告诉你出去的方法还不行吗 可是我们的宝姐不但没有停下脚步 嘴里竟然还对埃利卡说道 我走不走关你啥事啊 有方法你告诉我就行了呀 见状已经处在暴走边缘的埃利卡大吼了 我现在不想让你走了 你听懂了吗 可是我们的宝姐却回答道 腿在我的身上长着呢 我想走就走 你做人要讲道理的好吧 按道理你要是不想让我走 那就过来把我的腿捆上了 或者说打断了也行啊 你只动嘴可是不行的呀 这样是阻止不了我走路的呀 那要不然你过来呀 随后就看我们的宝姐竟伸出了她的食指 像被斯迪亚勾勾勾后说道 这是一个名叫天国的一空间 在这里既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不会有任何感官的存在 可是我们的宝姐却在这里唱得 喜羊羊与灰太狼溜达了27年 实在忍无可忍的埃莉卡大喊着要她闭嘴 你不要再唱了 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可我们的宝姐却向她勾了勾手指说道 你给我过来呀 埃莉卡被这句话气得当场破坊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我踏马的现在就过去弄死你 但马上她就劝自己说道 埃莉卡呀你一定要冷静啊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啊 随后她就想起了她小的时候 曾在天国里问过她老师的问题 外面的时间真的是不会变的吗 她老师却以极为肯定的语气告诉她 是啊 无论天国里过了多久 外面世界的时间都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即便是一次随意的眨眼 或是一次轻松的呼吸 与天国来说都是永恒的呀 听到此话埃莉卡又继续问道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用天国来对付那些 没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 我们岂不就是无敌的了吗 因为我们可是这里的造物主吧 可她老是听到无敌两个字后 却是笑了笑 随后才说道 你说的没错 在天国里确实没有人 是我们造物主的对手 但这可确实有个前提的呀 那就是我们得是个合格的造物主啊 想到这里 埃莉卡便问向了宝姐 外面的世界难道就没有什么 值得你牵挂的东西吗 就没有那种无论如何 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去做的事吗 宝姐听到此话 则是立马回答 当然是有啊 听到了宝姐干脆的回答 埃莉卡叹了口气后又问道 那些牵挂即是你的动力 也是你的束缚呀 可是为什么你在天国里 被困了这么久 也没让我感受到 你一点牵挂的样子呢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吗 这是为什么呀 可是我们的宝姐 却是一边向前走着 一边回答道 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啊 你问的可太复杂了呀 这些我也不清楚呀 但是我只知道一点 我要是想去外面 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的话 那么我就必须得 尽快从这里出去对吧 一听到这话 埃莉卡就立马来了精神 她顺着宝姐的话说道 是啊 要尽快 要尽快呀 得尽快从这里出去啊 宝姐这时又继续说道 那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脸啊 尽快就是说我不要停下来 要不停地去尝试 而不是去着急 没头绪光想不做对吧 听到宝姐这么说 埃莉卡沉默了两酒后 才悠悠地说道 可万一这里真的没有尽头呢 那你该怎么办呢 宝姐闻言回道 我都说了呀 有没有尽头是我走出来的呀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呀 反正这里也只有一条路 那我就两头都走走试试吗 埃莉卡这时又继续追问道 可是最后你却发现 你只是一直徒劳地在这里行走 最终把生命都耗尽在了这条路上 即便是这样你都无所谓吗 宝姐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就见她思考了片刻后 不打反问道 你说的是一直走到死吗 那样不也算是走到头了吗 埃莉卡听到这话 便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她已经想不出 如何去反驳宝姐 更是也想不出 该怎么去诱导这个傻姑娘 与此同时 在天国的另外一边 贝斯迪亚已经找不到 任何可以刺激到她的东西 所以她干脆躺在了地上 想到刚才埃莉卡说 那个小姑娘那边有变故 她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埃莉卡情况如何呀 埃莉卡没有回答贝斯迪亚的话 又接着问道 从这里出去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贝斯迪亚却依旧保持了沉默 仍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埃莉卡见状 只好自顾自地说道 你知道当我把敌人 和我一起关进天国时 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 就是看着他们 一点一点地 从平静走向崩溃 不管这个过程多么地漫长 但最后的那一刻 都是会到来的 都是值得我去等待的呀 听到这话的 贝斯迪亚终于开口说话 她骂道 我可去你个叉叉的吧 这次估计你等不到 把那个小姑娘拖垮 就先把作为 那森位同伴的我给整垮了呀 听到同伴二字 埃莉卡甘笑了两声 随后她才开口说道 其实我的心已经动了 我想认输了呀 但是我却又不甘心啊 既然我们是同伴 那么你就再陪我等等吧 万一那个女孩 是一个嘴比较 还厉害的虚伪的家伙呢 说完此话后 埃莉卡就没有了动静 她也没再去找过表姐聊天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 因为天国里 没有太阳和月亮 所以也不清楚 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 可能是几个小时 也有可能是几天几个月 甚至是几十年 总之对于 除了冯宝宝之外的人来说 在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里 似乎每一秒都是永恒的 就比如贝斯迪亚 此时的她正处于 彻底崩溃的边缘 在尝试过所有能对自己 产生刺激的行为之后 她彻底躺平 已经实在撑不下去了她 终于再次开口问向了埃莉卡 快告诉我过去了多久了呀 埃莉卡不耐烦地回答 我都不知道告诉过 你不知多少次了 我早已经不再计算时间了呀 雨霸 埃莉卡的眼里 竟突然流出一行青泪 因为她发现宝姐 似乎真的不是在闹着玩了 这个看起来 不大聪明的姑娘的步伐 依旧无比的坚定 这时她在心里 将这个消息默默地 告诉给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 我们可能等到了 那个天国值得拥有的人了呀 不对 应该说是值得拥有天国的人了 可是我却是对不起你呀老师 更是对不起族中的前辈们 因为我不是一个 合格的造物主 而随着埃莉卡内心信念的轮险 宝姐脚下的路也开始了崩塌 可即便是这样 我们的宝姐 也仍是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 看到这一幕 半跪在地上的埃莉卡 缓缓地站起了身 然后就见宝姐 刚抬起的角落下的瞬间 宝姐突然就来到了埃莉卡的身前 看到这一幕的贝斯迪亚 却已是泪流满面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个小姑娘 竟然真的能走到出口 可此时 我们正扛着那把大刀的宝姐 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随口说了句 这不是走到头了吗 然而埃莉卡 却没有理会宝姐说的话 她只是提醒了贝斯迪亚一句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为什么向神术效忠的 更不要忘记 你所追求的自由 从天国出去的那一刻 才是最危险的 可就在贝斯迪亚 听完埃莉卡这番话后 还在猛逼中时 宝姐却已僵守 伸向了埃莉卡 身后那道发光的大门 当宝姐迈出大门的一瞬间 埃莉卡也猛然睁开了双眼 随即宝姐和贝斯迪亚 也在煞时间回到了现实 而一旁看到这一幕的 门德斯他们皆是一脸的猛逼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画面 是宝姐和贝斯迪亚 这俩人瞬间的消失 然后眨眼的功夫又凭空的出现 而埃莉卡却在解除天国的同时 竟也撤去了地狱的迷雾 因为她觉得连天国都无可奈何的人 地狱就更不会有作用了 她望着面前不远处的宝姐 突然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因为经过这次的天国之旅 她发现了之前 在天国的七百年都未曾发现的一件事 那就是她是如此的渴望天国之外的一切 而随着地狱的解除 对张楚兰和路加兄妹 他们压制的念头也随之消失 当他们回过神来后的瞬间 立马就各自散开摆出了迎敌的姿态 可随后张楚兰就发现 宝姐似乎已经摆平了一切 此时正闲停信步地朝他们走来 而另一边的埃莉卡却发现 从天国出来的贝斯迪亚 却正躺在地上瑟瑟地发抖 竟然还在不停地用手抓着自己 看到这一幕 埃莉卡却没有说话 她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对王道歉 没能完成任务的 我居然还让一位伙伴受到了伤害 真是对不起啊王 然而就在此时 她身前的空间突然一阵地扭曲 随后王与李牧璇二人的身影就瞬间地出现 王看了一眼四周后 就听她淡淡地对埃莉卡说道 真是没让我想到啊 以前从未失守的你竟然失守了 可奇怪的确实 我竟然猜到了那个让你失守的人是谁 而此时的张楚兰 看到宝姐竟然还扛着呆瓜的那把大刀 就连忙走过去对宝姐说道 宝姐 这个可不是战利品了 这个得还呀 不远处的呆瓜健壮立即跑了过来 大喊着 那可是我的刀啊 而另一边的那僧王几人 却是一直没有说话 因为贝斯迪亚的状态 看起来好像不太好 原来 贝斯迪亚此时正规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等她缓了一会儿后 贝斯迪亚才用右手撑住了地面 强行地直起了身子 当她抬头发现王正站在自己的身前 她便立即拔出了插在自己右臂里的手指 随后就大笑着说道 自从我像神术许诺的那天起 我的这具身体 我就已经没有资格破坏与支配了 因为我的一切都是静归于您的 我的王啊 宣泄完内心的情绪后 贝斯迪亚如是重负一般地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站在贝斯迪亚身后的埃利卡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并没有说些什么 而王则是呆愣了片刻 随后就对贝斯迪亚微笑着点了点头 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真是辛苦你了贝斯迪亚 可就在贝斯迪亚 想表达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她的瞳孔一锁 眼珠里也瞬间布满了血丝 随后就扑通一声扑倒在了地上 疯狂地呕吐了起来 随着呕吐的不断加剧 贝斯迪亚身上的肌肉也瞬间紧绷了起来 转眼间 她身上的青筋就犹如蚯蚓一般蔓延到了她的全身上下 接着她就嗷嗷大叫着 在地上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可是没过几秒她的惨叫声就戛然而止 人也随之瘫在了地上 王健壮立即就问向了埃利卡 你天国的副作用有这么大吗 埃利卡文言连忙回答 天国可没有这样的副作用啊 他这可能是跟他自己的能力有关吧 听到这个解释后 王便对埃利卡吩咐道 你先将他带回去休养 这里之后的事情我来处理吧 听到了王的吩咐后 埃利卡便立即起身朝贝斯迪亚跑了过去 然后就羞的一声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当埃利卡在出现的时候 她已经带着贝斯迪亚来到了一处幽暗的隐秘空间 看着地上骨骼正随着肌肉不断地紧缩 而发出咯咯声的贝斯迪亚 埃利卡皱起了眉头 她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她可以确定天国是绝不会造成这种状况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当埃利卡带着贝斯迪亚顺移离开后 那僧王这边就仅剩下了张楚兰他们 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 还是张楚兰率先打破了僵局 她对王说道 王 实在是抱歉 我们也不想搞成这样 我们只是想 可是还没等张楚兰的话说完 王就抬手制止了他要再说下去的话语 随后就听王淡淡地问向了张楚兰 只要是你们想 就可以在我们的家园里做任何的事情是吗 张楚兰听到这话顿时急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和贝西莫斯的那些人可不一样啊 王文言反问道 你们不一样吗 随后她就抬起了头看着天空说道 可是哪里不一样呢 看看天上飞的这些东西吧 你们的动作甚至比贝西摩斯还要快 所以你们也不要试图在这里博取我的好感 另外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之前贝斯迪亚真的要是放手去做的话 你们之中的某些人 甚至是你们全部都没法活着站在我的面前了 说吧 王又转头对门德斯他们说道 几位神明你们也辛苦了 赶紧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吧 接到王的命令 门德斯三人一脸激动地应了声势后就离开了 随后王又对李沐玄说道 我并不想杀掉这几个小孩 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接近王城 说吧 王便发动了顺宜的能力 只是在离开前他留下了一句话 既然麻烦是你带来的 那么怎么处理就交给你吧 当王顺宜离开后 场中只剩下了李沐玄与张楚兰他们时 李沐玄却并不想跟他们搭话 就见他一直抬头仰望着天空 不知道在想了些什么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 直到太阳照到了头顶 李沐玄都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终于还是陆林忍不住先一步上前 喊了一声李前辈 李沐玄闻言问道 找我的就是你们两个陆家的小家伙吧 你们族里的那个老东西还没死吧 陆林淡淡地答道 太爷的身子骨要比你硬朗得多 听出了陆林话中的火药味 李沐玄立即问道 怎么你是想给那个老家伙找场子吗 陆林连忙摇头回道 作为小辈的我们可不配 李沐玄见陆林失口否认 便又问道 那你们拼死拼活地来这里找我是要干嘛 陆林摊了摊手回道 我们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 当年三一门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李沐玄听到了此话后 却直接告诉陆林 让他们回家去问他们家的老东西去 这时一旁的陆林龙插话道 三一门的事是太爷的心病 他从来都不肯跟我们提及 听到此话李沐玄沉默了两久 半晌后才悠悠地说了句 看样是伤得挺深啊 文言陆林龙又开口说道 所以我们想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给太爷爷聊聊商顺便也制止他的心病 然而当李沐玄听明白了陆家兄妹的用意后 却扑斥一声地笑出了声音 当即他就说道 你们知道吗 我要是和你们家的那个老东西碰到的话 我俩就只能活一个呀 你们陆家的小孩可真是够孝顺了 哈哈 陆玄龙这时回道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想过 不过能给太爷爷消消气也无所谓了 如果太爷爷要是打不过你 那么我们陆家的人就一起上 到时候我们可不会管他乐不乐意 李沐玄黑黑笑着回道 你们这两个小东西想的还挺周全的嘛 可是你们凭什么让我跟你们回去呢 陆玄龙说道 我们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然而李沐玄却问道 那如果不管用呢 这时陆玄握了握拳头回道 那就扶植一拳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李沐玄就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凭你们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扭断了你小子的脖子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以拳扶我的 说吧 李沐玄身上的杀气就瞬间涌现 见状 一旁的张楚兰与宝姐立马就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陆玄龙见状连忙劝慰道 李前辈 你就别再吓唬我们这帮小辈啊 你要是真想伤害我们的话 早在集市的时候你又何必救我们呢 我可知道你们全信的人可不是什么急功好义的人了 这时被掐着脖子的陆玄也示弱地开口说道 我们复盘了整个事情之后 我觉得您就是因为看到我施展了逆生三重后才出手帮的我们 可是还没等陆玄的话说完 就听陆玄龙突然指着张楚兰说道 说句心里话呀 您现在掐住那小子的脖子都比掐我哥强了 没准我们一心疼那小子就被你给吓住了 其实李沐玄本也没打算真的要对眼前的两个小辈动手 只是吓吓他们罢了 便借颇下驴就松开了掐着陆玄的手 他看着不答应就绝不善罢甘休的兄妹二人 叹了口气说道 看样我要是不答应你们 你们这是真要和我耗上啊 随即他又突然话锋一转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吧 但是你们要答应帮我办一件事 办完了我就跟你们回去 听到此话 陆家兄妹便立即问向了李沐玄提出的是什么条件 李沐玄瞥了他们一眼说道 跟我一起保卫那森岛 在那森岛上 陆家兄妹与张楚兰他们 背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终于见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臭老头李沐玄 可是李沐玄却告诉他们 要想了解当年三一门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你们就跟我一起保卫那森岛吧 等那森岛的事情结束后 我就会跟你们一起回去 听到李沐玄的条件 陆玄龙便问向了陆玄 哥这事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 可陆玄却告诉陆玄龙 这事也不用纠结我们各自拿主意吧 说吧 陆玄就对李沐玄说道 李前辈 之后在岛上我任凭您的拆解 同时陆玄龙也是非常干脆的说道 李前辈 您的要求我也答应了 而一旁的张楚兰见着 却是心中郁闷 他暗道 我靠 我这本来是拉着这两兄妹来冒险的 可这回倒好 好死不死的蹦出来了这么个李老头 现在竟然反过来了呀 可还没等张楚兰接着往下想 陆玄就突然回头对张楚兰说道 楚兰 我也不劝你 这是我们兄妹二人的事你就自辩吧 说完了此话后 陆玄又看了眼宝姐 她想了想又说道 宝宝这事你也别参合了 张楚兰我都没劝她什么 你也就更不用提了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 现在的我别说是接近你了 其实连平时你的资格都没有了 可这时的张楚兰 却没有理会陆玲话中对宝姐的表白 她此时正暗戳戳的想着 妈的这仗可不好算了呀 内森的人我接触过 找人家内森的麻烦我心里 其实还算是有底的 可这回是要直接跟贝西摩斯对上了 但我要是不帮眼前这两个货的话 她俩要是在这那森岛有个好歹 以后陆老爷子那我可没法交代呀 而且要是有一天宝姐的事真露心 蝶蝶让陆老爷子到时候帮上一把 恐怕会直接下杀手杀了我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陆家兄妹俩本身也是被我给忽悠到这岛上来的 就凭这点我也没有抛下人家单独离开的理由啊 想到这里 张楚兰就一步上前 搂着陆玲的肩膀打着哈哈说道 你们这两货要是活着回去了 以后可得感谢我跟宝姐一辈子 陆玲听到张楚兰这话 却只是甘笑了两声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这种愿意舍命留下来陪他们一起的恩情 根本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而此时的李沐玄 在得到了张楚兰他们愿意留下来帮忙的答案后 眼神静瞬间就变得凌厉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此时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 在内森岛上的某处隐秘的空间里 埃莉卡见贝斯迪亚久久未能从痛苦中走出 就找来了有符文能力的王位奥特林德 以及能抚慰人精神的伊莲娜 可当奥特林德找遍了贝斯迪亚的全身上下 也没找到可以治愈的地方 所以奥特林德只能表示 贝斯迪亚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受伤 同时伊莲娜也表示 贝斯迪亚的精神他竟然无法抚慰 这是他从来都没遇见过的状况 所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躺在地上的贝斯迪亚突然开口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 眼下王和神术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埃利卡文言却摇了摇头回道 我们当然不是担心你的安危 而是贝西摩斯随时都有攻倒的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需要你身上的葬神的力量 贝斯迪亚文言则是劝慰道 那你就放心吧 我能感受到葬神的力量还在 而且神术才是我余生唯一该侍奉的神队吧 听到这话 埃利卡先是沉默了一阵子 然后她便伸出了手掌 从掌心里飘出了一团白雾 随后白雾就直接飘向了贝斯迪亚 当贝斯迪亚把白雾吸进鼻腔以后 埃利卡才告诉贝斯迪亚 从现在开始你和其他的魏们一样 可以自由地出入我的地狱了 说吧 埃利卡也不再多说些什么 便转身对身旁的二人说了句走吧 一旁的奥特林德这时却忍不住问道 你这算是承认贝斯迪亚王位的身份了吗 能告诉我在这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吗 埃利卡向奥特林德解释了些什么 我们并不知晓 而作为当事人的贝斯迪亚 在被埃利卡认可之后 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而此时奈森倒的急事 贝西摩斯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接收工作 就在李光要登上直升机之时 他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无人机 或许是因为血脉的缘故吧 比起贝西摩斯他还是更相信公司一些 可他却没有办法 这不是他能选择的事情 就在他忘得出神的时候 他身后被西摩斯员工大声地催促 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光这才缓步走向了带他离开的直升机 因为急事的话是人大剧 早就跟贝西摩斯做好了交易 所以接收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 整个过程都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但是就在接收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 蜜欢竟突然对贝西摩斯的人 表现出了极强的抵触情绪 甚至还破口大骂了起来 本来贝西摩斯的人神经崩地就紧 结果蜜欢这么一骂 他们直接就把枪对准了蜜欢 准备随时用手里的家伙解决麻烦 不料蜜欢根本就不带怕了 被数把枪同时瞄准的他竟还在破口大骂 说是要干架的话他随时奉陪 见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大骏赶紧跑了过来 大喝了一声蜜欢的名字 他大骂道 你这个蠢货你是想搞砸这一切吗 你之前不是已经同意加入贝西摩斯了吗 现在又在这里像个疯狗一样 你这是几个意思啊 随后大骏又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 眼下这形势也不用我多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且退一万步讲 也总好过在那森岛上 过着被链子拴住的日子吧 我们的急事也已经不在了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更何况进了贝西摩斯也没什么不同的 我还是你们的老大呀 经过了大骏的一番劝说后 蜜欢终于安静了下来不再说话 可就在安静下来的蜜欢刚登上直升机 贝西摩斯的人却突然叫住了大骏 随后那人就问向大骏 急事的人全都在这里了吗 好像不对吧 恶病呢 怎么不见恶病呢 当贝西摩斯的人得知恶病已经离开了急事 就连忙质问大骏为什么不阻止他 大骏连忙解释 我们当初答应你们是急事全部加入贝西摩斯 可他要离开急事我就没有理由阻止了呀 对于大骏的这番解释 贝西摩斯的人也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所以他便把电话打到行动总部 告知高层急事除了恶病都已接收完毕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恶病去了什么地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这座岛上 而此时在岛上一处茂密的丛林里 恶病已经完成了再生 此时的他正在嘟囔着 这个再生的身体虽然我不喜欢 但是没有办法呀 眼下这种时候还是再生之后的这种身体更为方便 而在马多通公司的这边 彻人工作也仍在继续 望着皮挺渐渐靠近主舰 钟小龙问向了诸葛青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批了吧 诸葛青点了点头回答 是的 已经没有时间了呀 即便再有人来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因为与贝西摩斯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时钟小龙又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包问道 那些人从刚才就一直在那看着 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诸葛青看了一眼回答 不用理会他们 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而那几个站在山包上的人 正是想带走王位望月武 离开的日本鱼龙会会长 石川信他们 石川信这时正看着 史黎奈森岛的皮花亭感叹道 看看人家 正在努力地保护自己人而努力呢 跟他们比起来 真是觉得惭愧呀 因为我连望月先生一个人都保护不了 石川信见父亲自责便劝解道 父亲 您已经努力过了呀 贝西摩斯不是已经答应你的望月先生 由您来处理了吗 就算之后望月先生想拒绝您 想必贝西摩斯也会对他手下留情吧 可是石川信却拿出了手机 递给了石川坚说道 你还是太天真了呀 你看看这个吧 当石川坚接过了手机 看了一眼后 就惊讶地问道 父亲 您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 难道您在贝西摩斯内部 安插了我们鱼龙会的卧底呢 石川信这时摇了摇头回道 哪有那么夸张呀 只是我稍加地利用了下 他们贝西摩斯内部人的部门而已 其实他们贝西摩斯很久以前 就开展了针对耐森岛的情报工作 甚至他们都已经给岛上的目标 制定了详细的评级 一级是首要目标 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活捉的目标 这其中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内森亡语道调 第二级则是要尽量以目标的生存为优先 如果抵抗过于激烈的话 可以请示上级 上级同意后才可以击毙 第三级则是可以完全由登岛的人自行决定 如果登岛人认定生命遭受到了对方的威胁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击杀 第四级名单里的人物是 只要对方抵抗就可以立即击杀 而最后的第五级 其实都是些位在系统中 陆入的岛民和外来者 既不判断为目标 登岛人也不用主动去接触他们 如若遭到他们的攻击便可直接击杀 而第五级名单上面却只写着一个人名 李沐玄 当石川坚将名单全部看完后 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的自责 原来在二级目标的名单里 不仅有加西亚 以利亚 贝斯迪亚这些王位 还有一些普通的岛民 可是却偏偏将望月物给判定为了四级 也就是说 被石川信视为珍宝的人物 却反而被贝斯摩斯给视为了草剑 然后没过多久 石川信他们头顶的天空 突然响起了一阵飞机螺旋桨的呼呼声 看着不断靠近的直升机 石川信对身旁的众人说了句走法 来接我们的人来了 而与此同时 在贝斯摩斯航空母舰的甲板上 罗恩也看到了来接石川信众人的飞机 他冷哼了一声 石川信还真是个固执的家伙 随后他就打开了对讲机 向所有贝斯摩斯的人发布了命令 开始登岛 随着罗恩的一声令响 世界警察贝斯摩斯攻战弹森岛的行动正式开始 然后树架下面拉着集装箱的武装直升机 就从贝斯摩斯的航空母舰上飞起 当集装箱落地后 无数的武装人员就从集装箱里走出 没过多久他们就整理好了各自的装备 然后就迅速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进发 可是却有一架直升机竟然没有着陆 而是直接朝王公的方向飞了过去 看着近在咫尺的直升机 负责王公外围安全的安东尼 便向王请示道 是否需要将他给弄下来 但王给的回复是 只要没进王公就暂时不需要出手 而在那森岛上的某处 正坐在山顶上的李沐玄和张楚兰他们 也看到了这架飞向王公的直升机 不过李沐玄也没有选择出手 对于贝斯摩斯他还是秉承着不先动手的原则 这时 坐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张楚兰悄悄地问向了陆林 林哥呀 你们要搞事情我肯定是奉陪到底的 不过这是能成的概率有多大 你们有想过吗 陆林说这是有能成的可能 但是概率大不大我说不好 我现在跟玲珑也是在赌啊 听到这话张楚兰便又问道 是在赌李沐玄这个老头吗 陆林瞥了一眼李沐玄的背影回道 对 我们就是在赌李沐玄这个人是个无道的人 这时 坐在李沐玄身旁的陆林龙也开口问道 李前辈 你不是说咱们要保卫这座岛吗 保卫你的外孙女吗 那咱们不用去王城的吗 李沐玄摇了摇头断然地回道 不去 王不喜欢你们 他不喜欢你们接近王城 所以咱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一场大乱的到来 到时候 那些羊毛子被吸摩斯的人 咱们见一个就杀一个吧 可是还没等李沐玄把话说完 张楚兰就在他身后小声地问道 李前辈啊 能麻烦您给我们找点能当脸的东西吗 毕竟我们身份有些特殊 还是避免一些以后不必要的麻烦吧 而此时 刚刚驶向王宫的那架直升机已经落地 接着就从飞机上走下了个人 就见他快步地来到了王宫前 一脸虚情假意地 对着站在王宫大门口的王说道 我真是太荣幸了呀 能得到王宁的亲自迎接啊 但王却面露厌恶地直接回道 回去 这里不欢迎你 可黄毛却没有生气 反而是解释道 我记得内森岛的传统 是在王位更替仪式的时候 是允许外来人登岛的呀 也正是因此 常年都戎罩在内森岛四周的 恶劣环境都消失了呢 我真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宁静的海域呢 真的是很神奇啊 然而王听到这话 却是冷哼了一声回道 这些都是你们强加给我们的传统 黄毛听到此话后 竟然敏锐地抓到了其中的漏洞 当即他就问道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你们的传统是可以改变的呢 另外我觉得 尊敬的内森王 您是不是对我们的到来 抱有着深深的误解呢 其实我们到来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阻止你们这个野蛮血腥的仪式 我们会给你们带来 从未有过的繁荣与文明啊 听了黄毛的这一番话后 王却面带不屑地反问道 阻止 我们需要你们的阻止吗 除了精知被折断后的那场拙劣的表演外 即便是我故意放松了守卫 也依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 另外 真的有以刺杀我为目标 然后成为内森王的人存在吗 就算是这个人真的存在 之后我又被刺杀成功新王诞生 到那时候你们就会乖乖地回去吗 恐怕现在最不希望这个仪式结束的就是你们吧 然而黄毛却说 这些都是您对我们的误解啊 我看你对我们的误解很深啊 王 请您相信我 我们只是想帮助您更好的管理内森岛啊 这里绝对的存在还依然是您呢 说吧黄毛就抬不上前 踏上了台阶向王与王宫的这边走来 王健壮立即提醒道 停下 不许再靠近王城一步 黄毛文言暂时停下了脚步 他说道 王我停下来了不要紧 但是文明的脚步是不会停下来的呀 内森也需要往前进一步的呀 可是王却只是淡淡地看着他并没有再说些什么 黄毛健壮却以为王一定是被他说的有所动摇 他按道 毕竟眼前的这个内森王还是个不经事事的小姑娘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要在语言上一定要顾忌他的立场 但在肢体上 却要慢慢去尝试侵犯他的领域了 想到这里他便说道 王 我想您一定是深爱着内森的 那您应该希望内森是更加繁荣的对吧 那就请接受我们的帮助吧 而我从今以后会竭尽全力地辅佐您 哎呀 请恕我冒昧 我竟然忘记做自我介绍了呀 因为见到您的时候实在是太激动了 而此事黄毛心中确实正在位 自己即将兵不血刃地征服内森岛而在沾沾自行 说吧 他就将脚抬了起来 又踏上了一节台阶 可就在他的脚刚落地时 王的眼神请客间就变得锐利无比充满了杀气 随后就突然一声刀鸣响起 王位望月物瞬间就出现在了黄毛的身后 然后紧接着又是几声枪枪 没有反应过来的几个贝西摩斯士兵 才与早已人手分离的黄毛一起阴生堡地 原来开枪击杀黄毛身后几个小卡拉密 正是一直站在王身侧的王位加西亚 这时 王看着台阶下的几具尸体才淡淡地说了句 虽然我无法决定别人的意志 但是既然你们想来的话 那你们就用自己的鲜血来铺路吧 而与此同时 在贝西摩斯的母舰上 罗恩也通过传回的画面看到了王宫那边的情况 看到黄毛被斩杀的画面 罗恩说道 本以为他会吃些苦头 但哪曾想他在激怒别人这方面还真是有天分的 随后他便愣向身边的四眼 没事吧 你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血腥的场面吧 罗恩的助理扶了下眼镜回道 没事 我还没那么软弱 这时 罗恩转过了身 看着正不断飞往那森岛的直升机说道 弱者与蠢货 任何凄惨的下场都是应得的 这点我在很早以前就有足够的认识了 如果说生存是一场血淋淋的竞争的话 那这次我就会向所有人证明 我罗恩拥有着直面地狱的强大内心 不过这样也很好 既然那森王他做得这么决绝 我们也就省去不必要的寒暄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片刻后 早已整装待发的贝西摩斯士兵们 就接到了一条指令 交受失败 各组请向目标所在地推进 随着罗恩的命令下达 所有的贝西摩斯士兵 都开始向王公的方向蜂拥而至 而此时正在丛林中急速前进的一个小组 在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情况下 突然一个士兵 就感觉到了脖子处传来的一种异样的感觉 随后就是咔嚓的一声响起 他的脑袋竟然瞬间自己旋转了180度 下一秒 这个士兵就腾空而起向后飞了出去 当旁边的同伴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人都已经飞出去了好几十米了 再看这个士兵 此时早已没了气息 剑撞队伍中的小队长便大喊了 可能是三级目标里的0094号 大家赶紧散开 听令后小组队员们便立即向四处散去 然而就在此时 不知道从哪里又射来了树莓油漆包裹着的狮子 眨眼的功夫就又有两名队员受了重伤 其余的小组队员在一阵手忙脚乱地躲避过后 一名士兵终于从石子射来的方向 找到了袭击他们的那个人 原来是在不远处的丛林里 一个黄毛正在将气汇聚于手掌 向他们不停地丢着石子 随后就是一阵枪声响起 一梭子子弹就扫了过去 黄毛也随之连忙闪身躲避 匆忙间他闪身来到了一棵树后 可是人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过子弹 黄毛这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重弹 随后他就两眼一翻 彻底地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见黄毛半天没有动静 小组队长大喊道 先不用去管那黄毛了 094现在还潜伏在附近 他失术时是需要视野的 赶紧封烟啊 此话一出 小队中就有人立马丢出了一枚烟雾弹 烟雾弹落地后 不到片刻 四周就开始烟雾滚滚 将小队成员彻底给隐藏了起来 可是突然间 烟雾就一阵翻滚扭曲 小组队长见状连忙说道 看他这是正在找我们呢 刚才那就是他失术的痕迹 大家注意切换模式寻找目标 说吧 他就率先调整起了 头盔上的旋钮切换起了模式 然而此时 在他们不远处的丛林中 他们口中的094正躲在一处灌木丛林 此刻他看着前方烟雾滚滚的丛林暗道 这情况不妙啊 他们放了烟雾弹 我就无法锁定目标了 但他们这应对我的方式也太顺畅了些了 我还是先撤退吧 可是他刚将头探了出来 烟雾里就传出了哒哒哒的一阵枪响 然后094的身上就多出了无数个窟窿眼 片刻后 两名贝希摩斯士兵便从烟雾中跑了出来 而此时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他们的眼睛此刻正闪烁着骇人的鸿芒 原来他们刚刚开启的正是红外热成像模式 现在在他们的视野里 所有的一切活物都已无处遁形 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枪声响起 剩下的两个神明也被乱枪扫中 贝希摩斯的武装人员快速冲了上去 直接制服了三级目标里的773号和932号 与此同时另外一拨人 也从树林里揪出了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扯出来确认无误之后 小队队长才向上级报告 三级目标094号 林虫 赛亚捕获成功 时间来到正午 集市这边的交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贝希摩斯的武装人员正式宣布 接手了整个集市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 第17战斗小组也上报总部 说他们捕获了三级目标里的972号 537号 954号以及975号目标 已经上传完毕请速来接收 此刻他们仍在持续向前推进中 正行进在山谷里的第27战斗小组上报道 他们已经捕获了三级目标里的679号和876号目标 以留下一人看守请速来接收 其他小组成员仍在继续搜索中 而此时 在一处山洞内的第7战斗小组 却遇到了大麻烦 他们追击的是一个特定的目标 此时他们的队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亡 所以他们才联系总部说 他们需要特殊的装备支援 目前的坐标已经发出请速速支援 这次他们遇到的是一个二级目标 是在二级目标里排名必识四位的人称 硬桥教授的罗迪斯 收到第7战斗小组的报告后 罗恩便对身旁的一个人说道 你们表演的时间到了 而这个没把内裤穿在外面的绿衣超人 正是被西摩斯他们精心准备 对付像硬桥教授罗迪斯他们这样的练体艺人们 看着坐上飞机已经起飞的绿衣超人 罗恩又对身旁的两人说道 根据大剧的情报 肖恩与道调现在都在乐园 猎狗和暴南你们两个现在就出发去他们那里吧 可猎狗听到了此话却是惊讶地问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肖恩单挑道调竟然输了吗 然而罗恩却说 记住你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解救肖恩 另外把道调也给我活着带回来 听到此话 一旁的暴南突然大笑出了声音 猎狗见状对暴南说道 你听见了吗 咱们的正义英雄肖恩 竟然需要咱们去解救了呀 这时罗恩说道 没办法 最近正好世界各地都有状况发生 而肖恩的人都去做世界警察维护和平去了 听到此话猎狗瞄懂个笑的 哈哈我们懂啊 那森岛发生的一切 不适合肖恩他们那派里的英雄看到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管不住肖恩 才不会让他来这座岛呢 不过让我搞不懂的是 肖恩那么麻烦的家伙 你们为什么不放弃他呀 可别跟我说你们没那个能力 让他跟道调彻底消失 听到这话罗恩向前一步 直勾勾地盯着猎狗警报道 你要是不想让自己脑袋里的炸弹爆炸的话 最好就把嘴给我闭上乖乖地去杠火 猎狗文言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嬉笑着说了句 好的主人 当二人离开后 罗恩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心中暗道 你们这些垃圾怎么可能明白 作为FPE兽体罗恩他们的重要性呢 FPE可是为了稳定人体潜能而开发的呀 但是当时的所有的兽体 除了罗恩与道调以外竟然全都死了 而且他们的死因还全都各不相同 然而成功的这样 至今所展现出的潜能似乎都没有达到上限了 以至于到现在他俩的潜能都还没有定位 而且那一批FPE的药剂已经无法复制了 可能那就是个实验室偶然所得的产物 如果成功与否是取决于人的话 那么这个结论会让公司和我个人都很失望 但是成功后的效果着实是太惊艳了呀 公司是绝不会放弃对FPE药剂的研究的 所以就绝不能失去这两个已经成功的样本了 而此时 在内森岛上的乐园里 道调正在告诉肖恩 被西摩斯公岛已经开始了 随后道调又转头问向了小虫 你是自己离开呢 还是要我找人送你离开呢 可是小虫却并没有理会道调 而是问向了一旁的肖恩 肖恩你真的打算要留下来吗 可肖恩却是沉默着并没有说话 这是一旁的道调开口告诉小虫子 之前我把他打扮了 于是我就像一个期望奖励的孩子一样 向他提了一个请求 这可是我们从获得能力开始 逗到现在的第一次了 而我提出的请求便是希望他和我做一个约定 那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留在岛上 并且只能做个旁观者 不能去干涉那森岛上的任何一方 小虫子听到此话后 便又连忙问向了肖恩 肖恩你真的答应他了吗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 可是肖恩却依然保持着沉默没有回答 这时一旁的道调却给出了解释 你问为什么吗 那我告诉你吧 肖恩他之前一定预想了很多 我会要求他做什么过分的事 但可惜的是他不了解我 而不公平的却是我很了解他呀 就像曾经我一度认为 自己是个天生的恶鬼那样 直到我在你们面前消失的这些年 才终于看清了自己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说到这里道调便指着肖恩说道 可是这家伙却依然还是老样子 天然的相信着自己在做的都是对的事情 可是这次我战胜了他 而我要这家伙做的 哪怕就是一次也好 那就是让他放弃自己预设的正确立场 只是要他看着 看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然后再下结论 不过我也很怀疑啊 就算你答应我了 以你肖恩的性格真的会遵守约定吗 毕竟这可是一个和恶鬼的约定啊 我知道你即便是毁约 你也不会违背你那所谓的正义的吧 道调的一番话说完后 肖恩这时突然开口对小虫子说道 小虫子 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可是小虫子看着眼前的肖恩 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事好 片刻后他才开口说道 肖恩 如果你真的要留下来的话 那我就跟你一起吧 肖恩听到小虫子的回答 被气得一时无语 脸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随后他便对道调说道 算了 这孩子很倔的 我是管不了他呀 道调则是笑着回道 行啊 反正我是无所谓了 说吧 道调便向门外打了一记响指 下一秒就见门外走进来了的帽子男 就见这帽子男二话不说 上来就给小虫子做起了脸部按摩 小虫子连忙大叫道 卧槽 你要干什么呀 这是一旁的道调解释的 只是个整容的小能力吧 不会限制你的能力 也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 不信的话一会儿你可以试试 只要你默念一下 交给你的咒语 就可以恢复原貌 听到了此话 小虫子也不再挣扎 就乖乖地把脸交给了帽子男 像揉面团一样揉搓着 没过多时 帽子男便又揉搓起了萧恩的脸 一旁的道调见萧恩吃饼开心地说道 其实这么做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你们更好地做一个旁观者 毕竟以你们的身份 即使是想旁观也很难的 所以还是将容貌改变一下的好 可就在此时 门外突然有人喊道 道调 贝西摩斯他们开始往咱们这边接近了 文言道调便立马走出了房门 而此刻的广场上 却早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看见道调便都嚷嚷着问道 道调 现在该怎么办 然而道调却是淡淡地说道 随便了 就跟以前一样美 你们随意发挥把拳头挥向谁都行 贝西摩斯可以 你身边的人也可以 哪怕是内森卫甚至是我都可以 不过你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 咱们这个曾让你们肆意妄为的乐园 恐怕是要不复存在了 但我个人的意见吗 说到这里道调停顿了一下 随后便歇斯底里地大喊道 那咱们就彻底地狂欢吧 尽兴了之后咱们就爽快地投降吧 向那些生意人展现你们的价值就好 不过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这帮混蛋可以背叛任何人 但是唯独不能背叛自己 咱们乐园难道不是一向如此的吗 而此刻正站在台下的平散 听完了道调的一番话后 立马就两眼放光 整个人都瞬间亢奋了起来 然而不只是平散 几乎是乐园的所有人 听完了道调的演讲后 都嗷嗷大叫着说要狂欢 要打垮贝西摩斯 甚至还有人说要弄死道调 而作为旁观者的萧恩和小虫子 他俩此刻就正站在道调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后 小虫子却是冷哼了一声 心里满是不屑 与此同时 在内森岛上的一处偏僻的山洞内 李沐玄竟然真的去给张楚兰他们 找了挡脸的东西 这时李沐玄对生前的张楚兰他们说道 这岛上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只有这些死人的东西 只要你们不介意就行了 可是张楚兰他们哪会介意这些呢 只要能挡住脸就行了 张楚兰头上的是一顶红色的鬼面 陆琳的则是一顶白色的幽灵面具 而我们的宝姐却是选了一顶 能露出他那一双机智一批大眼睛的铁盔 然而陆琳龙却是什么都没选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恐怕是他爸见了他都认不出他了吧 更何况是贝西摩斯的人呢 各自戴好面具后 张楚兰便掏出了对讲机呼叫起了诸葛青 说让他帮忙联系黄总去确认一件事 可是此时的黄总却没有闲心管张楚兰的事 因为总部大传出了点麻烦 原来是那些已经撤到船上的岛民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突然就一个个的倒在了地上 同时这些人身体的温度也都高得吓人 而就在刚刚又倒下了一个男人 他的妻子正在一旁呼喊着他的名字 老红 你这是怎么了呀 没过多久 得到消息的两名公司员工就跑了过来 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场的岛民七嘴八舌地回到 说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忽然就有几个人倒在地上 连一点预兆都没有 因为没搞清楚晕倒的原因 所以船舱负责人就对手下的几个人吩咐 你们先把晕倒的几个人抬走分开照看起来吧 免得再说什么事情 看着被抬走的几人 公司船舱负责人给黄总汇报道 抬走的几个人中过于危险的 我们都先控制起来 黄总听完汇报后又问道 你跟兄弟们都确认了吗 有没有个叫王国平的 船舱负责人回道 已经确认了 没有发现这个人 随后黄总又继续问道 他们的个人物品呢 有没有携带描述中的那种小球啊 船舱负责人说目前还没有 但是查的也并不彻底 毕竟咱们也不能逼得太紧 别看他们现在一个个可怜兮兮的 不过你也知道 能上内森岛的这帮人 可没一个是善查呀 黄总文言点了点头回道 行吧 那就等到了咱们的地界了 再一个个的好好细查吧 而此时在内森岛上 被细摩四人在推进中的 第八武装小组 与第十五组武装小组 在离王城不远的地方率先会合了 之后他们又向前行进了一段距离 当他们来到了王城前的一片峡谷时 发现峡谷上早已站满了人群 见状小组队长连忙挥手示意停下 可糟糕的确实 在不知不觉间 他们早已经踏入了这群人的包围圈 就见为首的一名红衣法师 此时已凝聚出了一颗巨大的火球 正在身前悬浮 看到这一幕 小组队长立即向队员们大喊道 大家小心 这些人应该就是神术的狂热皈衣团体 也就是神明啊 而那个带头玩火的 正是名为火焰修士的三级零二九号目标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满天的火焰就宛如火山喷发一样倾泻而下 与此同时 在王宫内的神术旁 感受到王城外的战斗已经打响 那僧王便将消息告诉给了他身旁的九大王位们 王随后又对以利亚与阿芳所说道 王城的防御工作就交给你们二人了 而伊莲娜你就陪我留在神术这里了 在必要的时候你帮我一下 见伊莲娜点头应了一声事后 王又继续说道 其余的人就去王城的外围吧 却让贝西摩斯他们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吧 众王位得令后 齐齐回了一声事 他们便一同传送去了不同的地方 至此 内森岛上的大战正是拉开了序幕 而此刻在王城的外围 神明们却早已经开始了属于他们的战斗 火焰法师的烈火越烧越旺 队伍最前面的武装人员 还没来得及躲避就瞬间被烤成了乳猪 而没被火焰波及的人却是一边往后退着 又一边拼了命地朝着山崖上的火焰法师开着枪 可面对无数射过来的子弹 火焰法师却是没有用能力阻挡 也没有去闪身躲避 就只是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 只有离近了看后才会发现 因为射向他的子弹根本就靠近不了他 竟然都停滞在了半空 居然都漂浮在他的面前一动也不动 原来是有一个神明站在他的身后 不停地释放着念能力 替他拦住了所有射过来的子弹 而此时旁边的一个光头男 看到了男人嘴角正在不停地渗血 便讥笑道 挡几颗子弹就这么狼狈吗 男人咬紧牙关回道 这些子弹可够近了 停下他们可比停下你的刀困难多了 这是旁边的火焰法师插话道 杜夏 你小子可不要小看了那些人了 当初不正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枪跑 我们才来到那森岛了吗 听到这话杜夏也不再言语 随即他就不停地挥舞起了手中的大刀 瞬间无数道刚风就被他卷起 静直地刮向了牙下的贝西摩斯武装部队 然后他又怒吼道 上啊 神明们 让这些外来的杂碎们 见识一下咱们的力量吧 说吧他就率先跳下了山崖 朝贝西摩斯的武装部队冲了过去 而其他的神明也紧随其后 纷纷地从崖上跳了下来 而贝西摩斯这边 也立即做出了应对的反应 连忙提枪向他们扫射而去 杜夏见到对方想用火力压制他们 就立刻对身边的神明大喊道 咱们冲进去 接近他们跟他们近身肉搏 然而贝西摩斯这边的人也不是傻子 见神明们想跟他们拉近距离 他们就开始不断地向后撤退 不过他们终归是深陷在神明们的包围圈 而且四周的崖壁上还不断地有神明跳下来 再加上神明们汉不畏死的打反 结果不到片刻 双方就缠斗到了一起 此时在战场中 一个头上套着围巾的猛脸男却是格外的显眼 其实他自己也是深感意外 他按道 子弹的速度对我来说也不算多快啊 就见他上一秒 明明人还在贝西摩斯士兵前方的十米开外 可下一秒人就突然在原地消失不见 然后瞬间就来到了士兵的身前 手起刀落 眨眼的功夫就解决掉了两人 另一边一个赤膊的鸡肉男 一脚就踹飞了一个贝西摩斯的士兵 可哪曾想这个小杂云 竟然在被他踹飞的同时给他来了一缩子子弹 匆忙间 鸡肉男只能双臂交叉护在身前 随着一阵枪声的响起 数枚子弹就静直地射在了他的手臂上 然而那些子弹却只是擦破了他的一点表皮 粘在了他的手臂上 随即便是一阵酥麻的感觉从他的胳膊上传来 他按道 想来这些子弹定是被什么药水给泡过吧 随后他便大声地向对面嘲讽道 你们就是依仗着这种不入流的东西来毁掉我们的家吗 那你们还不如拿酒来把我们都灌醉呢 说吧 鸡肉男就轻抖了一下手臂 将那些子弹都给抖了下来 而此时 在一支不断后撤的贝西摩斯武装部队这边 小组队长突然下达了一道命名 他大喊道 夺取视线 得令后 贝西摩斯士兵们便纷纷地丢出了腰间的闪光弹 随着数枚闪光弹的落地 瞬间刺眼的光芒就席卷了整个战场 这也迫使神明们不得不纷纷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而贝西摩斯武装部队 却是由于有热成像头盔在 他们根本不受闪光弹的影响 随后他们便展开了反攻 一阵急促的枪声过后 神明们顿时就倒下去了一大片 而此时的杜夏也像其他神明一样 像个无头苍蝇一般在战场中乱撞 随着眼睛长时间的无法睁开 杜夏心中的恐慌也在不断加剧 一个贝西摩斯的士兵却在这个时候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他立即就端起了枪就瞄准了杜夏 可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拳头却突然凭空出现在他的头顶 结果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那名贝西摩斯的士兵就被一拳给砸入了地下 随手解决掉了一个小杂鱼后 来人便随手扯掉了身上的披风 看到这一幕的贝西摩斯小队队长连忙提醒队员 大家注意 二级目标07号 女武神奥特林德出现 当他把二级目标出现上报给总部后 总部便立即发来的命令 告诉他们停止继续推进保持安全距离 只要盯住神明和女武神就行 增援马上就到 接到命令后 队长二话不说立即喊了一声撤 说吧便率先的向山谷外撤去 而此时已经睁开眼睛的光头度下看到这一幕 便愤怒地指着前方大吼道 兄弟们咱们一起上 把他们全都干掉 可是奥特林德这时却伸手拦住了他们的去 告诉他们 你们的任务就是守在这里 守住这条通往王城的路 至于清理那些杂鱼 我一个人去就已足够 可是此刻奥特林德心中想的确实 刚才他的那一拳所造成的伤害是意外的低 被我砸进地底的那个名士兵的身体强度 有些让我出乎意料 难道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与岛民一样吗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也都是具有神之子资质的人吗 大内森卫之一的女武神奥特林德 不仅是一身的腱子肉 并且还浑身都布满了符文 随随便便的一拳 就能轰出炸弹爆炸般的效果 他刚一登场 救下的贝希摩斯的武装部队屁滚尿流 立马四处逃窜 可即使他们逃得再远 在奥特林德岛上 奥特林德人还未到 砂锅大的拳头就先到了 随后就是轰得一声巨响 大地也随之阵战 一个贝希摩斯的士兵也就此隔平 反应过来的其余士兵 连忙端枪回身就是一顿狂扫 可奥特林德的周身 却有符文构成的屏障 结果就是只能听到 一阵叮叮当当的乱响 子弹竟然全打在了符文屏障的上 抵挡完一波扫射后 奥特林德便再次使用了 瞬移的能力消失不见 见状 一个贝希摩斯的士兵 立马就掏出了一枚烟雾弹扔了出去 然而还没等他的烟雾弹落地 奥特林德就瞬间出现在了 他的身后一拳挥处 煞时间 这个士兵就暴成了一团血污 而在同一时间 其他的贝希摩斯士兵 也纷纷地扔出了烟雾弹 随着一阵痴痴声的响起 眨眼的功夫 奥特林德就被白色的烟雾给彻底淹没 奥特林德见状也不多做停留 立马再次施展了瞬移的能力 瞬间就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山包 当他向下望去后才发现 贝希摩斯的烟雾弹 竟然将整片脚下的树林都给淹没了 而此时的贝希摩斯的士兵们 也都纷纷找了棵大树隐藏了起来 小组队长看到此刻的奥特林德 已经无计可视 才确定了总部给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虽说王和九名王位 可以在奈森岛上任意穿梭的能力 很是棘手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应付 因为这个能力是由两种途径来施展的 一是需要对岛内地形的熟悉认知 来移动到指定的地点 二是需要定位岛内的生物目标才能移动 可是根据总部给出的情报 能够掌握岛上生物目标信息 是王才独有的能力 而结合现在的状况来看 王应该是无法掌握岛内的全部生物信息 并加以指导未来移动 而为要是想针对目标移动的话 不管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 都必须得先确认了目标的位置才能完成 所以说奈森位虽然很难产 但和我们以前对付的目标 其实也并没有质的区别 对我而言贝希摩斯是天使还是恶魔 更大的力量更长的寿命 为了这些毁掉什么都是值得的呀 想到这里 这个小组队长就瞄准了围绕在奥特林德周身符文的薄弱处开了一枪 可就在他扣响板机后 子弹在穿过烟雾的同时 他的位置也清晰地暴露给了奥特林德 下一秒 奥特林德的左手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右手便是高高的扬起 在蓄力的同时又在拳头上布满符文 随后就听轰的一声巨响 奥特林德的这一拳 竟然打出了犹如炸弹爆炸般的效果 其余的贝希摩斯士兵 舰队长已经挂了便纷纷开始了四处逃窜 而此时 站在被自己轰出的巨坑内的奥特林德 却是在心中暗暴 认为去射击我符文分布稀松的地方 就能打穿我的防御吗 真是个白痴啊 我符文力量的强弱 可是靠排序组合来决定的呀 不过 他竟然能看到我的符文 并做出特定的攻击 果然你们也是有力量的人 与此同时 在被希摩斯母舰上的指挥室内 显示器上正显示着武装部队传回的实时战斗画面 二级九号目标神医安东尼出现 四级一号目标剑胜望月物出现 二级四号贵金属加西亚出现 见到内森卫们已经纷纷对上了武装部队 罗恩的四眼助理说道 我们的预判并没有问题 预想的道路上都出现了神明和卫 罗恩文言撇了撇嘴回道 神明倒是很好解决 至于卫马倒是有些头疼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能随意移动的能力有些麻烦了 说到这里 罗恩便对指挥室的工作人员说道 通知遭遇内森卫的人 后撤也不要紧 只要不停地骚扰 让内森卫们不能随便地脱身就好 随后他又问向了身旁的四眼 针对二级目标的特定组进展怎么样了 四眼则是回道 有的已经捕获了 剩下的也在追击中 目前就剩二级二号贝斯迪亚和二级一号恶病还没有现身 罗恩文言冷哼了一声说道 贝斯迪亚士纳森也无法完全掌握的人 我相信这头野兽一定会自己现身的 可是恶病去哪了 为什么还没找到 四眼助理说道 目前还没有 不过根据我们保存的恶病身体组织的信息 已经利用SP的兽体犬去追踪了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他了 另外那一组的人都是特别挑选过的 并且还给他们配备了高等级的兽体能力者 你尽管放心不会失手的 可是罗恩却说 我担心的是 恶病他脱离即逝后加入了内森一方 要是这样的话 捕获起来就麻烦了呀 然而四眼闻言却是回道 那也只是麻烦一些而已 反正我们都要全盘接管那森岛的不是吗 而比起这个 我现在更在意的是 之前负责清扫的人传回的信息 信息里的内容说 他们所遭遇的能力者 完全不在我们的资料当中 感觉不像是岛民 而且这些人也在明显地隐藏自己的身份 罗恩听到此话回道 我知道这个 情报上还说对方的能力属于炼金一席 随后罗恩便是冷哼了一声 又继续说道 何必隐藏呢 一脸轻蔑地回道 对我们贝西摩斯不满的组织很多 但是除了学会谁还敢真的做什么吗 你知道人称出门就提起了 大慈大悲的肖施主也来到那森岛了吗 他与黑管一直潜藏在那森岛上隐忍不乏 他们究竟是在等待着些什么呢 而这就要从那森岛上的某处丛林中说起 两个贝西摩斯的士兵 正端着枪警惕地查看着四周的情况 突然其中的一个士兵好像发现了什么 然后他立马用手给身后的同伴打了个信号 告诉他 用头盔上的热成像仪看看前面的树丛 当热成像仪打开后 果不其然里面正藏着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确定了目标之后 那名士兵端起了手中的枪 悄悄地瞄准了目标 紧接着就是两发短点射 随着羞羞的两声过后 那个躲在树丛里的家伙 便直接一头栽在了地上 靠近了目标 确认对方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后 一个士兵给上级汇报道 发现敌人一名已经制服 这时另一名士兵怒骂道 妈的这个专门偷袭的混蛋 刚才一瞬间就解决掉了我们的三个人 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 如果不是重要的目标 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目标 那么我就直接干掉他吧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地上男人的手就微微抖动了一下 随后就是一股强大的吸力朝两人涌来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他俩的脖子就已经被地上的男人给牢牢地掐住 这时就听男人开口说道 你俩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你俩我藏得好好的 被你们给莫名其妙地找出来 竟然还说是我偷袭的你们 再说了 你们也至少要搞清楚对你们下手的是谁吧 我可是除了你们两个之外 其他人可没动过手啊 说吧 男人就咔嚓地一声扭断了两个士兵的脖子 而就在此时 丛林里又走出了一个人 他黑黑坏笑着走到了男人的身旁 然后就一把撕掉了自己头上的头套 这人竟然是公司七大临时工之一的黑管 摘下头套后黑管而笑着说道 咱们这次可唠叨了呀 别看这帮人的水平不怎么样 但他们的装备可真不错了 而此时 坐在地上的男人也顺手摘掉了头套 摘掉面罩后 露出的竟然也是一张我们熟悉的面孔 正也是临时工之一的 人送绰号大慈大悲的肖自在 肖自在这时说道 我们现在就换上他们的皮吧 这样在这岛上行动也会更方便些 当二人换上了贝希摩斯士兵的装备后 黑管而连忙嘱咐肖自在小心点 千万别碰到头盔上的实时通讯开关 他会将录下的视频上传回贝希摩斯总部的呀 肖自在文言一脸好奇地问向黑管 你对他们的装备还挺熟悉的呀 黑管却是一脸业余地回答 别提了 我那个领导不拿我当人用啊 哪里麻烦把我往哪送 所以有幸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 听完黑管的解释后 肖自在便将目光 放在了地上的两只白条鸡身上 细细地思索了一番之后 他对黑管而提醒道 你刚才搞定的那几个也要确定一下吧 既然咱俩都换了皮了 那么原主人就不能留下了呀 黑管文言连忙点头同意了他的意见 言罢 两人说干就干 就挖了一个深坑 准备将几个被希摩斯的士兵埋起来 可是就在往坑里扔尸体的时候 黑管突然说道 老肖啊 我得提醒你一下呀 你得收敛一些呀 咱们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可别因为你的嗜好 影响了咱们的整个行动 肖自在文言却是一脸委屈地回答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所以这不先解决一下温饱吗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执行这么奇怪的任务 你说咱们要么就大弹一场 要么就啥都别干 可现在倒好 咱们现在除了知道任务的目标是什么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知 甚至连要不要执行这个任务 都得由咱们自行判断 我现在就盼着能大闹一场满足我的恶趣味那样 不过实在没机会的话 我也只能放弃了呀 黑管听到肖自在的话 却是会心的一笑 随后便对肖自在打句道 哈哈 你跟我们这些俗人可不一样啊 你有佛祖老大罩着吗 说吧 就双手合十做祈祷状说道 你有所愿的话就虔诚的向老大齐寝吧 让他老人家保佑你能大开杀 可是还没等黑管把话说完 肖自在就呼的把枪端了起来瞄准了他 黑管连忙解释道 开玩笑开玩笑啊 肖自在收枪后叹了口气说道 真是纠结啊 要是我齐寝真的管用的话 我倒真希望保佑不要有让我出手的机会 不过可是够呛啊 你看看这些人的装备吧 针对性很强啊 黑管文言沉默了片刻 说了一句近人是听天命吧 咱们尽力完成咱们的任务就行了 上头让咱们干啥咱们就干啥吧 而就在卡当二人组在天空下感叹的时候 岛上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贝西摩斯的士兵在边打边退的情况下 硬是顶住了神明们的反扑 终于等到了总部派来的增援 可这次来的不仅有贝西摩斯的大部队 还有数架武装直升机 而这些武装直升机的主要作用 就是专门用来投放对付神明的炸弹 原来这种炸弹在爆炸之后 并不会造成多么大的杀伤力 主要是在爆炸后 会释放出一种肉眼难以看到的丝线 这种丝线一旦被吸进体内 就立马会让人晕厥 从而失去行动的能力 神明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纷纷地中招倒下 但还是有一些人发现了问题 因为那种特制的炸弹 在爆炸之后会产生一点 特别刺利的味道 眼看神明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皇位安东尼及时赶过来 实践他一步就踏进了 刚刚武装直升机轰炸过的区别 在撕去身上的衣服的同时 又对周围的神明们大喊 都退到我的身后去 随后安东尼就以自己为中心 凝聚出了一股极为强大的乱流 瞬间就把所有黑色丝线都卷到了周身 看到这一幕 被西摩斯小组队长连忙发号施令大喊 都不要停下 全力开火 射击那个王位安东尼 但安东尼有乱流作为品杖 枪弹这种东西对他来说根本就毫无作用 当他把所有的黑色丝线都聚集到一起了 他就抬起了左手释放出了雷 顷刻间就将全部黑色丝线给销毁带紧 眨眼的功 安东尼的左手又凝聚出了一把雷电长枪 随后他就开始蓄了 做起了抛制的姿势 只不过他这次瞄准的目标 并不是地上的那些开枪的士兵 而是飞在天上的那些 投放特制炸弹的武装直升机 下一秒已经蓄满力的安东尼 就将雷电长枪制了出去 再看天空中的直升机 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在轰的一声巨响中就化成了碎片 而此刻 看到这一幕的神兵们却是士气大增 都在为他们的内僧位 干掉了一架直升机而欢欣鼓舞 可另一边的贝希摩斯武装部队 却并没有因为被摧毁了一架直升机而退缩 他们的枪口依然对着安东尼不停地输出 可是安东尼却是脚踩着雷电 在犹如雨点般的枪林弹雨中闲停性能 他几个跳跃后人就消失不见 刹那间 他就来到了紧名贝希摩斯士兵的身子 然后他就立即双手扶地攻腰蹲去 摆好了冲刺的架势 以极其野蛮的方式 瞬间人就向着贝希摩斯的士兵冲了过去 然而当贝希摩斯的士兵反应过来 将枪口对准他的时候 他人竟又瞬间地消失不见 看到安东尼的这个战斗姿态 贝希摩斯中的一名士兵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真的存在这种人吗 那可是在我的家乡被作为神话所传奉的 他们受试人禁容 受试人膜拜 因为这些人都是住在奥林匹克山 拥有神之力的足异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悬浮在战场上空的一架被希摩斯武装直升机 他的舱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 而此时的安东尼确实又看准了一个新的攻击目标 就在他正迅速地向那个目标冲过去的时候 飞机上突然跳下了三个身着黄衣的人 转眼间 他们就落到了安东尼的身体 将他给彻底地包围了起来 察觉到有新的敌人加入战场 安东尼立马停下了攻击的动作 站在了原地观察起了这三人 只见这三人都身着紧身衣 分别是满脸横肉的头套男 涂着烈焰红唇的长发 以及穿着黄色外套的眼镜男 眼镜男正是对身后的士兵分拒的 你们去对付神秘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安东尼听到这话确实没有出声 只是暗中在手里偷偷地凝聚起了雷弹 头套男看着安东尼 扭了扭脖子挑衅道 怎么样啊 让我们见识下你这就是什么力量的 然而安东尼却没有做什么对手 直接就将早已凝聚出的雷弹给甩了出去 可是头套男却并没有博闪 而是用双手护在了身前 并用能量包裹住了自己的身体 准备要硬钢下安东尼的这几雷弹 随着咔咔声的不绝于耳 头套男竟直接被雷弹给推出去了好几十年 然而雷弹却并没有消散的技术 仍然一直在他的身前劈啪作响 见状 头套男便立即大喝了一声 爆发出了股强大的力量 这才彻底化解掉了安东尼的雷弹 头套男这时才一脸兴奋地说道 不错嘛 竟然能让我费些力气才能挡下来 那是不是说这要是在滚蛋 我也有接受众人膜拜的资格了呀 说吧 头套男就猛地张开大手 朝安东尼一把就抓了拐 然而安东尼却是嘴角微微上扬轻裂了一响 在头套男要抓到他的时候 他才施展出顺移的雷弹 然后安东尼瞬间就出现在了长发女的身后 他抬手就凝聚出了一发雷弹 打算先送长发女去见上帝 可是就在此时 一道像胶皮糖似的红色光弹进朝安东尼袭来 原来是不远处的眼睛男 及时出手射出的这道红色光弹 无奈之下 安东尼只好抬手硬接下了这道光弹 被击退了树米后 安东尼刚刚稳定住身形 就发现身前漂浮着树莓正不停如动光球的长发 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 下一秒 他身边漂浮的光球就化成了条状 犹如触手一般朝安东尼抽打的怪 安东尼则是立马脚化成雷电 瞬间就弹射到了一旁 躲避开了长发尼的攻击 再看长发尼的脚下 此时已是满地的沟壑 而这时的紧身一三人组 又以三角形的布局重新将他给合围了起来 然而安东尼此时竟闭上了双眼 感受起了战场上周遭的气息 之后他就施展出了瞬移的能力消失在了原地 当安东尼再次出现时 手里紧握雷弹的盘 人已经来到了两名被西摩斯士兵的头顶 之后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泥土碎是飞剑 两名被西摩斯士兵也被轰飞了出去 另一边的紧身一三人组舰转 连忙朝安东尼所在的方向跑去 这时就听头套男对着通讯器大喊的一句 迎射手你给我盯住他呀 他不会脱离这个战场的 而此时 在高空中的直升机上却传出了一句 放心吧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原来在直升机的舱门前 一个苍蝇头的变异人正在端枪瞄准 正像他迎射手的名字那样 他的能力就是拥有着苍蝇的无数复脸 这些敷衍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并且可以快速地捕捉到目标的方位 和计算出自身与目标的距离 从而快速地做出判断和反应 而就在此时 正在清理杂兵的安东尼 好像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说时时内事快 安东尼猛地向旁边一个闪身 才堪堪地躲过了飞机上的黑枪 当安东尼一个180度大回魂 稳定住身形后 才发现手臂上近多了处擦伤 反应过来后 安东尼立即瞄准了天上的直升机 他必须立凝聚雷枪 可是还没等他将雷枪制出去 紧身一三人组就突然冲到了他的身前 后来无奈安东尼只好再次施展顺义的能力 躲开了头套男弓向自己的一技重拳 而这次安东尼却并没有顺义出多元 只是顺义出了紧身一三人的包围圈 在他们的身后现出身形 冷漠地打亮着眼前的三人与天上的直升机 不知道在想了些什么 头套男见状心中暗倒 不到处乱窜了吗 看来他也是明白了 有我们在 他是无暇顾及别的了呀 话说回来 他这个顺移的能力比想象中还要麻烦 不过好在给那些挡在王城路上的神明们足够的压力 他就没法远离这里 我们之前制定了 对付他们顺移能力的方案就是给予足够的压制 只要配合得好 我们这些开发出天赋的进化者 就足够压制这些奈森卫了 与此同时 在奈森岛上通往王城的另一条路上 一伙被西摩斯的士兵正在一边往王城的方向奔跑 一边嬉笑地议论着 原来是因为其他通往王城的路上都有神明和那森卫祖人 而他们这边却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们未能第一个到达王城而高兴的时候 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正站着一人 走近后却发现 这人正戴着东帽完全看不清他的脸 见状 被西摩斯的士兵连忙举枪大声地呵斥 把帽子摘掉 让我看清你的脸 那人听到这话也没有言语 只是很听话地动手将帽子给缓缓地摘掉 等他摘掉了帽子后才看清 原来正是经历了天国之后 变成了帅哥的贝斯迪亚 但是被西摩斯的士兵们 却并没有在他们的资料库里 找到贝斯迪亚的这张脸 于是小组队长便冷声地说道 真是个幸运儿啊 他要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说吧 他就带着小组的队员们缓步地上前 他们便也不再理会贝斯迪亚 快速地朝王城的方向走去 可是 就在他们与贝斯迪亚擦身而过之时 贝斯迪亚的嘴角却忽然微微地上扬 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原本长得像头大狗熊的贝斯迪亚 跟宝姐去了趟天堂后 回来没几天竟然变成了帅哥 而此时 他正站在一伙贝西摩斯武装士兵的队伍中间 因为就在刚才 贝西摩斯的小组队长 并没有在系统里找到他这张变帅了的脸 所以便不再理会他 就带队快速朝王城的方向走去 可是就在他们插肩而过之时 贝斯迪亚却突然嘴角微微上扬鬼魅的笑笑 下一秒 路过他身边的两名贝西摩斯士兵 突然就惊呼出了声音 因为他发现脚下的地面竟突然变得五彩兵纷 随后整个队伍便都陷入了其中 黄毛队长见到脚下色彩斑斓的能量 忽然想起了些什么 可是就在这时 贝斯迪亚身边的士兵就举枪向他立声问道 这些是什么 是不是你搞的鬼 见贝斯迪亚没有回答 士兵便出声骂了 你这个混蛋赶紧回答我的问题 要不然我开枪了 眼看着这名士兵就要开枪 黄毛队长连忙出声阻止 他连忙拦住了那个士兵 向贝斯迪亚轻声问道 你能听懂我们的语言吗 回答我你是谁 这时贝斯迪亚才淡淡地回答 这很重要吗 黄毛队长文言回答 在我们贝西摩斯的资料库中 具有着大片彩色能量场的只有一个人吻合 那就是内森位之一的 拥有神迹能力葬神之死胡的贝斯迪亚 贝斯迪亚文言笑道 你们了解得很清楚吗 这些都是你们从以朝继承来的吗 可黄毛却是不打反问的 难道你真的是贝斯迪亚 随后他又想了想说道 算了我才懒着管 你为什么外形会跟资料里不符呢 但你如果真的是贝斯迪亚的话 那么我们就绝不会是你的敌人 因为我们不但不会伤害你 还会给你带来你一直追求的自由 贝斯迪亚文言一脸疑惑 黄毛见状心中暗自庆幸 贝斯迪亚他没有进一步发动能力 看来是真的被高层们说中了呀 只要提出自由贝斯迪亚就会迟疑 看着一脸疑问的贝斯迪亚 黄毛又立即说道 这都是我来之前 那些穿着西装的混蛋们的说辞 其实我也很讨厌他们 不过有些东西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不牵扯在我们和奈森岛这件事里 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外之前毁掉你的家乡束缚你的乙朝 早已经被我们给摧毁了 我们贝西摩斯也不会限制你任何的自由 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们还会提供给你单独离开这里的渠道 并且还会给你准备好 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的身份 听完了黄毛的一番话后 贝斯迪亚陷入了沉默也不知道在想了些什么 黄毛见状又继续说道 看样你是对我说的话有所怀疑啊 那你见到这两个人就一定会打消你的疑虑 说吧 他就掏出了对讲机对贝斯迪亚说道 这两个人是专门为你而来的 他们早都登倒了 一直在等遇到你的消息 片刻后 贝斯迪亚的头顶就驶来了一架直升机 然后直升机就着陆在了贝斯迪亚的身前 贝斯迪亚就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 看着飞机上走下来的两人 黄毛连忙上前说道 贝斯迪亚你还记得这两位吗 原来 这两人中的老者就是贝斯迪亚被关在以朝时 唯一把他当作世人 并一直试图保护他的莱利教授 而另一个高大威猛一身红色紧身衣的女 则是与贝斯迪亚同为以朝实验体的暴女 而且据说 他与贝斯迪亚之前还有过一段微妙的露水情缘 之后随着以朝的崩溃 这两人也被贝西摩斯给保护了下来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一张帅脸的贝斯迪亚 莱利教授一脸疑惑地问向身旁的暴女 她真的是贝斯迪亚呢 现在咱们脚下真的有死胡吗 不是一人的我可什么都看不到啊 可暴女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直接问向了贝斯迪亚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贝斯迪亚文言却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们的样子倒是没什么变化 暴女冷哼的一声说道 我还是更喜欢以前像狗熊的那个女 见暴女证实了眼前的人就是贝斯迪亚后 莱利教授立马打断了二人的叙旧 开口说道 贝斯迪亚你跟我走吧 旁边的暴女也立马帮腔说道 是啊 没有必要卷进这种冲突里的 与此同时 在贝西摩斯的母舰上 罗恩与四眼助理 此时正在看着屏幕上贝斯迪亚那边发生的一切 这时四眼问向了罗恩 你真的打算要放走那家伙吗 罗恩亲吻了一声回道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头怎么样的野兽 强行拘禁可是没有办法控制她的呀 虽说以朝当初看到了她能力的破坏力 可却完全没有看到她这个能力背后的真正价值 那可是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完美融合 她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 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一定要让她这个人真正的配合我们才行 至于控制她的手段并不一定只能用恐怖和暴力 针对不同的对象 我们要做出不同的调整 而且她与其他的未不同 她是为了活命才成为未来 所以我们要给足她一直想要的自由 不过当我把她一直栖息的森林烧光之后 她这头野兽又能去哪呢 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真正的独立呢 终归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能接纳她的地方 回到那个愿意接纳她的人的身边啊 贝斯迪亚这时开口问向了面前的二人 你们俩也是来毁灭这里的吗 莱利教授文言连忙回道 不是啊 我对这里发生的事可没什么兴趣 难道你不也应该是一样的吗 旁边的暴女也连忙插话道 你不是一直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吗 跟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之后我们想去哪里生活都可以啊 可听到这话的贝斯迪亚 却是伸出了手 指了指一旁的黄毛说道 那这么说啊 打算要进攻这里的就只有他们了是吗 说吧 他就发动了葬神之死狐的能力 只见地面上的那些五彩斑斓的能量 瞬间就伸出了数条粗壮的手臂 眨眼的功夫 就将贝西摩斯的士兵全部都给握在了手里 一旁的暴女健壮立即怒骂道 贝斯迪亚你这个混蛋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贝斯迪亚却是呵呵笑着回道 我可是那僧位啊 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是要消灭掉进攻奈森岛的敌人呀 说吧 他就将正在五颜六色的手掌中 拼命挣扎不断求饶的黄毛 连同着其他贝西摩斯的士兵们 一同都给拖进了死湖的湖底 你能想象吗 长得犹如狗熊般的贝斯迪亚也会有女朋友吗 而且还是一个一身锦衣身材火辣的女超人 然而当他看到了贝斯迪亚如今这帅气的模样后 他竟然说更喜欢的是像大狗熊的那个贝斯迪亚 然后他又说 只要贝斯迪亚肯跟他离开 就给他生一百个熊崽子 但哪曾想 贝斯迪亚竟然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你们是来攻击那森岛的吗 在得到了不适的答案后 贝斯迪亚就立马施展了死湖的能力 将贝西摩斯武装部队全都给抓了起来 随后就将他们全部都给拖进了湖底 不到片刻 五彩斑斓的死湖就归于了平静 莱利教授见状瑟瑟发抖地说道 真是让我难以置信你这样的人 竟然会 会 贝斯迪亚看着被气的 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的莱利教授接口说道 我会什么 会成为一棵树的眷属是吗 会为了这个千年以前就该灭亡的团体卖命是吗 一旁的暴女文言怒吼道 什么狗屁内森位 你现在不就是给人家看门的吗 随后他就运转起了全身的力量 大吼道 我看你就是脑袋被那棵树 还有那个诡异的女人给控制 那现在就让我来揍醒你吧 说吧 他就朝贝斯迪亚冲了过去 可还没等他冲到贝斯迪亚的身前 就被地上突然伸出的能量巨手 给牢牢地握在了掌中 一旁的莱利教授健壮 连忙上前一步说道 贝斯迪亚 很明显你是知道那森岛现在的处境的 就像当初在以朝 所有的人都把你当成野兽 可我却是很清楚 你有着远超常人的智商与非凡的意志 如果你要是生在文明的世界 你一定是一个杰出的人 可是你所遭遇的一切只能归结于命运 但是摆脱命运的束缚 不正是你一直所追求的吗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自己的命运 捆绑到这座岛上呢 现在你明明有获得自由的机会 你完全可以去没人的地方生活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甚至也可以帮你融入这个世界 我现在就可以让贝西摩斯 给你提供单独离开这里的通道了 到底是什么把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贝斯迪亚听完了 莱利教授的这一番话后 却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们应该感谢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要不然刚才你们就已经被我拖入死湖了 贝斯迪亚的话音刚落 莱利教授的身后就传来了一阵估计声 原来是贝斯迪亚控制着死湖的能量 将刚刚拖入湖底的直升机又给送了出来 接着就是刷的一声 贝斯迪亚又将暴女给甩回到了莱利教授的身旁 做完这些后 贝斯迪亚看着二人不耐烦地说道 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然后贝斯迪亚就在莱利教授的满脸无奈 与暴女的一脸怨毒中 目送着他们离开了那森岛 就此贝斯迪亚也彻底成为了一枚老光棍 而在同一时间 在贝西摩斯的母舰上 得到消息的罗恩正在怒骂着 那个该死的野兽什么时候变成中拳了 干他娘的 我的两个小组就这样全灭了 这时四眼问道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以那个贝斯迪亚的能力 如果他要是决心与我们对抗到底的话 我们很难活捉他 一直在来回夺步的罗恩想了想回到 叫狩猎小组过去 还是以活捉为主 这时四眼又问道 你确定贝斯迪亚会老实地 待在原地等待咱们的狩猎小组吗 罗恩则是回道 如果他真的打算以为的身份 与我们对抗的话 那他就绝不会离开那里 你知道那个通往王城的方向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吗 他是害怕他在施展能力时 稍有些闪失就误伤了友军 真是难以置信啊 这个家伙在岛上都经历了些什么 居然学会了去守护 随即罗恩又冷哼了一声说道 也好 至少莱丽和暴女回来了 这也证明我们这些外部世界的人 并非完全无法打入他们的内心 只是可能会付出些更大的代价而已 而与此同时 罗恩口中的狩猎小组 已经出发前往了内森岛 这时四眼又对罗恩说道 另一个二级目标 恶病我们已经接近了 他除了生命力顽强一些 破坏力就跟贝斯迪亚完全没得比 我想我们应该会很顺利吧 罗恩不屑地回道 他只是个小菜 他身后的那群名为明露的混蛋们 才是我们真正要击溃的 无论其他人怎么评价我们贝西摩斯 但是在面对明露的那群疯子时 我们就是英雄 而此时 在内森岛上的某处 受命前往寻找恶病的贝西摩斯小组 在两头变异犬的带领下 正在快速地接近目标 正当他们在靠近前方的一处灌木丛时 灌木丛里就突然射出了两道触手 瞬间就插进了在前方带路的 两头变异犬的肚子 贝西摩斯士兵剑转 连忙集火向灌木丛中 射出触手的位置一顿伏手 可是却看到那个位置 竟窜出了一道人影 不停地到处乱窜 根本就捕捉不到 见状一个士兵怒骂了一句 该死的 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可他的话音刚落 那道人影就突然从草丛中 窜出直奔他而来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一记中拳袭来 打得恶病眼见着下巴都脱了久 原来 是一名浑身上下 犹如钻石一样的贝西摩斯受体士兵 及时出手将恶病给打飞了出去 可钻石男刚将恶病给打飞 一个体型娇小的女性受体士兵 就脚踏着钻石男的肩膀冲了出去 瞬间他就冲到了 还在盗飞中的恶病身前 随后就是俯冲而下 将恶病给砸进了地底 紧接着他又将恶病给抓了起来 就这样双手推着恶病 在地面上向前摩擦 这时才反应过来的恶病 连忙射出带着尖刺的触手 扎向了蜜蜂女 蜜蜂女见状 立即向旁边一个闪身 躲开了恶病射来的触手 哇哇地大叫了几声红 就立即挥出了另一根触手 将身前的钻石男给抽飞了出去 可是被西摩斯这边 却是完全不给恶病喘息的机会 已经追上来的几名杂兵连忙几火 瞬间无数颗子弹 就全都倾泻到了恶病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一直悬浮在恶病头顶的蜜蜂女 也已经蓄力充能完成 就停轰的一声 一道冲击光束便从她的双掌中射出 还没反应过来的恶病 请客间就被冲击光束给烫得哇哇大叫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数秒钟 直到地面被轰出了一个深坑 蜜蜂女的光束炮才能量耗尽结束了轰击 看着浑身交呼冒烟的恶病 两名被西摩斯士兵慢慢地向坑里走去 这时其中一名士兵问道 不会做得太过将他给干掉了吗 另一名士兵回答 应该不会 数据库里描述他可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怪物 可就在这时 钻石男突然在他俩的身后提醒道 你们这两个混蛋 别靠他那么近啊 钻石男的话音刚落 就看一个条状物突然窜出 静直地扎进了一名被西摩斯士兵的大腿 这时被西摩斯的士兵才看清 原来扎中他大腿的是恶病吐出的舌头 随后恶病就迅速地收回了他的舌头 立即起身扭着他那浇糊肥瘦的屁股 开始了夺路路奔 钻石男与蜜蜂女健壮连忙朝着恶病追去 这时钻石男边跑边提醒道 即便是把这家伙的四肢都砍掉了 只留个脑袋他也能活着呀 而此时被恶病的舌头扎中了大腿的士兵 突然抱头惨毫了起来 另一名士兵见状说道 看样他是被感染了 可是就在此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打斗的声音 吸引了他俩的注意 原来是钻石男与蜜蜂女已经追上了恶病 此时三人已经打在了一起 他俩又看了眼还在地上惨毫的那名士兵 便立即丢下了一句 我们先去搞定那个怪物 说罢就起身朝坑外爬去 可当他俩刚从深坑里爬出 身后的惨叫声就突然戛然而止 随后他俩就感觉到背后传来了一阵恐怖的杀意 紧接着一名士兵的脑袋 就被坑里窜出的那名士兵给一拳击爆 另一名士兵刚反应过来 他正要回头 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脑袋 给无情地按在了地上 而此时另一边的恶病 却正在惨毫连连 原来他已经被钻石男在身后 给牢牢地锁住了身体 逆风女却正在一旁给他无情的截志 就在两人打算 要将恶病变成人棍带回母舰的时候 一只大手 竟突然地在钻石男的背后伸出 抓住了他的脑袋 下一秒就是他的一声 一只大脚就踏上了他的肩膀 同时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也对肿了他的眼睛 下一秒枪管就无情地插进了他的眼窝 随后就是哒哒哒的一顿子弹疯狂地输出 看着血花似箭腾的哇哇大叫的钻石男 那个士兵抬一个纵月从他的身上跳了下来 这时 一旁看到这一幕的蜜蜂女心中暗躁 这家伙是被恶病给感染了吗 可是不对啊 他这也太快了吧 资料上明明显示的是 恶病的感染者是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间煎熬啊 而且感染者也不可能这么快适应新的身体 所以他绝不可能是新的感染者 想到这里 蜜蜂女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任务失败了 只见他立马就开始转头逃跑 可是在他身前的恶病怎么可能会放到他 见到蜜蜂女要跑 恶病就立即射出了舌头缠绕上了蜜蜂女的小腿 蜜蜂女突然感觉到前行受阻 她瞬间大胆不妙 可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入眼的却是那名士兵已经高高的跃起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然后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蜜蜂女就被那名士兵给轰在了地上 然后便是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咔咔声 各种零件就开始了不停的飞溅 原来是那名士兵正跨坐在蜜蜂女的身上 疯狂地拆卸着他的零件 而恶病却是一直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直到那名士兵停止了拆卸的动作 扔掉了手中最后的零件 他才长叙了口气 当看到那名士兵要摘掉头盔的时候 恶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竟然扑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这时就听那名士兵开口说道 即使你是个没有脚也没有名字的低等眷属 但你也是我们名录的一员啊 也是恶的崇拜者和皈依者啊 可你却竟然会想着跟岛民们一起上被西摩斯的船 难道你不知道 一旦上船了后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听到这话 恶病瑟瑟发抖地回道 可即使是那样也好过被你们找到了 士兵看了眼恶病说道 总归好在你还没有上船 不然的话我还真不好找下手的机会 其实我和那些名字还不太一样 我对你们这些眷属还是很关心的 我知道你是个有些特殊的眷属 你不仅有了自己的特殊能力 而且还能做出背叛的行为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次机会 回答我的问题吧 回答完后我会让你死得轻松一些 你为什么要离开名路 恶病文言说道 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向往恶的人 是一个狂热的恶的崇拜者 但我知道有一群人和我一样 让我不必隐藏自己可以尽情地向恶皈依 那个时候的我 真是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了无比的畅怀 可当我真的皈依了恶后 却被告知地狱中没有我的名字 而我却只是被你们判定成了眷属 之前我所融入恶的快感 便立即荡然无存了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无关善恶 原来对等的同伴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士兵听到这话后 一脸诧异地说道 我这是第一次和眷属平等的交流 你的想法还真是让我很惊讶 你要知道 我们可是恶的崇拜者 绝对无法逾越的等级 那不恰恰就是致恶吗 可恶病确实说道 这正是我要离开的原因啊 因为我在你们这些有名字人的面前 就会本能地想要臣服你 说到这里恶病终于停止了发抖 他一脸猙獰地说道 我恶病 拒绝你们这种恶 得到答案后 士兵又说道 恶病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 你确实是个很特殊的眷属 但也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危险眷属 听到这话 恶病便缓缓地站起了身 浑身颤抖地说道 那就来吧极度大人 我绝不会束手就擒的 极度文言惊讶地呕了一声 随后他的脸就一边不停地 蠕动一边说道 还真是让我意外啊 你居然在我的面前 还有反抗的勇气啊 还真是罪无可恕啊 这时极度的脸也停止了蠕动 显露出了一张猙獰 并且还耸立着一根独角的面庞 不久后 罗恩就收到了恶病死了的消息 罗恩怒骂道 专门针对他设计的小组 都不能活捉他吗 刺眼摁了一声回道 我们可能低估了恶病的实力啊 两名SP特殊受体 和两名受体士兵与恶病同归于境 只有一名受体士兵幸存了下来 罗恩门言松了松一领问道 那其他的目标呢 刺眼回道 其他目标的推进还算比较顺利 包括硬翘教授在内的 三名二级目标都已经捕获 针对措施实施以后 带领神明的内森卫们也开始逐渐被压制 击溃他们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现在就道调那边情况还比较复杂 情报上说的没错 道调在内森岛的这段期间 实力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 但是随着乐园其他人的逐渐被击溃 道调落网也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而此时的道调 确实正在望着肖恩与小虫子离去的房子 他这时心中正在想着 这就对了吗 乐园这边的这群病人都是在无聊的发泄 他们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关心 你就去岛上其他的地方好好看看吧 我也真的很是期待啊 肖恩你在全盘审视完后 你这个完美的英雄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想到这里 道调便转头对身后的猎狗与暴男说道 来吧咱们继续狂欢吧 而与此同时在岛上的某处 极度正在等待着 贝西摩斯来回收恶病的尸体 此时他看着地上的恶病尸体 心中却满是疑问 因为他很在意恶病临死前满脸得意的样子 因为恶病跟他说了一件事 他必须要去确认一下 时间回到数分钟前 就在极度要动手干掉恶病时 恶病说了一番话 他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没有跟集市的人一起上船吗 其实我也知道上船后我会遭遇什么 可是那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因为只有我能活下去 才有可能找到接纳我的人 但是现在这些都没必要了 因为就在不久前我生下了一个孩子 虽然他是我的敌人 但是我却从他的目光中看不到其他的一样 在他的目光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怪物 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混蛋而已 在他并不排斥我的同时 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心声 说到这里 恶病就突然开心地狂吼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脚啊 看着满脸呆愣的嫉妒 恶病又放声大笑着对他说道 哈哈 你们说作为眷属的我们 与你们之间是有着绝对不可逾越的等级 可是他去和我们都不一样 他不是眷属 他是有脚 纳森岛上的某处战场中 正回荡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原来是贝西摩斯的武装部队 正在攻击纳森为超合金加西亚 片刻后 贝西摩斯武装部队这边 就拿出了专门针对加西亚的武器 因为加西亚的本体 想要在炼金造物中自由的移动 就必须依靠身体与合金特殊的振动频率 所以贝西摩斯就专门研制了对其他生物无效 但是却能破坏加西亚与金属振动频率的振动炮 振动炮对着超合金加西亚开启后 瞬间就是嗡的一声轰鸣 而随着嗡鸣声的持续 加西亚的合金就开始了不停的振动 随后不到片刻的功夫 加西亚就哇的一声惨叫从合金里窜了出来 可是出来后 加西亚就发现自己竟然回不去合金里了 于是加西亚就立即施展了瞬移的能力 瞬间就出现在了贝西摩斯武装部队的包围圈之外 然而 贝西摩斯怎么可能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加西亚刚一出现 天空中时刻紧盯着战场的武装直升机 就立刻发现了他的踪迹 下一步 直升机上的枪手就掉进了枪档 对准了加西亚射出了一梭子的子弹 好在加西亚一直利用合金覆盖着周身的体流 就听枪枪的一阵火花四件子弹就全都被弹砍 可就是这么个眨眼的功夫 被强化过的贝西摩斯士兵 就已经抱着震动炮冲到了加西亚的身前 就听他们大喊着 都跟上不要停止炮击 已经有效果了 随后就是嗡的一声轰鸣 他们都将炮口齐齐地对准了加西亚 加西亚请客间就是挖的一声惨号 他身上刚刚还覆盖着的合金就开始了脱落 不远处的神明们看到加西亚正在遭受围困 他们便都嗷嗷大喊着打算过来营救 剑撞 被西摩斯的小组队长连忙大声地命令道 拦住他们 随后一部分的士兵便立刻掉转了枪口 对着神明们就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见神明们无法影响战局 小组队长又连忙转头 对着炮轰加西亚的士兵们吼道 你们不要停 加快速度解决掉他 听到这话 开炮的士兵手下一颗不停地回道 这个震动炮果然是有效了 现在他都已经无法顺移了 而此时 在战场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 李慕璇与张楚兰几人正紧盯着战场上的战况 李慕璇见到加西亚已经犹如困兽在垂死挣扎 便低声对张楚兰说道 该你们上了小东西们 可别怂啊 张楚兰文言回道 以前被我们上规上 但是我得问清楚了 那个被围着做的是谁啊 李慕璇瞥了一眼张楚兰说道 那是内森卫加西亚 得知了被围殴的是内森卫后 张楚兰也不再多言 便立刻带着陆家兄妹与宝姐 直奔战场上的那几名围殴加西亚的炮手 就见张楚兰人还未打 就先甩出了一记掌中雷 眨眼的功夫就垫趴了一名炮手 一击得手后 李慕璇立即对张楚兰说道 咱们的首要目标是先去干掉 那些拿着奇怪的武器围殴加西亚的家伙 可是就在此时 几名反应过来的被西摩斯士兵 已经调转了枪口朝他们这边跑来 紧接着他们就是一阵嘎嘎嘎疯狂的损舍 张楚兰见转 立即就是几个连续纵月 躲开了扑面而来的枪铃弹雨 他择了一声心中暗道 这也根本无法接近那几名炮手了 然而此时 在被西摩斯的层层包围中 围轰加西亚的炮手 还在一刻不停地持续着轰击 这时的加西亚早已经失去了 控制合金的能力 被西摩斯小组队长剑撞大喊着 他已经不行了 赶紧麻醉弹跟上 可他的话音刚落 加西亚就先体力不支地摔倒在了地上 被西摩斯士兵剑撞 立即就上前扣动扳机 给加西亚补上了两颗麻醉弹 可此时的加西亚 心中却是正在为自己的无能而懊恼不已 王 真是抱歉啊 我的能力已经到极限了 而与此同时 其他的内僧卫们 其实也都面临着跟加西亚差不多的状况 剑神物已经深受重伤 女武神奥特林德 正被黑法师们围困在魔法囚戎里 神医安东尼此时也是强弩之末 感受到同伴们的窘境 加西亚心中呐喊道 现在所有人都在为内僧而战了 我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说吧 就见地面上竟然伸出了无数只树根 下一秒 他们就都插入了内僧王的身体 由于贝西摩斯的情报充足 纳森岛上的战斗打响没多久 纳森卫们就全受到了贝西摩斯的针对 专门对付超合金加西亚的震荡炮 用来囚困女武神奥特林德的黑魔法囚龙 专门针对剑神望月物打造的粒子震动刀 纳森王感知到了 已经都是强弩之末的魏们的状况后 自言自语地说道 既然大家都陷入了苦战 我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说吧 他便蹲下身子跪坐在了地上 坐下不久后 无数的神树树根就从地底伸出 将他给围绕了起来 下一秒 他们就缓缓地朝纳森王的身体刺去 随着刺入身体的树根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纳森王终于忍受不住浑身的剧痛 颤抖着惨嚎了一声 一旁的伊莲娜剑状 立即将王拥入了怀里 随后他便施展出了治愈的能力 为王缓解起了身上的疼痛 可王这时 却并没有在意自己身上传来的痛楚 而是一直浑身颤抖着地盯着眼前的神树 直到他看到神树开始散发出光芒 他才虔诚地对神树说了一句 神树请祝福您的战士吧 他的话音刚落 神树就开始光芒大盛 眨眼间光芒就覆盖了整个树身 最后就是冬的一声 整个那森岛都好像抖动了一下 与此同时 加西亚的眼中也突然闪耀起了光芒 随后就是整个身体也缓缓地动了起来 围着他的被西摩斯士兵见状疑惑地喊道 他怎么可能还有一声 反应过来了后 他们便又立即开始了连续地炮轰的枪击 可不管他们如何地阻止 加西亚仍是在缓缓地起身 下一秒 就听轰了一声 泥土碎石飞溅的同时士兵们也全都是血肉横飞 而在不远处本打算冲进去救人的张楚兰 只能停下脚步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可是就在此时 加西亚所化的超合金镜展开了无差别攻击朝他起来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张楚兰的身体竟突然自己向后倒飞了出去 显知又显地躲过了加西亚合金的攻击 反应过来的张楚兰这时才看清 原来是李慕璇及时出手将他给拉到了自己的身前 张楚兰连忙向李慕璇问道 李前辈 他们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那个位咋就跟突然打了鸡血似的了吗 李慕璇则是回道 我也不清楚 但是看样咱们还是最好不要卷进去 当二人迅速撤离的时候 身后的轰鸣声却又吸引了他俩的注意 原来是加西亚的超合金 正在攻击百米高空处的武装直升机 而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获得了神术增幅的安东尼 手里此时正抓着 被他雷成了焦炭的紧身一三人组中四眼的脑袋 这时他突然又高高的跃起 瞬间凝聚出了一颗雷球 落地后他就猛的一下将雷球砸入了地面 琴刻间地面就崩裂出了一道充满雷电的沟壑 朝着前方仅身一三人组中 剩下的二人袭去 头套男剑装立马就释放出了一个防护罩 同时他又连忙向长发女大喊道 快躲到我的身后来 可是下一秒雷电就在他俩的脚下喷发 形成了一个参天的雷柱 将他俩给包裹在了其中 另一边被黑魔法师求困的奥特林德 此时也是提表闪耀出了白光 就听他大喊了一声恶光 身体瞬间就被剧烈的白光给包裹了起来 眨眼的功夫 他就变成了一个刺眼的白色光球 黑魔法师剑撞连忙向同伴击倒 快想办法呀 快要压制不住了 可是下一秒 牢绒就砰的一声破碎 在他的一脸惊恐中 光球就犹如一颗导弹般爆炸了开来 而此时另一个战场上的剑身望月物 受到神术的加持后 就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瞬间就出现在了黄一忍者的身后 千军一发之际 还是小蓝与小绿及时出手 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反应过来的小黄连忙向身前冲出去了树米 与望月物拉开了一段距离后 他盯着望月物心中暗倒 这个东洋的混蛋 怎么速度与力量就突然提升了这么多 好在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移动方式了 想到这里他又瞥了一眼手中的刀暗倒 不管他怎么提升 我这把粒子震动到他可是绝不敢碰的 只要刀在我手 他就将注定被我们一直压制着 可就在他心中私存的这会儿功夫 就见望月物猛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望月物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紧接着就是扑的一声一阵血花四溅 望月物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画面一转来到五彩斑斓的死壶上 突然一只手臂从死壶里伸了出来 随后一个人就从壶底窜出 他站直了身体后 盯着贝斯迪亚对身旁的小伙伴们说道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些伸出来的手呀 一旦被他们抓住 就会被拉到地底几十米的身处 你们跟我可不一样啊 你们下去了可就再也上不来了 原来这些人正是罗恩星放出来 对付贝斯迪亚的五人狩猎小组 可就在几人的对峙间 贝斯迪亚的眼中 却是忽然闪耀出了光芒 原来是神术的辅助光环 加持到了他的身上 可贝斯迪亚却是拒接了神术的光环 他在心中对王说道 王 我的祝福就免了吧 我暂时还不需要 这样你也会轻松一些的吧 随后 贝斯迪亚又在脱掉上衣的同时 在心中对葬神说道 我们曾经一度认为 狂暴如同战神的你是被众生 合力撕碎葬于死壶的 之后只剩下一颗头颅的你 一直在死壶上无休止地徘徊 寻找着自己的残志 而作为神迹 我的职责之一 就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容器 可是这么多年来 你我却是相互的影响相互的折磨 咱俩彼此都不好过吧 我一直认为 我会这样直至到生命的终结 成为你力量的一部分 而你也会因为 像我们这样的族群的彻底消失 而慢慢地失去力量 然后就这么怀抱着 千年的不安与不甘彻底死我 哈哈 前几天我还以为 你我的命运仅能如此呢 可哪曾想 当我从天堂出来后 似乎有什么被改变了 我变得平和 而你身上的焦躁与不安 也似乎消失了 真是个混蛋啊 明明是我接近了自由 可为什么连你也捡到了便宜呢 而且你这个家伙 甚至连身体都找到了 长得像头大狗熊的贝斯迪亚 从天国出来后 不但他本人变成了帅男 就连与他同为一体的葬神 也拥有了全身 不再是一颗硕大扭曲的头颅 而此时焕然一心拥有了身体的葬神 在被斯迪亚身后的死狐钻出来后 就瞬间化成了数条巨手 朝狩猎小组抓了过去 小组中的黑发女健壮 连忙向身后闪出了数米躲避 可是她身在死狐之上 怎么可能躲得开葬神的攻击呢 眨眼间 她身前就又伸出来了数条手臂朝她抓来 无奈之下 黑发女只好迅速地将双手平伸于身前 凝聚出了一颗黑色的螺旋气带 随着她的一声破字出口 抓向她的巨手便在刹内间寸寸炸裂 而同时 另一边的黑发男则是催动念力 从地底拔起了数颗巨石 在抵挡住了向她抓来的巨手的同时 她又催动念力 将全部的巨石都向贝斯迪亚砸了过去 可贝斯迪亚却是站在原地未动分毫 她身后的葬神只是轻轻的一击 就将砸下来的巨石全都给击碎 而此刻站在不远处 一直都没有参与战斗的狩猎五人组中的一人 见状 她便立即扯掉了身上的披风 露出了她那在披风下 被连体紧身衣紧绷着的一身肌肉 随后她便大踏步 朝贝斯迪亚的方向冲了过去 可她还没冲出去两步 脚下的死胡就翻滚着蠕动了起来 紧接着 她脚下的死胡就将她给包裹了起来 被包裹在其中的肌肉男 则是立即冷哼了一声 全身的肌肉也随之轻筋爆起 下一秒就是砰的一声 肌肉男便将包裹着她的死胡能量全部给崩碎 随后 肌肉男也不做停留连忙握拳蓄力 朝着贝斯迪亚的方向 瞬间就轰了过去 可此时 贝斯迪亚的身前也早已凝聚出了一个巨手 朝肌肉男抓来 顷刻间就听啪的一声巨响 肌肉男的蓄力一拳 就将巨手给轰得四处飞溅 可下一秒 肌肉男就是一脸猛逼 被他轰得四处飞溅的巨手的能量 竟又都缠上了他的手臂 随即就是将肌肉男给高高地卷起 狠狠地向地面给抛了出去 而此时 在死胡上迎接他的却是一张大手 正时刻准备着将他给拉进地底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一道鸿芒划过 原来这道鸿芒是一块能量壁 正好将下落的肌肉男给稳稳地接住 随后就见一只未出手的头套男 也踏上了另一块能量壁 站在了肌肉男的身侧 然后头套男就看着贝斯迪亚 黑黑地笑着想说些什么 可贝斯迪亚却完全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立即就催动起了死胡的能量 下一秒无数的手臂就从死胡里伸出 头套男见状 一脸惊恶地大骂了一句握了个槽 随即他便迅速地催动脚下的能量壁 变成了一块立方体 将自己与肌肉男给包裹在了其中 保护了起来 见无法攻击立方体中的二人 无数的手臂便又瞬间朝另一边的黑发男抓去 可哪曾想 黑发男居然完全不躲不避 竟一头朝死胡里扎了进去 转眼间 黑发男就消失不见 这时站在不远处 一直未曾出手的胡渣男 他的心中却是大海 他看着一直一言不发 游刃有余地与自己同伴交手的贝斯迪亚 他心中暗道 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理智与平静了呀 这还是我之前追捕的那头野兽吗 随即他又暗骂了一句 妈的 管你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今天 就是来跟你算咱俩之前的那些账目 或许 你在内森变得更完美了 但是 只要你神迹的本质没变 那就没用 想到这里 胡渣男便一边踏步上前 一边在屁股后面摸索了起来 他心道 这可是贝西摩斯 给你准备的特别礼物 而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战场上 稳住了阵型后的贝西摩斯士兵 还在一刻不停地用振动炮 轰击着加西亚的超合金 再看加西亚的超合金 时而抖动不已 然后又时而恢复肩体 就这样一直在忽软忽硬间 跟贝西摩斯士兵们在战场上僵持着 这时在战场的不远处 一直观察着战场上战况的张楚兰 对李沐璇说道 现在看来 那个那森尾好像是挺住了 但是那个武器 还是对他有威胁力 李沐璇摁了一声回道 是啊 他这应该算是在硬抗嘛 张楚兰这时又说道 看样 还是得搞定那些拿着大炮的家伙们 可是就在他俩的说话间 两人稍稍一露头 一梭子子弹就向他们扫了过来 完全不给他俩露头的机会 张楚兰见状说道 现在这个距离 我的金光咒可够不到他们 看他们这架势 就是不想咱们去那边打扰 随后张楚兰又咒骂了一句 妈的 要过去可有点费劲啊 可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却是让张楚兰满脸的疑惑 原来是我们的宝姐 正在用双膝慢慢地朝他们这边前行 当宝姐来到了张楚兰的身前 就看他躺着手中的两把枪 机制一批地问道 你俩要好东西不 张楚兰见状则是问道 姐啊 你这是又去上货去了呀 宝姐瞪着大眼睛看着张楚兰回道 是啊 他们可一身都是宝啊 而此时的李沐璇 却是没有关注他们二人的对话 他看着手中的枪 心中却是在吐槽 这玩意儿可和我们那时候的差别好大 张楚兰这时也不再说其他 便给宝姐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那边的那几个你随意发挥吧 宝姐呕了一声 朝张楚兰说的方向看了一眼后 第二话不说 就端枪瞄准扣动了扳机 随着宝姐这边的哒哒声不绝于耳 被西摩斯士兵这边就遭了殃 在接连几名士兵中枪倒地后 便大喊对面有枪手 赶紧找掩体掩护 宝姐看到对面的士兵都纷纷去寻找掩体 不敢在路头 便立马机智地对身边的二人说道 上 我压制他们 我们的机智一批宝姐 头上扣着个大尿盆 也掩盖不住他那散发着机智的大眼睛 就在刚刚在奈森岛战火纷飞的战场上 我们的宝姐收集皮幼饭了 张楚兰见状问道 宝姐 你这是又去上货了呀 可我们的宝姐却说 他们的身上可都是好东西呀 随后张楚兰就给宝姐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那边的那几个你随意发挥吧 宝姐呕了一声 朝张楚兰说的那个方向看了眼后 第二话不说 就端枪瞄准扣动了扳机 不到片刻 对面的士兵就都纷纷去寻找掩体 不敢在路头 宝姐见状大喊了一句 你们上我给你们掩护 随后张楚兰便开启了金光咒 向贝西摩斯士兵发起了突袭 然而 让张楚兰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金光咒竟然不但能抵挡 贝西摩斯士兵射来的子弹 竟然还有反弹子弹的奇效 就这样 张楚兰与李慕璇在宝姐一颗 不停的哒哒哒的掩护下 不到片刻 张楚兰就冲到了贝西摩斯士兵的身前 一记掌中雷就破开了他们的包围圈 终于见到了正端着震动跑 不停地轰击加西亚的贝西摩斯士兵们 而与此同时 在路灵与路玲珑的这边 就见路玲珑也是重拳出击 瞬间就将一名贝西摩斯的士兵给击飞了出去 旁边的神明健壮皆是一脸的冷汗 这人是神明吗 如此勇猛咋就从来都没见过呢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路玲珑这时却是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他突然间对外界的事物感官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在他昏昏沉沉间 耳旁忽然好像有一张大嘴在不停地拟满 清醒过来后 路玲珑立马摇了摇脑袋 他在心中大骂道 你他妈的赶紧给我闭嘴 可是就在路玲珑还在猛逼的时候 被西摩斯士兵的一缩子子弹就突然朝他扫来 旁边的路玲健壮立马大喊 玲珑你干什么呢 说罢便是一把将他给推开 替路玲珑挡下了所有的子弹 然而路玲由于有逆生三重的加持 射来的子弹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伤害 可这时 路玲却是对路玲珑立生地骂道 你发什么呆啊 这可是在战场上 路玲珑文言连忙抱歉地向路玲说道 哥 真是对不住啊 可此时 路玲珑心中想的却是变成这样也不错嘛 原来 就在刚才路玲推开他的时候 他居然发现 自己竟然能清晰地看到射来的子弹 而就在此时 两名被西摩斯的士兵又朝路玲珑开枪扫射了一缩子 可是下一秒枪声就戛然而止 因为路玲珑竟然躲避开了向他射来的子弹 瞬间就到了那两名被西摩斯士兵的身前 而就在张楚兰他们与被西摩斯士兵拟来我往厮杀的时候 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 正站着改变了容貌的萧恩与小虫子 看着下方的战斗 萧恩说道 真是没让我想到啊 虽说我知道公司一直基于内森道 可是他们是什么时候特意准备了对付内森卫的武器的呀 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吧 难道他们已经处心积虑到这个份上了吗 然而小虫子却是冷哼了一声反问道 难道这不是他们一贯的风格吗 因为这个你和他们翻脸也不是一两回的呀 听到这话后 萧恩便不再说话 也不知道他心里正在想了些什么 可就在此时 他们的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原来是一对贝西摩斯的士兵 发现了萧恩与小虫子 此时正端着枪向他们走来 这时 领头的士兵看了一眼萧恩二人 然后又对照着系统里的资料查看了一番后 他的心中却是大胆疑惑 这两人竟然是未知目标 难道这两人是没有掌握的神秘吗 而当萧恩转过来头时 同为受体士兵的他便立马发现了萧恩的强大气场 随即他便立马端起了武器瞄准了萧恩 可是萧恩却并没有理会他 只是对小虫子说了一句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小虫子恩了一声 俩人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一名贝西摩斯的士兵问道 咱们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吗 另一名士兵文言回道 这家伙很危险 并且他也不在咱们的目标当中 他没有主动攻击我们的话 就让他离开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们现在也没有余力去处理这种家伙 而此时 在贝西摩斯的母舰上 四眼助理盖德向罗恩会报道 目前伤亡已经远超咱们的预期了 你的全盘接收奈森岛计划 是否要修正一下 罗恩听到这话立马怒骂了一句 然后他便咬牙切齿地反问道 现在都已经接收奈森岛 差不多完毕40%了 你难道是要我半途而非放弃吗 可四眼听到这话却是回到 40% 我们的计算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吧 我怎么觉得现在连1%都不到呢 奈森王与神数在全部价值中又占多少呢 我怎么觉得他俩就占了99%呢 如果此次行动彻底失败的话 你和我们的家族将在董事会中都遭到重创 只有掌握了王与神数的这个结果 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见到罗恩不再说话 四眼又继续说道 罗恩你承认吧 我们轻视内森了 或许目前的状况更糟 我们可能对于自身的定位过于傲慢了 虽然在我们看来内森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族群 但是他们能延续到现在 那就说明他们有顽强的地方 你可不要忘了 当初为了击溃他们 可是动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力量 在那一战之后 那个帝国也就此从巅峰滑落了呀 说完此话后四眼停顿了一下 他看着监视屏幕又继续说道 目前要是在紧靠着这治安级别的力量 在僵持下去的话 我们可是有全盘失败的风险了 听完了此话后 罗恩便陷入了一阵的沉默 片刻后 罗恩才一脸阴沉的说道 那就叫现在交战的部队 除了去乐园的那部分人都撤回来了 让他们到集合点重新整备 不久后 纳森岛上正在交战的贝西摩斯士兵们 随后他们便都欢呼了起来 甚至最后还扬言 要将贝西摩斯的人都赶到海里去 将他们全部都杀光 可就在他们一时兴起 冲动着都要去追赶贝西摩斯士兵的时候 他们面前的空间就突然的一阵扭曲 随后那僧位安东尼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安东尼看着眼前群情激昂的众人阻止道 你们全都给我停下 然后安东尼又看了眼地上受伤的神明们说道 目前先救治受伤的伙伴才是最重要的 而此时 在王城的皇宫内得知了 贝西摩斯撤退消息后的阿芳索 则是一脸轻蔑地说道 真是可惜啊 竟然没有我出手的机会 听到这话一旁的伊利亚确实说道 我可不想看到你出手了 不过要是说我们赢了还是为时尚早了 放心吧 有你出手的机会 随后他便话锋一转说道 咱们这些位都是负责与外面接触的 难道你平时与外面的人接触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对你有过什么暗示或拉拢吗 阿芳索文言立即骂道 怎么没有 那帮白痴一直在对我做无用功 听到这话 伊利亚恩了一声表示赞同后又继续说道 不过这也能反过来探亲那帮人的嘴脸 我跟埃里卡 主要负责的是与美洲之间的各个势力联系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他们在我们的身上下了多大的功夫 贝西摩斯可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呀 我很了解他们 也许真正疯狂的马上就要来了 而与此同时 在贝西摩斯的所有士兵通讯器里 突然传出了一句罗恩冰冷的声音 所有的贝西摩斯士兵全体调整装备换代 此狐狸突然伸出了无数色彩斑斓的手臂 正在朝这个黑发男抓去 可是哪曾想 黑发男居然不躲不避 竟然瞬间钻进了地底 然而当黑发男潜入了地底后才惊恐发现 贝斯迪亚的葬神竟然尾随他而来追在了他的身后 看着身后的葬神 黑发男骂倒 妈的 资料上不是说这家伙只能把目标拖入地下吗 怎么又可以在地下做出这种攻击了呀 难道贝西摩斯的人都是废物吗 这么多年了都没掌握贝斯迪亚的全部能力吗 可就在他在心里骂娘的这回功夫 他身后的葬神就突然对他发起了攻击 还不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 葬神的大手就突然伸出去了数十米 一下子就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身体 随后他就被瞬间包裹住了全身 再也无法呼吸 然后他就这样被葬神给送去了地底的身处 画面一转 来到地面之上 胡渣男此时手里正钻着一个小影响模样的东西 可此时 胡渣男的心里却是犹如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他发现 这个武器竟然对贝斯迪亚没有任何的作用 根据贝西摩斯的研究 神迹这种能力 就是在一个身体内塞入了两个精神体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人格分裂到了极致 现在他手里拿的这个 正是贝西摩斯专门针对贝斯迪亚研究开发的造品武器 而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 就是瞬间让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崩溃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明明都已经开到最大的功率了 就连黑发男他自己都感觉到头疼欲裂的造品了 可贝斯迪亚 他却还是一脸平静的赵单全收 竟然对他不起任何的作用 这时 旁边的头套男突然出言提醒催促道 快走吧 总部已经通知咱们撤退了 听到了此话后 胡渣男看了眼 正在被拖向弟弟的黑发女与肌肉男 然后又看了眼 依然是一脸云淡风轻的贝斯迪亚 才心有不甘地拉住了直升机放下的缆绳 返回了贝西摩斯的总部 而与此同时 在王城内的神术下 正在利用神术树根刺体给魏们增加光环的那僧王 一直感知到贝西摩斯的彻底撤退 他才肯撤去刺入他身体的树根 树根撤去后 他早已是大汗淋漓 体力已经是完全的透支 就连战都站不起来 一连那剑撞连忙上前说道 王您辛苦了 王喘了一口气后才虚弱地回道 我跟大家所承受的比起来 这又能算什么呢 说完了此话 王又缓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道 我能感知到目前除了乐园 贝西摩斯的人都撤回到岸边了 说到这里 王便对守卫王宫的伊利亚与阿芳所吩咐道 你俩速去乐园一躺 协助倒掉他们击退贝西摩斯 而这时 王身旁的伊莲娜也已经给王检查完了身体 他对艾莉卡说道 王的身体没有异样 只是精神消耗的比较严重 王他需要好好地休息 听到此话 艾莉卡便立即说道 那就到我的天国去休息吧 而此时乐园的战斗也几乎接近了尾声 多数的神明都已被俘虑 只剩下一个人还在继续的狂欢 那就是 在乐园的核心区域享受着打架乐趣的道掉 这时 就见一个蓝衣都茂南突然在道掉的身后偷袭 然而道掉却是连头都没回 直接转身就是一个回旋踢 瞬间就给都茂南踢飞了出去 可还不等都茂南落地 道掉就黑黑地笑着说了声去 转瞬间 道掉头顶的光球就射出了一道光束 直奔倒飞出去的都茂南 可就在光束马上要命中都茂南的时候 一个赤膊男突然越来 就见他瞬间双手交叉于胸前 硬生生地用脑袋接下了道掉射来的这束激光 可是茂南却丝毫不给道掉喘息的机会 突然就出现在了道掉的身后 就见他立马双手平伸向了道掉 瞬息间一个岩浆球就在他的双手前凝聚 随后岩浆球就是轰的一声爆炸 眨眼间就化成了漫天的岩浆 在轰隆隆的震天声中朝道掉的方向蔓延了过去 可是 漫天岩浆另一边的道掉却是没有丝毫的紧张 只见他右手成长 向身后轻轻地一拉 岩浆就被他给吸了过去 然后岩浆就瞬间缠绕到了一起汇聚成了一团 等岩浆都消失后才看清 居然是都被道掉头顶的光球给吸了进去 这时 高举着光球的道掉 却是看着一脸震惊的暴难挑衅的 怎么样啊 要我把那些岩浆还给你吗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心中就突然一阵危机赶熄来 下一秒就是砰的一声 一颗子弹就射向了他的脑袋 原来是在不远的楼顶处 刺激手们 索性就开始了连续开枪 转瞬间 道掉周身的金光就发出了叮当的子弹撞击声 见状 道掉眉头微皱 骂到真是混蛋了 虽说你们这些都是麻醉蛋 可是依你们的这种出俗 我可是真的会被你们干掉的 我哪曾想 道掉的话音刚落就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随之一名狙击手的脑袋 就犹如破碎的西瓜般爆炸了开来血花似简 这时交战的众人才看清 开枪的人竟然是突然瞬移而来的内森卫伊利亚 随之交战的众人也随着他们的到来 气氛也开始了逐渐凝重 猎狗这时暗骂道 妈的 是内森卫吗 真是麻烦啊 可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 道掉就突然打了一记响指 随后道掉头顶的光球就瞬间射出了一束光线 静止地将大地划出了一道沟壑 然后那道光束就直直地朝伊利亚与阿芳索的位置滑了过去 躲开了道掉的攻击后 阿芳索就立即大骂道 道掉你个混蛋你要干什么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然而道掉却是回道 可惜我并不需要啊 赶紧回去守护你们该守护的了 听到这话 阿芳索被气得清金暴起大怒道 真是岂有此理 要不是王让我们来的 谁会管你们 道掉文言回道 我和那个女人之前就说过 我不会为内森而战 我只会为自己而战 如果你们要是真的插手我这里的事的话 我现在就会视你们为敌人 听到这话 阿芳索与伊利亚便陷入了一阵沉默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便立即选择了离开 看到阿芳索与伊利亚离开后 道掉才转过身对猎狗他们说道 来吧 咱们继续 这么快乐的狂欢 我可是能陪你们玩一整天的呢 猎狗文言则是讥讽道 看来道掉你变强的可不只是你的能力啊 就连你的狂妄也增加了不少 刚才可是你获得喘息的最好机会啊 可是你却被拒绝了 你真的以为你能从这里逃出生天吗 道掉听到这话却是择了择嘴 然后他咧嘴一笑说道 猎狗啊 以我可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呢 但现在 我却是一想到你和我曾经被人放在一个等级讨论的 我就感到羞耻了 难道你真的觉得 贫富强弱胜败生死荣辱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很重要吗 然而猎狗却是冷哼了一声回道 我才不关心 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 现在对我来说 只要能把你带回去就够了 道掉文言却是黑黑的笑着 指着猎狗的鼻子说道 可是现在对我来说 最有趣的事情就跟你有关 那就是 不管罗恩先生对你下了什么指示 可我们的乖乖小狗狗 是否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将我给杀掉 我们头上扣着个大尿盘的保紧 收集了一批被吸摩斯的武器后 张楚兰和陆灵就测试起了武器的威力 一梭子子弹扫射完后 张楚兰呵呵地笑道 怎么样 我第一次的射击还不错吧 可当张楚兰看到了正坐在山包上的陆玲珑后 他便又问道 林哥呀 玲珑他没事吧 怎么感觉他好像是很累的样子 可陆灵却只是望了一眼 陆玲珑并没有说话 原来陆玲珑此时 正在为自己变异所带来的后遗症而在繁忙 他正寻思着 我变异时的痛苦与变异后所获得的能力 这些我哥他们都知道了 就无所谓了 但我现在这让人头疼的后遗症 就不要告诉他们了吗 反正告诉他们也是于事无补 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而已 话说回来 这个自我变异后 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在我耳边回荡的低语 虽说让我无法辨识 但我却能清晰地理解他所表达的意图 他所表达的全是疯狂 邪恶 甚至是下流的意识 难道他是希望我去做些坏事吗 另一边 李沐玄这时拿起了被吸摩斯的步枪 他打量了一番后说道 这些枪看着挺唬人的 可是火力却不怎么样 还没我年轻时见过的厉害呢 张楚兰这时也接话道 是啊宝姐 这枪还不如上次咱们在山里遇到的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要不是实在躲不过的话 我是一发都不想接呢 可现在这个枪我正面硬刚都没有问题 然而我们头上扣着个大尿盘的宝姐 却是机智地说道 这枪是设计成初速可调节的 它的初速已经被调过了呀 主要这枪用的是麻醉弹 初速调太高的话 子弹的材质是承受不了的 就算子弹能承受得住把初速调高了 子弹就会瞬间破坏人体 麻醉也就没意义了呀 总的来说 这个枪就是把威力巨大的气枪满了 与此同时 在内森岛上的某处丛林中 一位神明给萧恩和小虫子 递来了一罐食物 然后便笑着与两人聊起了天 他问道 之前没在岛上见过二位啊 难道是刚进岛不久吗 那你们也是够倒霉的呀 刚来就遇到了这种事 随后 他又话风一转说道 不过这都不算是 在术与王的庇佑下 咱们一定会胜利的 见到神明如此的乐观 而深知贝希摩斯 是什么德性的萧恩与小虫子 只能保持沉默 看着神明们一起 享受着战后的这片宁静 互相帮助共进午餐的样子 小虫子突然问向萧恩 这些人也太天真了吧 他们就没想过敌人会伪装潜入吗 萧恩想了想回答 他们可能都是原住民吧 估计他们生下来 就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们的天真 与单纯可以让人轻易地 把他们和后来一居 岛上的岛民进行区分 很显然 后来一居过来的岛民 脸上大多数都很阴沉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可没那么轻松了 而相反的 原住民们心情显然要好很多 此时甚至有人 还提议趁天黑的时候 却将被贝西摩斯 给重兵把守的集市给抢回来 但在众人嘈杂的声音中 突然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吸引了萧恩的注意 此时这个小女孩 正高举着小拳头 对他爸爸大喊的 爸爸你一定要将敌人 全部都杀死了 男人听到了女儿的请求 点了点头说道 爸爸一定会将他们全都干掉 萧恩见状或许是出于同情 或许是出于好奇 他随口便问向了男人 有那么乐观吗 见男人没听懂这句话 萧恩连忙解释道 我是说真的能将那些家伙都干掉吗 听到这个问题 那个男人几乎是 联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 那是当然了呀 可萧恩却又问道 我家 如果呀 我是说如果那森真的失败了 你能够接受吗 之前还信心满满的男人 在听到这个问题后 就不像刚才回答的那么干脆 他想了想后才回答 不会有这种如果的 因为在我们失败之前 我们这些神明 就都已经回到神术的怀抱 萧恩闻严立即问道 那你的爱人与你的孩子呢 对他们难道 你就没有任何的安排了吗 萧恩的这一连串灵魂拷问 让男人彻底无言以对 可是就在这时 男人的妻子带着女儿走了过来 就听小女孩问向了她的妈妈 妈妈 这个人在说什么呀 女人摸着女儿的头回道 是啊 她说的是什么呀 我也不是很理解 随后女人便拍着胸脯 对萧恩说道 我们也是神明啊 我们因树而生 为树而战 最终也会把一切交还给树 这有什么可安排的呢 听到这话 萧恩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会为了一棵树 一个所谓的王去送死 说白了 这些人就跟那些狂热的邪教徒一样 已经把所谓的信仰 凌驾在了自己的生命之上 像这样的人跟他们说 再多也是徒劳 所以萧恩干脆闭嘴不言 开始默默吃起了神明地给他的食物 嚼了几口后 他便暗讽了一句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可也就是在这时 刚刚的那个男人 把遇到萧恩和小虫子的事情 禀告给了火焰魔法师 报告完后 他还给火焰魔法师 指了指萧恩和小虫子所在的方向 但当他们来到萧恩所在的位置时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留下的只有他们吃剩下的那块食物 另一边在被西摩斯的母舰上 罗恩正在跟哪都通公司的黄总打电话 在电话里 罗恩直接了当地说道 黄 我最后劝你一次 已和你的船最好现在马上离开 可是黄总却是毫不犹豫地回道 抱歉了 我方还有人员陷落在岛上 不掌握他们的消息的话 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听到这话 罗恩立马说道 把人员资料给我 我们被西摩斯来替你们找 然而黄总却直接表示不大方便 听到黄总说不方便告之后 罗恩当即便说道 那我也只能表示抱歉了 接下来我们被西摩斯将无法保证 你方人员在岛上的安全 黄总文言毫不在意地回道 我们理解 如果我们接应的人出现任何的意外 都有我们自行承担 听到此话 罗恩又继续说道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之后如果我们在岛内 看到任何不属于我们的武装设备 我们都会立即清楚 当然 这也包括你们的无人机 希望这个你也能够理解 黄总文言则是回道 无人机我们早都已经召回了 现在只有几名接应人员 在岛上的岸边 而且我想他们也一直在你们的监视中吧 说到这里 黄总突然话风一转说道 罗恩先生 你觉得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 我还有必要去用无人机确认吗 可罗恩却没有回答 只说了一句很好就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罗恩便对四眼盖德说道 不用去管哪都通合其他的船了 他们既然想看就让他们看着吧 我们马上行动吧 然而四眼却没有接罗恩的话 而是对罗恩会报道 罗恩有个最新的情报 咱们的卫星监控到有数艘不明的船只 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向这里接近 看样是有些人在蠢蠢欲动了 罗恩文言冷哼了一声不懈地说道 很正常啊 咱们不是早就发现这座岛上潜伏了一些老鼠吗 现在哪个组织有那个胆子 有那个实力感跳出来和我们对抗吗 估计他们是没想到 咱们能发起这种规模的行动 也许现在早都躲起来了吧 听完了罗恩的这一番话后 四眼还是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们还是小心点的好了 你也知道 有些特殊的家伙 他们可不在乎那森或是其他人 他们就是干脆地想和我们作对 听四眼提起那些喜欢与贝希摩斯作对的家伙 罗恩便恼怒地说道 你说的是那些恐怖分子是吗 我知道 所以我们才要尽快地拿下王和树啊 只有拿下了他们这一切也就彻底结束了 可是在拿下王和树之前 所有的目标我都可以放弃 但唯独道调与萧恩不行 说到萧恩四眼便提醒道 根据返回来的消息 萧恩和小虫子最后停留的地方就是乐园 可是后来咱们去乐园的人 又返回来消息说萧恩并不在乐园 而且在目前为止的整个行动中 都没有人见过他 听到这里罗恩叹了口气说道 是啊 所以道调那边就更不能失手了 对了 猎狗和他的那帮伙计 还有整整两个小队的配置都无法搞定他们 果然啊 他和萧恩一样 SPE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呀 可该死的是在这两人之后 至今就没有再活下来的受体 如果能够提高50%的成功率 我都想注射SPE了呀 哈哈 四眼 你说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疯狂啊 四眼听到此话则是回答 是啊 确实是很诱惑 道调至今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似乎与萧恩是一致的 这也就进一步地论证了研究人员们的推测 SPE在人体内激发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能力 而是针对人类潜能的彻底释放 也就是说它将有无限的可乐 谁能想到 贝希摩斯的SPE受体道调 竟然施展出了金光症 看来这又是给挖了一个大坑了 在内森岛上的乐园这边 道调的狂欢派对还在继续 就见道调的紫色光球 射出的急速光束瞬间就将赤博男给轰趴在了地上 不断轰击了数十秒后 皮操肉厚的赤博男 竟然只是被道调的急速光束给烤得有些焦黑 可就在赤博男挨过了道调的这波攻击 大口喘息的时候 道调竟瞬间带着一颗小光球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手一伸就将小光球塞进了他的嘴里 随后道调就黑黑的笑道 我是真的希望 你的内部和外面是一样的结实 然后道调就不再管他 转身便对付起了暴男的爆炸岩浆 只见道调右手成爪 轻轻的向身后一拉 扑立而来的岩浆 瞬息间就都朝他的手中汇取 不到片刻 就在他的掌上压缩成了颗光球 可还没等道调拿这颗光球去搞事情 猎狗就已经冲到了他的跟前 还没反应过来的道调 眨眼间就被猎狗一拳正中胸膛 直接给砸在了地上 可是道调的身上 却是突然间出现了一股金光护住了身体 挡住了猎狗的大部分的攻击 猎狗见到这金光虽然感到疑惑 但是他立马又深吸了一口气 卯服了这又是一拳轰向了道调 顷刻间 地面上就是山崩地裂巨石飞溅 道调整个人 更是被这一拳给轰得嵌入到了石头 但很快 道调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自己竟把自己从石头里给抠了出来 一开始猎狗还很是惊讶 道调为什么这么扛打 直到他看到了道调身上那若隐若现的金光 才恍然大悟 他问道 你这个金色的光芒很有意思呀 可道调却是看着手上的金光说道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自东方的对手 当他用某种方式 让自己的身心达到一种所谓的正的状态时 他就会释放出这种有志的金光 说吧 道调就将金光覆盖了全身 向猎狗问道 这金光很美是吧 可猎狗却是不屑地说道 就你还能拥有正的力量 这可是我听到的今年最佳笑话呀 而就在两人的说话间 狩猎小组除了猎狗之外 仅剩下的几名成员也都调整好了状态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朝道调靠近 另外 埋伏在各个制高点的狙击手 也都随时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同时 两架直升机也在空中锁定了道调 可道调却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的脸上竟然没有任何的恐慌 反而看上去还是很开心的模样 可就在猎狗和他的那些老伙计们冲向道调的瞬间 道调手上的小光球 竟突然闪出了一阵要眼的红芒 随后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一阵剧烈的白光覆盖了整个乐园 当暖天的灰尘消散后 整个乐园已是一片废墟 可哪曾想 猎狗竟与他的两个小伙伴 居然硬是活了下来 这时 站在废墟中的猎狗 看着不远处躺在地上的道调笑着问他 你不是说要狂欢吗 你不是说能玩一整天吗 怎么这就到极限了呢 然而道调听到猎狗的嘲讽 却并没有嘲讽回去 而是对猎狗说道 老伙计啊 现在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机会了 来吧 完成最后一击将我杀了吧 可猎狗却是让道调放心 并告诉他不会死在这里的 道调文言吃笑着说道 看来我们的小狗狗 对自己的项圈很满意啊 一定是他们给你的狗粮很美味吧 被戳穿了痛楚的猎狗 眉头微皱地看了一眼到底 随后就听咔嚓的一声 他便一脚踏上了道调的膝盖 看着道调痛苦的表情 猎狗咧嘴笑道 你这是宁死也不想回去吗 看来咱们大名鼎鼎的 恶棍道调也有怕的东西 道调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然后就是一脸玩味的 黑黑着笑了起来 看见了道调的表情 猎狗居然直接破防 他便立马在脚下用力的同时 又掐住道调的脖子大吼道 你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 眼见猎狗就要痛下杀手 身后的暴男立即出言提醒 猎狗你快住手 我们不能真的杀了他 可就在猎狗盯着道调 犹豫是否真的要干掉他的时候 被猎狗掐着脖子的道调 却是突然眼神一抹 猎狗就忽然感觉到了 一阵眩运感袭来 原来道调是趁着猎狗精神紧张 又他们俩正四目相对的时候 施展出了精神力 侵入了猎狗的大脑 短暂的眩运过去后 反应过来的猎狗 就立马加大了 掐着道调手的力度 可是就在这时 道调却颤抖着 抬起了手臂 拿出了一样东西 将东西拿到猎狗的面前后 这些受体异人的微型炸弹 而与此同时 在王宫里的伊莲娜 正在给他的情郎打电话 情郎告诉伊莲娜 亲爱的不是我不帮你 你是知道的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伊莲娜文言回道 是的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如果不是为了那僧 而是为了我吗 另一边 在埃莉卡的天国内 那僧王正躺在地上 仰望着星空问道 埃莉卡 按这里的时间计算 大概过去了多久呀 一旁的埃莉卡文言回道 差不多两天了吧 随后埃莉卡又继续说道 小家伙你是有多久 没进入过这里了 难道你忘了吗 在这里是没有王与神术的 我是这里的造物主 所以在这里你就叫我婆婆吧 王文言微笑着说道 是啊婆婆 自从成为王的那一刻起 纳森的所有过往 就都在我的脑海里 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 经历了千年之久 我竟然也成为了一名 要直面一国挑战的王了呢 可埃莉卡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小家伙 我得纠正你一下呀 千年前我们确实是 经历过一国的挑战 可是如今的我们 可能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呀 其实我们这次的敌人 只不过是一个公私罢 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 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听完这话后 王便眉头紧锁不再说话 可是不到片刻 王便眉头舒展了开来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随后他就突然起身 走到了埃莉卡的身旁说道 我已经休息够久了 我们出去吧 这时 王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便蹲下了身子 问向了埃莉卡 虽然无法做到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呢 看到埃莉卡一脸的疑问 王便解释道 在这个天国里你不是位 你是这里的造物主 是这里的主宰 你不用去面对外面的一切 埃莉卡听到王问的 竟然是这个问题 看着眼前的王沉默了一会儿后 便用手比量了一个大小说道 第一次带你进来的时候 你还是这么的小小一只 我可是看着你 一点一点的长成 现在这么大点 即使我不是位 你也不是王 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的 因为 我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的呀 我的小家伙 随着道调被猎狗掐住了脖子 一声令下 贝西摩斯的第二次攻岛行动 也正式开始 而与此同时 张楚兰他们正在岛上的某处休息 这时 忽然不远处的宝姐打出了一声信号 当张楚兰他们都望向宝姐的时候 宝姐则是说道 贝西摩斯他们好像又来了 而随着宝姐的话音刚落 无数个听到声音的神明 也从丛林里走出 他们都朝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而此时 在岛上的某处置高点 一名银色头发的那森位 看到正急速向这边飞来的直升机后 便对身后的同伴说了一句 守护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他说完此话后 他们几人的周身就同时亮起了一个光照 而银发男则是迅速地 在双手前凝聚出了一枚血红色的光球 与此同时 刚从天国里出来不久的那森王 也感知到了贝西摩斯的动作 此时的他已经盘坐在了神树下 做好了随时给卫们提供祝福光环的准备 可是在同一时间 还真的有数名不怕死的神明 趁着月黑风高来到了集市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轻松地就摸到了集市的外卫 这时 一名神明见集市好像无人把手 他就胆大的站了起来 可是他刚露出头 就听见了一声枪响 最后就是扑的一声 他的脑袋 就像爆裂的西瓜一样汁水四溅 原来是贝西摩斯在热成像仪的辅助下 早就看到了这些趁着夜色摸来的神明 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开枪射击 那是因为贝西摩斯想将他们都放假 然后再一网打 而此时的另一边 凝聚完光球的银发男 已经瞄准了一架直升机 就在他正要对其发起进攻的时候 突然直升机上 就传出了一声枪响划破的场口 再看银发男周身的光照 转瞬间就犹如破碎的鸡蛋般支离破碎 他的脑袋也直接被烘成了粉末 而另一边 正躲在丛林中的神明 还在安静地埋伏着贝西摩斯的士兵 可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即将变成一次单方面的屠杀 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 突然无数个光点 开始在不远处的树林里闪烁 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 而神明们却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转眼间就如同下饺子一般被扫倒的一大片 贝西摩斯这边由于有热成像仪的辅助 丛林中漆黑的环境根本就影响不到他们 在他们的眼里神明们就跟火把子一样 这时他们为了能更快速地扫清障碍 一名士兵竟突然扛起了一枚火箭筒 对着前方神明们聚集最密集的地方就轰了过去 而随着炮弹的爆炸声响起 也不知道这一下 又会有多少神明被这一发炮弹给销毁 而此时正在战场中的张楚兰 眼见着贝西摩斯的火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他心中暗道 这怎么可能挡得住 这要是去正面抵挡 完全是等于去找死 想到这里张楚兰突然意识到什么 他猛地回头 看了一眼离他不远的李沐玄 而此时的李沐玄正气定神弦地站在一棵树的后面 并且脸上完全看不到一点害怕的雾气 见状张楚兰连忙回头大喊了一声 让宝杰与陆家兄妹到他这边来 说有事商量 当几个人都来到张楚兰的身旁后 张楚兰说道 眼下贝西摩斯的火力你们也是都看见 如果不想李沐玄那老家伙被乱枪扫死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一会儿你们都跟着我见机行事 之后张楚兰就将心中的计划全盘拖出 这时张楚兰问向了陆家兄妹 怎么样敢不敢做 如果不做的话 咱们现在就撤退 陆玲珑闻言却是黑黑一笑 表示完全没问题 全听张楚兰的 几人商量完毕后 贝西摩斯的火力稍微下去了一点 就慢慢地从树后探出了身子 就在李沐玄缓步上前 要有所行动的时候 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 自己的背后竟突然闪起了一道金光 猛地一回头后才看清 竟然是张楚兰朝自己扑了馆 察觉到来者不善 李沐玄急忙身子一女 就轻松地躲过了张楚兰的偷袭 躲过了这一击偷袭后 李沐玄怒视着张楚兰骂道 你个小兔崽子王八蛋 你要干什么 可张楚兰却是回骂道 你个老东西 这么想死的话 那还不如让你爷爷我来成全你 听到这话的李沐玄也是一愣 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陆家兄妹就突然从他的身侧扑了过来 李沐玄见状 回身就是一拳轰开了陆玲珑 紧接着又是一记鞭腿抽飞了陆玲 而就在他一脚抽飞陆玲的同时 他又大声地怒骂道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是要来碍死 可他的话音刚落 心头就是突然间的一紧 原来是不远处一直埋伏着的宝姐 突然探出了头 从中转体高难度 躲避着宝姐向他射过来的子弹 直到宝姐清空了弹夹里面的子弹 李沐玄才停止了翻跟头的动作 可张楚兰却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瞬间就朝他冲了上来 李沐玄见状 立即施展出了自己的能力 硬是停止了张楚兰手上的攻击动作 随后他便对张楚兰说道 你这是在用激将反击我吗 那是不是有点太嫩了呀 张楚兰这时也立马开启了精神攻击 他大骂道 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老灯 这么嫩的法子 对你这种老狗也足够用了呀 你们全信我打过交道的多了 不都是你这种狗一样的东西吗 总以为自己任意逍遥 其实就是一群习性早已被人摸透的狗吧 随便丢块骨头就能上钩 让你们往哪咬就往哪咬 而这时的张楚兰 却是在骂李沐玄的同时大脑 也在飞速地运转着 他在一刻不停地编织着 更加美丽的语言来激怒李沐玄 随后张楚兰又酝酿了一下说道 老妈是唱得生出来的玩意儿都比你高贵 眼见着李沐玄已经眼珠充血 满脸清金爆起 张楚兰又添了一把火说道 就你们这帮贱货还学人组了一个什么流派 真是笑死我了 开美其名约为全信 我看就应该叫全贱才对 当然贱货的头头自然是最贱的 名字里都泛着一股贱脚 无根声势吧 他是不是天生就没有命根啊 哈哈 听到这里李沐玄终于忍无可忍 手上的力气也加大了几分 而随着李沐玄手上力度地加大 张楚兰的手腕也发出了咔嚓的一声 瞬间张楚兰就吃痛地叫出了声音 眼见张楚兰受伤 宝姐就立即举枪瞄准了李沐玄 扫出了一梭子的子弹 李沐玄见状 只好一个闪身躲到了一旁 他大骂道 好你个张楚兰 这次你这个激将法 我中了我也认了 今天我就先把你错骨扬灰了 然后再去找那些被吸魔撕的麻烦 张楚兰听到这话立即回导 行啊 你个老屁股 有主你就跟我来吧 来追我呀 说吧 张楚兰就头也不回地向身后跑去 在夺路狂奔的同时 张楚兰也是在心中暗躲 快 一定要尽快带这个老东西脱离战场 这样才可能有转机啊 另外我果然也是赌对了呀 这个李沐玄 就是一个被自己的恶系和情感所支配的人 根本就是一个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的家伙 或许他不是不清楚 只是他干脆就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吧 可不管怎么说 张楚兰要把李沐玄带离战场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 随着更换完装备的贝西摩斯士兵的不断返回 战争的胜负也逐渐的没有了悬念 在贝西摩斯的天空与地面一体的绝对火力压制之下 神明们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哪怕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如同割麦子一样 一倒就是一大片 眼见神明们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 难森尉们终于赶了过来 面对由数架机炮所组成的严密火力网 安东尼选择了用两发雷剑 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 目标直指那几架正飞在空中疯狂扫射神明们的武装直升机 然后就是轰的一声 瞬间两架直升机就爆出了一阵火光 而此时 在地面上的贝西摩斯士兵发现了是王位安东尼后 立马就组织了起来对其展开了火力压制 他们不求能把安东尼直接打死 只要阻止不让他继续对天上的武装直升机出手就行 这时安东尼突然利用瞬移的能力 出现在了一组贝西摩斯士兵的身前 只见他双手瞬间就凝聚出了两枚雷球 然后就是咔咔声的不绝于耳 泥土碎石的不断飞溅 转瞬间安东尼就结束了这一小组士兵的幸运 可是就在他要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离他不远处的树上 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早已经瞄准了他的脑 安东尼几乎是在发现枪口的一瞬间 就施展出了瞬移的能力离开 而针对王位们的瞬移能力 贝西摩斯士兵们也早有了准备 他们在丛林里埋伏了数名狙击手 只要安东尼施展了瞬移的能力出现后 埋伏在丛林中的他们就会立即开枪 结果就是安东尼只能不断地施展 瞬移在丛林间不断地躲闪 最后安东尼迫于无奈 只好瞬移出了战场 找了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 而他这么做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的左下腹不幸被枪打中 此事已受了很严重的伤 腰部中了一枪的安东尼 虽然暂时没有生命的威胁 但是他却对于自己主动撤退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惭愧 所以他对王说道 王 我真是丢脸至极啊 曾经作为神兽世人崇拜的我 虽说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赶下了神坛 可即便是现在成为了内森卫 我发现我也是什么都保护不了 我居然面对强大的敌人 竟然感觉到了恐惧 正浑身插满树根的王文燕安慰道 恐惧是正常的 面对他们这毁灭性的力量 我也是在恐惧啊 但是我们不要怀疑自己 此时的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神术坛依然在祝福这里 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他的回应 这也就是意味着他的结论是不变的 最后胜利的肯定是我 就在王与安东尼的对话间 在内森岛上的另外一处战场上 刚顺一出现的奥特林德 就被一枚炮弹直奔了面门 来不及躲避 他只能选择硬着头皮空手去接炮弹 接住了炮弹后 就将奥特林德双手轻轻盗起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才将炮弹给按在了地上 可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手中的这个屁股后面会喷火的巨大暗器 居然还能爆炸 下一秒就听轰的一声 火光震天泥土飞溅 在这股极具毁灭性的力量面前 奥特林德本以为奥的符文和女武神盔甲 是显得那么的脆弱不堪 抓住了机会的贝希摩斯士兵们 立即就是集火一起开枪扫射 顷刻间 数条火蛇就都集中在了奥特林德的身上 眨眼间已经被炸断双臂的奥特林德 就被士兵们用枪给打成了筛子 看到这一幕 奥特林德又被打掉了一半的头颅 这也预示着 王位奥特林德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最先得知这个消息的 自然是有着能感知到拳导能力的那僧王 察觉到奥特林德的生命气息已经彻底消失 王类流满面地对安东尼说道 你不用怀疑 是你也好还是说其他人也罢 此时此刻愿意为神术牺牲一切的可不只有你 我感知到了就在刚才 奥特林德已经回归神术的怀抱 安东尼听到这话沉默了片刻 然后就长叙了一口气说道 是这样吗 那真是太好了 说吧 安东尼也不再犹豫 立马就施展了顺意的能力 当他再次传送回他的战场后 这次他没有胆怯也没有退缩 而是选择了直面那些正手持着重武器的士兵们 这次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一定要坚守住自己作为为的资格 而与此同时 在贝西摩斯的母舰上 四眼告诉了罗恩一个好消息 女武神奥特林德被击毙了 可罗恩听到这个消息却是一脸的阴沉 片刻后他才开口说道 他们是绝对不会容忍我们靠近王城的 哪怕是面对不能承受的压力 他们也绝不会脱离战场 用其他的方式与我们对抗 只要我们集中全部力量突进 他们也就只有硬冲上来送死这条路 本来这些位对数语王的异常忠诚 是让我们最头疼的地方 可是如今却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而此时在内森岛上 密集的枪声正充斥着整片丛林 原来是一股贝西摩斯的士兵 刚清理完了一伙在丛林中埋伏他们的神明 而此时躺在血泊中的 正是那个之前阻拦过张楚兰他们的 那个戴着个头套 速度却奇快无比的那个神明 这时一名贝西摩斯士兵 看着地上的尸体大骂倒 妈的 这样的火力竟然都无法击穿他的头套吗 而此时在不远处 几名贝西摩斯的士兵 正在不停地开枪攻击着磕了药后 浑身散发着金光的药剂师笔下 原来正是因为他磕药的前奏极长 所以他的小伙伴们 都是为了给他创造时间而付出了生命 同时 他们也都将希望都寄托在了笔下的身上 他们临死前的唯一愿望 就是笔下能将眼前的这帮外来的侵略者们 给全部干掉 而此时笔下的心中也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为同伴们复仇 哪怕是跟这帮狗娘养的外来者们 同归于尽他也在所不辞 可是笔下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的老大门德斯竟然放弃了他 就这样独自一个人逃跑 此时的门德斯已经被吓破了 他现在的心里正惊恐地想着 这就是外面世界的力量吗 这种力量完全没有抵抗的可能啊 当他垂头丧气地想在树下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忽然发现不远处正站着一个赤膊着上身的男人 原来是一只手在这里的王位贝斯迪亚 贝斯迪亚见到是门德斯后 主动打起了招呼说道 又见面了呀门德斯 可此时被吓破了胆的门德斯还在浑身瑟瑟地发抖着 他哪还有什么心情去理会贝斯迪亚 但是他还是对贝斯迪亚变帅的模样感到好奇 他在心里思量着 难道这就是贝斯迪亚的本体吗 可是就在此时 贝斯迪亚突然将他推向一旁的动作 却打断了他的思绪 就见贝斯迪亚望着远处向这边驶来的直升机 黑黑一笑说道 他们终于还是来了呀 随后贝斯迪亚又对门德斯说道 你快点离开这里吧 别在这爱我的事 可门德斯听到这话后 却是直接崩溃了 他质问道 离开这里 去哪里呀 整个内森都完了 我们的家都已经没了 现在整座岛都在战火中 我还能去哪呀 听到这话 贝斯迪亚却并没有说话 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情绪失控的门德斯 就立即释放出了死狐的能力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 盯着正往他这边 急驰而来的武装直升机 当直升机飞入了死狐的范围后 贝斯迪亚就立即倾抬起了双手 只见死狐瞬间就发射出了 无数煤如子弹般的彩色能量弹 顷刻间 他们就都朝空中的那些武装直升机 倾泻而去 可这些彩色的能量弹 却并不是对物体造成直接的伤害 而是当他们在打到了直升机后 就立即附着在了气表面 然后他们就迅速地 化成了一只只的小手 顺着直升机的缝隙 瞬间就钻到了驾驶舱里 当这些小手将驾驶员 给抹了脖子后 直升机自然也就失去了控制 而随着直升机 接二连三坠落的爆炸声 贝西摩斯的地面部队 也赶到了死狐的外围 可是他们却不敢踏进死狐那半部 他们只能驻足在死狐的外围 不断地开枪射击 而另一边的贝斯迪亚 却对他们射过来的子弹 没有丝毫的慌张 只见他控制着死狐的能量 瞬间就构起了两道屏障 挡在了他与门德斯的身前 如同暴雨般的子弹 打在上面也就只能发出一些 清脆的啪啪声 根本就对贝斯迪亚 他们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 发现子弹对贝斯迪亚 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贝西摩斯的士兵 就立即射出了一枚火箭炮 可是火箭炮还没飞到贝斯迪亚的身前 就被突然出现的脏神给缠住 随后就硬生生地将炮弹给改变了弹道 最后再对贝斯迪亚 构不成任何威胁的地方爆炸 而这时 在屏障后面的门德斯 竟然仍处在崩溃和绝望之中 此时的他 正抱着脑袋浑身瑟瑟发抖地蜷缩在一起 而他的心里却是在给自己的懦弱编织着借口 我太弱小了 如果我足够强大的话 我一定也会为内森而战的 可是我没有啊 我没有像贝斯迪亚那种怪物般的力量 我也想保护内森啊 可是我真是无能为力啊 然而就在门德斯瑟瑟发抖的同时 贝西摩斯的猎杀小队也已经赶到了战场 临行前 贝西摩斯制定的作战计划 就是由他们这些高级兽体士兵来接近贝斯迪亚 而他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贝斯迪亚制造出防御的缺口 接而贝西摩斯的普通士兵们 在从缺口处进行热武器的射击 然而察觉到贝西摩斯意图的贝斯迪亚 却只是面无表情地冷哼了几声 其实 他现在他也说不清自己的心理状态 好像既不会恐惧 也不会特别地期待自己终结的到来 也许他的生命今天就要在这里落下帷幕了 可是对于生命的终结 他现在仅剩下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感慨 真是有趣啊 我居然会变成现在的这副模样 这也让他忽然想起了 曾经在乐园被盗调打败后 被折磨了三天三夜的那段时光 当时他曾问过道调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有趣 你花了半年的时间来扮演我好朋友的角色 就是为了现在的反转吗 道调听到这话一脸揶鱼地回道 是啊 这岛上的乐子本来就不多 而且我的品位一向也不是很高雅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听到这个回答 贝斯迪亚有些无语地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你开心就好 可这时 道调又突然问向了贝斯迪亚 还是那个问题 你是不是很不甘心呢 就这样被我给杀死了 贝斯迪亚文言则是反问道 那不然呢 我做什么会让你放过我呢 听到这话 道调则是立马摇了摇头果断地回道 不会 你做什么都不会 贝斯迪亚无奈地又继续问道 你就是想看着我痛苦地死去是吗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你只能在梦里实现了呀 道调文言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啊 在你的认知中 你是不是一直认为 只有死亡才会使你获得终极的自由呢 所以你从不畏惧死亡 甚至还有点期待它的到来呢 而我陪你玩了这么多天 也是时候把那个最底层的东西给你揭开了 就算是死我也得让你做个明白鬼 其实你所想要追求的自由完全是错误 就算我现在将你这副躯体杀死 但是某个东西还是会存续下来 并且这个东西 还会在这个客观世界的束缚里 继续不断地挣扎 听到这话 贝斯迪亚先是沉默了片刻 然后就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过后 他一脸讥讽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能给我灌输些什么呢 你竟然要跟我这个从一降生 就现身给了神 从小就生活在满是巫师和祭祀的世界中的人 讨论这些吗 说到这里 贝斯迪亚又突然大笑着问向了道调 哈哈 你是在跟我这个神迹讨论轮回的吗 你知道你有多可笑吗 可道调听到了贝斯迪亚的嘲讽 却并没有任何恼怒的表情 他只是盯着贝斯迪亚淡淡地说了句 果然啊 我没有看错你啊 你不仅仅是不愿意承认你的认知有问题 甚至你还在抗拒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随后 道调便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说道 我可不是个什么神棍 我跟你讨论的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轮回 我说的可是在每个文化的语境下 都有他们对他的结论与解释 并且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结论才是最正确的 可是在我这里 他们或许都成立 但却不是最底层的逻辑 因为他们只是基于底层建立了各自风格的构架 如果非要换一个你能接受的说法的话 那么我会管这个底层构架叫做主观的延续性 说吧 道调就打了一记响指 随后一个完全由能量构成 长得和道调一模一样的虚影 就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随后 道调便又继续给贝斯迪亚阐述起了他的理论 现在我身边的这是一个幻象 但如果我假定这个幻象是一个人 是一个和我本体完全相同的人 那这个幻象和我本体又有什么区别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幻象和我完全一样 但他又不是我 因为幻象不具备我本体的主观意识 所以说 主观意识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东西 即便说我现在承认你贝斯迪亚和我一样 都拥有着同等的主观视角 但那也只能称之为你 而不是我 就像你现在遍体鳞伤的被吊在这里 从客观上讲 我承认你现在很痛苦 可这只是我的客观视角啊 那我的主观视角呢 说吧 道调就狠狠地用尖锥朝自己的右手手心扎了一下 然后他又继续说道 我只能感受到我刚才扎自己的这一下很疼 而相同的 在你的主观视角里 是无法感受到我刚才扎自己这一下是有多疼的 就像我不知道你现在掉在那里有多难受一样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客观上 我可以承认你的主观视角和我的主观视角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两个人的主观视角只会平行并不会交叉 如果只算地球且只计算人类的话 这个群体的数量大约在70亿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在这颗星球上同时存在着约70亿个 拥有主观视角的自我 我们可以把这70亿个自我定义为横轴 那么竖轴呢 宇宙的起源众说纷纭 咱们就姑且选一个接受程度最高的大爆炸理论吧 如果按照大爆炸的说法来计算 那么从大爆炸开始的那一瞬间到现在 地球上这70亿的主观横轴 在数轴上存在的时间也只不过不到百年的一瞬而已 见贝斯迪亚听得有些猛逼 倒掉立马又换了一个角度说道 你觉得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他们两之间的地位又是否是对等的呢 如果是对等的话 那么客观存在多久 主观就也应该存在多久是吧 那也就说明了一点 我应该是与世界同在的呀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 你还会觉得 死亡是通向终极自由的唯一途径吗 贝斯迪亚文言立马开口反驳道 我们怎么可能与世界对等 主观意识来源于这个世界 而对于我们个体而言 世界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啊 你还真是个狂妄的家伙 居然把自己与造物主相提并论了 可倒掉听到这话却是若有所误的点了点头 随即又打了一记响指 驱散了身边的幻象后才继续说道 既然世界是造物主 一个生命的死亡并不能让主观消失 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吧 那在搞清楚这点了之后 从某一天开始 我就开始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围绕着这一件事 因为我想要摆脱客观世界对我的束缚 所以我就反过来 利用客观世界的一切 来完成对我这个主观视角的塑造 所以无论是欲望还是情感或者情绪 这些都只是客观条件的产物 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必须审视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是否对于塑造出我的样子有利 因为这都会影响到 我能否有利地塑造我的主观视角 说到此处 道调就突然拿起了手中的尖锥 扎了一下贝斯迪亚说道 疼痛这种东西不过是客观的产物 是无可避免的存在 但是你能在主观上 不对我这个对你施加了伤害的人 产生负面的情绪吗 道调见贝斯迪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便笑了笑说道 我就可以啊 我可以在不依靠任何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来调节我自己的主观情感和行为 换句话说 就即便你想杀了我 我也可以很爱很爱你的 因为我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随心损 这样一来 当我的死亡来临时 我属于客观的部分就会归还给客观世界 但是那个经过我打磨过的主观 就会以我期待的样子延续下去 即便是我新生了之后又重新被客观掌控 但我依然还是那个我 因为我的主观和宇宙的这个数轴是对等的 这种永恒的主观对我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说吧 道调便抬头看了一眼贝斯迪亚说道 但很可惜啊 贝斯迪亚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此话一出 瞬间就在贝斯迪亚的意识深处激起了一层涟漪 随后贝斯迪亚就一脸紧张的听道调说道 你确实有很好的素质 但可惜的是却没有被很好的引导 其实你应该隐约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可能是由于以往的经历太过糟糕 以至于让你放弃了自己的追求 之后你又一直让自己在客观对你的纠缠和影响中坠落 总是幻想着死亡能给你带来终极的解脱 所以很抱歉 我道调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自由 只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死亡 至于说在死亡之后 你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这个答案明天就会揭晓 可悲斯迪亚不知道的是 道调的这番话在众食之蛇的作用下 让他的信念已经产生了一丝的动摇 但是很快他就又反应了过来 他大吼道 你说的这些都只是可能存在的东西 你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种可能性 你说的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罢 听到这话 已经走到了门口的道调突然停下了脚步回道 你这么讲确实也对 我追求的那种自由 成立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但是我也说过 我不是神棍或是什么神职者 我只会用一种很功利的视角 来看待我所理解的自由 就算是我错了 又会有什么惩罚吗 顶多也就是与你们一样 彻底归于虚无霸 我这个傻子和你 或是和外面那些精明的家伙们 收获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吗 可是万一呢 万一我对了呢 此话一出 贝斯迪亚的心海瞬间就被击穿 这句话 就犹如在他的心头埋了一颗种子一般 不知何时他便会静静地生根发芽 而道调说完了此话后 便不再理会贝斯迪亚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就走出了房间 可他刚踏出房门 就听到了 屋内传出了贝斯迪亚如杀猪般的惨嚎 看来 这时的贝斯迪亚已经处在了信念破碎的边缘 而这时 一直在门外守着的屠夫 见道调走了出来便上前问道 不用管贝斯迪亚那个家伙吗 他很强啊 没人看着他不行吧 你不怕他跑了吗 道调文言 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回倒 我学过很特别的进步手法 他是无法逃跑的你尽管放心吧 而与此同时 在破旧的厂房内 贝斯迪亚的内心 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 正在不断地天人交战 贝斯迪亚一直在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要被道调那个混蛋给骗了 他就是想要看到我信念崩塌的样子 他不但要我死 他还想要看到我痛苦地死去 而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平常心 不去想道调说的那些话 平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就好了 可是话说回来 道调那个家伙还真是一个混蛋了 为了达到现在的这个效果 竟然准备了半年的时间吗 哎呀 不是说好了不去想关于他的事了吗 我怎么又去想了 不要去想 只要不想我就不会受到他的影响 可在道调的重石之蛇的影响下 贝斯迪亚又不得不去想道调说的那些话 虽然他一再地告诉自己 只要他不去想 就绝对不会被道调的话影响到 可不管贝斯迪亚内心如何地挣扎 道调的那番话 都如同狗皮膏药一般 死死粘在了他意识的深处 他的脑海里 总是不停地想起道调的那句话 万一我对了吗 是啊 确实只是一种可能 万一这个混蛋是对的呢 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主观视角 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影响 道调可以做到这种所谓的自由 难道我就不行吗 即便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可能 即便这是我客观上绝对不想做的事情 只要我的主观决定要做 我就肯定能做到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就突然问向了自己 有什么事是我客观上绝不想去做的 随后贝斯迪亚就双手用力 试图挣托束缚他的铁链 可是他却颓然地发现 自己尽一丝的力气都使不出来 等等 我想起来了呀 我知道我活到现在最抗拒的是什么了 我再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我再也不想被任何事情约束 我再也不想向任何力量低头 想到这里 贝斯迪亚就突然笑了起来 他兴奋地想着 真是混蛋了 你们看着吧 只要是我想 哪怕是客观上我最抗拒的东西 但如果真的有穿越生死的客 我贝斯迪亚一定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接受 可是 具体有什么令我客观上抗拒抵触的存在呢 我贝斯迪亚死都不想去做的事呢 而且还得是我现在就可以去做的呢 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了一番之后 还真让贝斯迪亚找到了这么一件符合条件的事情 那就是宣布 像王城里的那棵树和那个愚蠢的王孝忠 然而说来也巧 就在贝斯迪亚想到用像神树和王孝忠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主观也是可以不受客观条件影响的时候 在王城的内部 王和王位们正站在神树下 他们正目送着一名寿终正寝的老奈森尉回归神树的怀抱 而王位和其他神明也一样 在生命终结之后都会被送到神树下 神树会立马在这座岛上重新挑选出一名新的王位 这个挑选是不受王和其他任何人影响 所以说贝斯迪亚能当上王位 其实多少还是有点巧合在里面的 第二天 就在倒掉像托四狗一样的 将贝斯迪亚从屋子里托出 准备将他当众处死的时候 贝斯迪亚无奈地求饶道 倒掉你赢了 我承认你赢了 无论什么条件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至少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再给我一天就行了 而此时 负责在一旁吃瓜的乐园群众们 看到这一幕都差点惊掉了眼珠 于是他们都纷纷开口问向了倒掉 你究竟是用了什么魔法啊 竟然会让贝斯迪亚这个怪物求饶 他们本以为今天会看到硬骨头的贝斯迪亚 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地接受死亡 可此刻 看到的却是他竟然像条狗一样的摇尾起脸 然而 此时的贝斯迪亚却是完全不在乎这些 他再次开口向倒掉求饶道 我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主观上的随心所谓 所以一天就好 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来验证一下 倒掉听到这话 便停下了脚步回头问向了贝斯迪亚 一天吗 可是一天这么短的时间你能证明什么吗 贝斯迪亚文言立马回到 一天就够了 我会让你看到很有趣的事情 难道你真的不好奇吗 可倒掉文言却是摇了摇头回到 我没兴趣 说吧 就是一脚踹出 随后就听光的一声 就将如肥猪一般的贝斯迪亚 给踹翻成了正面朝上着的躺在了地上 看了一眼贝斯迪亚后 倒掉便黑黑地笑道 杀掉现在这个样子的你 对我来说已经算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贝斯迪亚见倒掉完全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索性也就闭上了眼睛 同时 嘴里也默念起了不知道是出自哪里的经文 倒掉见状先是一乐 他仔细听了听贝斯迪亚嘴里念叨的东西才明白 原来 贝斯迪亚念的正是像神术与王效忠的宣誓词 倒掉听了一会儿后 叹了一口气 终究还是举起了手中的那根尖锐的长柜 狠狠地刺入了贝斯迪亚左边的胸膛 可贝斯迪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嘴里竟仍然还是念叨着那些向神术效忠的宣词 还请原谅贝斯迪亚我的卑微 无法履行自己作为位的职责 即便这余生即将消失 也无力履行自己的承诺 即便我贝斯迪亚的承诺已无力去验证 但是还请神术宁收下它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正在挑选新王位的神术也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站在门外的那些王位候选者 却并不知道花落谁家 此时的他们仍在那里不停地争论着 他们中哪一个会被神术选中成为新的王位 而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王终于睁开了双眼得知了神术给出的答案 随后他便告诉了前来询问情况的埃莉卡 神术已经做出了选择 咱们现在就去乐园吧 新的王位就在那里了 可是王的话刚一说完 瞬间空气就安静了下来 王位们怎么都没能想到 为什么新的王位会出现在乐园那种地方 当他们到了乐园之后 道调得知 他们是来要将贝斯迪亚带回去的时候 当即便表示 既然是术语王的选择 那么你们就将人带走了 看着几人带着贝斯迪亚离去的背影 道调心中也很是惊讶 这家伙一夜之间就做到了这种事吗 还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呢 现在看来 他可比我预想中的还要有趣了 但他这些 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吧 一定是因为贝斯迪亚这家伙 在最初成为神迹的时候 就经受过了大量的训练 而我却忽视了这件事 贝斯迪亚 我想你也一定也是忘记了对吧 但是 你却是让自己最抗拒的训练 在最后的一刻救了自己一命 是不是很讽刺呢 可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承认 贝斯迪亚你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而对贝斯迪亚本人来说 既然他选择加入王位的目的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 可以随心所欲的被他自己控制 是完全不受客观条件影响 那么他越是听王的话 越是尽心尽力的履行自己作为王位的职责 他的主观也就越自由 因为受人约束这种事 可是他以前最为抵抗和排斥的 现在他却能坦然接受 甚至还能把自己最抵抗和排斥的事情做得很好 这不恰好说明他的主观 是不受客观条件影响的吗 但这一切 作为神明的门德斯并不清楚 所以他就特别的疑惑 为什么像贝斯迪亚这种人 也能不顾一切的去为神术战斗 为什么上天会把足够能去守护神术和王的力量 赐予他这种人 这不对啊 贝斯迪亚明明是个恶贯满盈 且人人都想得而诛之的家伙 为什么 为什么神术会选择这么一个邪恶的家伙成为为 为什么这种人会获得让所有人都仰望的力量 难道说 是我们这些神明都不配拥有这种力量吗 还是说我们的选择本来就是错误的 或许那棵所谓的神术根本就不值得被我们保护 它不配让我们这些正直善良的人 为它付出自己的生命 一定是这样的 这座岛之所以会遭遇如此的劫难 肯定是因为神术的存在 其实这棵树才是最邪恶的 这座岛要想继续存在 神术这个祸害就必须死 然而就在门德斯质疑神术的时候 被西摩斯姆见上的石川信 正忧心忡忡地眺望着不远处的森林之国 石川间见父亲一直站在甲板上吹风 就过去劝他说道 现在风又大了一些 父亲你还是先回去吧 石川信却摇了摇头说道 我站在这里 似乎都能闻到 从那座岛上吹过来的血腥味 那是雾正在战斗的地方 不过可惜啊 现在的我 已经不能再为雾做些什么了 就只能像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 感受着雾的存在 对于结局已经注定的事情 石川信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期待结局可以晚一点到来 说到王位望月物 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跟其他的王位不同 因为望月物是一个纯粹的武士 他是用极致的身体机能 和锋利的武士刀配合起来 对敌人造成巨大的杀伤 但就是这种单纯靠身体战斗的方式 对贝西摩斯来说 却是最为头疼的 因为这种人首先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 其次 他的战斗也不是依靠能力 根本就没什么破绽科学 另外 在神术祝福的加持下 望月物的速度简直快到离谱 像这样的人 对那些单体能力 并不怎么强的普通兽体士兵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因为他们根本锁定不了望月物的位置 加上望月物吸收了神术的祝福 能保持长时间的 几乎没有间隙的高频率移动 这就让那些兽体士兵们 心里产生了一个疑惑 难道说 这个望月物的体力和精神集中力 都是无限的吗 这还怎么打呀 迫于无奈 兽体士兵小队长 只能让所有人都先往后撤 因为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这个小队长心里是清楚的 望月物 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集中力 都绝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为无限的体力和精神集中力 就代表着这个人 已经完全违反了人类的生理构造 换句话来说 能做到无限体力和精神集中力的 就只有机器 另外 关于望月物这个人 公司提供的公导手册里 早已有了明确说明 就是所有望月 望月物是比较特别的之一 具体评级为四级 理由是他的能力毫无研究价值 其致命的杀伤力构成也过于单一 其完全来源于 他本人的天赋和大量的训练 像这样的能力 是没有任何量产开发的可能和价值的 换而言之 就是望月物的强大 并非是因为他的能力 而是因为他这个人 也正因为如此 望月物根本就不需要跟其他王位们一样 必须得把自己的主要精力 放在自身的能力上 他只需要专注于选择目标 然后快速地接近目标 就能完成极其高效的杀伤 所以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望月物完全就是一份获取成本高昂 但价值又过分低廉的劣质资产 对于这样的目标 公司考虑的就只有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使其死亡 想明白这点后 士兵小队长立马开始吩咐其他所有人 说让他们千万别过于分散 如果太过分散的话 会给望月物那个混蛋找到出手的机会 现在立马把队形收入 必须要保证自己的视野中出现几方队员 大家都盯好自己身边的人 一旦发现望月物 即使开火会有误伤自己人的可能 也要给予他中创 至少都要保证能攻击到他 这个小队长刚把话说到这里 望月物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其他士兵的反应也非常迅速 几乎是在望月物出现的瞬间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瞄准和开火这两个动作 望月物的刀钢砍断小队长的脖子 如倾盆暴雨般的子弹 就打向了他所在的位置 虽然他的速度还是和之前一样快的离本 但架不住射向他的子弹实在是太过于密集 所以最后还是有几发子弹命中了他 得手之后 望月物连一秒都没敢停留 他把速度开到最大 瞬间就跟围攻他的那些受体士兵们拉开了距离 然后闪身跳到了一处掩体的后面 从头上流下的血迹和大口喘着粗气来看 望月物这一次应该是受了不轻的伤